第八章,决意离开剑桥分析。就在几个月前,我还觉得社会和文化研究其乐无穷。而现在,那些研究造就了这个怪物,太可怕了。我很难解释公司当时的氛围,但就好像人人都恍恍惚惚,不知道自己所从事的工作的真相。 可是,我已经清醒过来了,正冷眼旁观这个令人反感的理念落地成真。我恢复了思考能力。因为剑桥分析的母公司是搞外国信息占起家的,所以剑桥分析在伦敦的办公室几乎每天都有西人到访。 这家公司就像一扇旋转门,外国政治家、前客、安全机构员工和由穿着清凉的私人女秘书陪伴的商人进进出出。 其中,有很多人显然是希望影响外国政府的俄罗斯寡头的手下,但是他们对外国政治的兴趣很少处于意识形态的考虑。 他们要么想找人帮忙把钱藏到某个隐秘的地方,要么想把世界上某个地方某个遭到冻结的银行账户里的钱取出来。 公司员工被告知直接对这些人的来去视而不见,不要问太多问题,不过员工们会在公司内部的聊天对话里开他们的玩笑。 来访的俄罗斯人特别值得一提,因为他们往往属于我们遇到过的比较古怪的客户。 每当公司对这些潜在客户进行背景调查时,我们就会听说一些小道消息,得知这些大人物令人发笑的癖好和奇特的性貌险。 而且我承认,我的确对公司同一些可疑客户的会面视而不见。 我知道,如果我问太多尼克斯不爱听的问题,我就是自找麻烦。 不过在当时,也就是2014年春天,离美国总统大选极有两年时间,我们接触到的俄罗斯人还没有什么真正可疑的地方,其可疑之处在公司里以司空见惯。 只有一个例外,有那么一个潜在客户,他让公司的高管一面喜不自禁,一面难以捉摸。 2014年春天,俄罗斯一家叫卢克石油,Lukoyal的大型石油公司联系剑桥分析,问了一些问题。 起初,尼克斯负责接待,但很快,石油公司高管们问的问题,他答不上来了。 他给卢克石油的首席执行官瓦吉特·阿列克佩罗夫发了一份我写的白皮书,其内容是剑桥分析在美国从事的数据目标定位项目。 之后,卢克石油要求安排一次会议。 尼克斯说,我应该参加。 他们理解怎么在选举情境下从事行为上的微目标定位正如你那出色的文件白皮书所言,但他们无法把选民同他们的消费者关联起来。 尼克斯在一封电子邮件里写道, 老师说,我也没法把选民同消费者关联起来。 尼克斯油在全球经济中举足轻重,是普京统治下最大的私营企业,但是我看不出来一家俄罗斯石油公司跟剑桥分析在美国的工作有什么明显的联系,尼克斯也摸不着头脑。 哦,你知道这种事的。 他告诉我,你稍微把裙子往上拉一拉,他们就会付你钱。 换句话说,他对细节不感兴趣。 要是卢克石油想花钱买我们的数据,我们干嘛要在意他们拿数据去做什么? 第一轮接触卢克石油后不久,还是2014年,剑桥分析起草了一份有关公司能力的备忘录,交给尼克斯。 这份简报用委婉的语言讨论了万一有个需要特别情报服务或者在社交媒体上大规模传播不实信息的项目的话,公司至少在理论上能实施到什么地步。 因为这是一份内部备忘录,所以此处的公司指SCL。 剑桥分析只是为了服务美国客户新挂的一块牌子,员工全是SCL的人。 SCL聘请了以色列、美国、英国、西班牙和俄罗斯的一些退休了的情报及安全机构的官员,人人都有丰富的技术和分析经验。 备忘录上写道,我们的经验表明,在很多情况下,利用社交媒体或外国出版物来曝光,对手往往比利用存在潜在偏见的本地媒体渠道有效。 备忘录还讨论了怎样运用情报网渗透对手的宣传站,获得破坏性信息,构建由脸书和推特账户组成的大规模社交网络,从而获得公信力,培养追随者。 对许多SCL的客户而言,这只是一款标准的产品,私人情报,欺诈,贿赂,勒索,渗透,美人计,以及通过社交媒体上的假账号散播不实信息。 只要出价合适,SCL愿意不择手段地协助客户竞选成功。 而现在,有了更丰富的数据集合人工智能,还有1000多万美元的投资,新进成立的剑桥分析希望能向前跨出一大步。 卢克石油的高管历临伦敦,尼克斯为会议准备了一套换灯片。 我舒舒服服地坐在椅子上,很想听听他究竟会讲些什么。 最先放映的几张换灯片介绍了SCL在尼日利亚的一个项目,其目的是动摇当地选民对公民制度的信心。 这几张换灯片有一个大标题,选举免疫,介绍当时SCL为了影响选举结果怎样散布谣言和不实信息。 在尼克斯播放的视频里,情绪激动的选民表示,他们深信即将举行的尼日利亚选举将会受到操控。 是我们让他们那样想的。 他开开心心地说, 接下来的一组换灯片描述了SCL具体是怎样操控尼日利亚的选举的,还配有视频。 视频里的选民说,有关暴力和动乱的谣言让他们很担心。 也是我们让他们那样想的。 尼克斯说,我默默地观察这些俄罗斯高管。 他们在做笔记,不时点个头,就好像他们眼前看到的材料都是家常便饭。 接着,尼克斯给他们放映了一些介绍我们数字资产的换灯片。 然而,卢克石油的业务活动主要集中在俄罗斯或独立国家联合体市场,而我们没有这些地方的数字资产。 我们规模最大的数据集来自美国。 再接着,尼克斯开始介绍微目标定位和人工智能,以及剑桥分析在已有数据的基础上正在做什么。 我还是很迷惑。 介绍结束后,高管们问我有什么想法。 我置物了一会儿,然后说,嗯,我们有多样化的经验和来自许多地方的数据,所以你们到底为什么对这些感兴趣呢? 其中一人回答说,他们也还没想清楚,但希望我们多给他们介绍一下剑桥分析拥有的数据和能力。 可我才是需要答案的那个人。 为什么一家在美国几乎没有经营活动的俄罗斯石油公司要获得我们已有的美国数字资产呢? 如果这是一个商业项目,那为什么亚历山大给他们探在非洲散布布什信息的换灯片呢? 不过,公司给客户看的不仅仅是内部数据资产。 公司很愿意向潜在客户显摆自己对美军行动的熟悉程度。 在另外一次会议上,公司用了些手段拿到了位于弗吉尼亚州蓝利的美国空军目标中心制作的一套内部使用的换灯片, 用来向某些潜在客户简要说明美国如何把社会文化行为因素结合到作战规划里, 以便获得把定向传播目标转化为武器的动能,放大针对美国敌人的非动能。 每当被问到他的打算,尼克斯总是顾左右而言他。 我觉得这很不符合他一贯的作风, 他拿开玩笑的口吻说几公司贿赂政府部长或者设下美人际的次数还少吗? 然而,他不能或者是不愿,解释为什么我们一直同这家客户沟通。 而且在讨论中,他还一直跟对方说,我们早就在现场派出了人员。 在同卢克石油开第一轮会议之前几个月, 剑桥分析联系上了一个叫萨姆·帕腾的人。 他是个满世界跑的政治特工,一生多姿多彩。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帕腾先是在哈萨克斯坦的石油行业供职, 然后进入东欧政界。 剑桥分析招到他的时候, 他刚刚为乌克兰的亲俄政党完成了一个项目。 当时,他同一个叫康斯坦丁, 基利姆尼克的苏军总参谋部情报总局格勒乌的前官员合作。 虽然帕腾否认他给过这个俄罗斯搭档任何数据, 但后来人们发现, 曾经担任过数月唐纳德·克朗普竞选经理的保罗, 马纳福特的确为了另外一件事, 给过基利姆尼克选民投票的数据。 二十一世纪初, 帕腾和基利姆尼克在莫斯科见过面, 后来又在乌克兰为保罗·马纳福特的咨询公司工作。 帕腾被招进剑桥分析后不久, 他俩就成为正式的业务合作伙伴。 帕腾在国际影响力的暗箱操作领域如鱼得水, 他和陆续加入剑桥分析的共和党人的关系也很好, 所以一开始给他分配的工作地点是美国。 他的任务是为剑桥公司在美国的研究工作提供后勤保障, 包括焦点小组讨论和数据收集, 外加编写一些民意调查中要提的问题。 2014年春天, 他开始在俄勒冈州工作, 接手了盖特尔森主管的一些项目, 在美国公民中开展社会研究和态度研究。 过了没多久, 我们的研究中就冒出了一些怪异的提问。 有一天, 我在伦敦办公室里审阅从现场发来的报告, 注意到我们在美国的一个项目, 涉及跟俄罗斯有关的信息测试。 当时, 我们在美国的业务扩展迅速, 项目猛增, 招了好几个新人, 所以很难追踪每一个研究项目的动态。 我想, 大概有人已经开始探索美国人对国际话题的态度了。 然而, 我搜了一下我们的提问库和数据, 发现只有俄罗斯的数据。 我们在俄勒冈州的团队已经开始向当地人发问, 俄罗斯想有对克里米亚的主权吗? 你对弗拉基米尔, 普京这位领导人有什么看法? 在焦点小组讨论中, 主持人把普京的很多照片传给大家看, 然后请参与者指出哪张照片里的他看起来最强势。 我开始观看一些焦点小组的录像, 感觉太怪异了。 弗拉基米尔, 普京的照片和俄罗斯叙事被投影在墙上, 调查员询问一群群美国选民, 他们看到一位强势的领导人后, 有什么感受? 有意思的地方在于, 虽然俄罗斯成为美国的敌人已有几十年, 但普京还是因为其强势而受到敬仰。 他有权保护他的国家, 做他认为对他的国家最有利的事情。 一个焦点小组讨论的参与者说道, 其他参与者则点头同意。 还有一个参与者告诉我们, 克里米亚对俄罗斯的意义就像墨西哥对美国的意义, 但是普京跟奥巴马不一样, 他采取行动了。 天色已暗, 我独自坐在办公室里看这些怪诞的视频, 听美国人讨论普京对克里米亚的主权诉求, 想知道这是为什么。 当时盖特尔森在美国, 他接起我的电话后, 我问他能否告诉我是谁批准了针对普京的研究。 他不知道。 他就这么出现了, 他说, 所以我以为有人批准过。 帕腾对东欧政界感兴趣这个念头从我脑海里一闪而过, 但我没有重视。 2014年8月, 帕兰提尔的一名员工发了一封电子邮件给我们的数据科学团队, 其中包含一个链接, 指向一篇有关俄罗斯窃取数百万互联网浏览记录的文章。 看看人家是怎么收集数据的。 他们开玩笑说, 两分钟后, 我们的一位工程师回复了我们可以利用类似的方法。 或许他是开玩笑, 或许不是, 但正如写给尼克斯的那份备忘录里所强调的那样, 公司早已雇佣俄罗斯的情报人员, 从事其他项目。 2014年5月以来, 一直担任项目首席心理学家的科根往来与英国和圣彼得堡·莫斯科之间。 他不愿透露自己在俄罗斯的项目的细节, 但是我知道他在对社交媒体用户进行心理测量化下。 科根在俄罗斯做的研究的重点是识别出有心理障碍的人, 然后探索他们在社交网络上开展骂战的可能性。 他在圣彼得堡国立大学从事的研究受到俄罗斯政府的资助, 专门研究黑暗三人格特制和网络霸凌、骂战及网络骚扰方面的参与度之间的关系。 他还研究脸书上的政治主题, 发现在精神病态测试中得分高的用户最有可能发帖议论有关权威主义的政治话题。 根据科根的俄罗斯研究团队撰写的一份研究简报, 他同临床心理学家和计算心理学家合作, 研究通过一个特别的网络应用程序获取的来自俄罗斯和美国的脸书用户的数据。 到了夏末, 科根开始就社交媒体画像的潜在政治应用这一话题在俄罗斯开讲座。 我记得他跟我提起过, 他在圣彼得堡的工作和在剑桥分析的工作有重合之处, 不过这可能是个巧合。 我在国会作证时是这么说的, 我个人不相信科根有恶意, 他只是粗心加天真。 客观说来, 他数据的安保工作做得很差。 早在科根加盟之前, 剑桥分析的母公司SCL就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网上宣传经验, 但科根的研究适用于向具有权威主义特质的选民进行定向传播, 识别出能触动他们并获得他们支持的叙事。 科根加盟后, 剑桥分析内部的心理学团队开始复制他在俄罗斯进行的一些研究, 为神经质和黑暗三人隔得分高的人化下。 这些目标爱冲动更愿意相信阴谋论, 而且只要外部推动得当, 就会产生极端思想或行为。 领导有毒, 企业才会有毒。 我认为剑桥分析反映了尼克斯的脾性, 他不但以威胁人为乐, 而且还具有一种神奇的天赋, 总能找到伤人最痛的地方。 比如说, 他老是叫我瘸死或者笨手笨脚的病人, 因为他知道这会让我觉得自己很没用。 可同时他也知道, 他越是这么叫我, 我工作就会越卖力。 虽然我恨他, 但出于某种原因, 我决定证明他是错的。 这种持续不断的言语暴力是有原因的, 只有真相才能激励人, 让他奋起工作, 达到尼克斯的期望。 他还嘲笑员工, 贬低他们。 他像暴躁的龙卷风一样吹过办公室, 留下一地的欺辱。 有一次, 我们以为尼克斯会动手伤人。 我甚至都记不得他为什么动怒, 反正他就是翻了脸, 把一个实习生办公桌上的所有东西都推到了地上。 他坚声叫喊, 身体离那个实习生很近, 连唾沫星子都飞到了实习生的脸颊上。 我们当中块头最大的塔达斯, 朱西卡斯站起身走过去。 亚历山大, 听起来你需要喝一杯, 他说, 和我一起去俱乐部怎么样。 尼克斯离开后, 那个实习生喘着粗气呆坐在那, 直到另一个同事建议他下班走人。 我们一起动手把尼克斯留下的残局收拾干净, 后来尼克斯回来时心情好了很多, 似乎之前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有时候, 他发完脾气会怪罪那个出气筒。 你老是气得我大声嚷嚷。 他会这么说, 好像他没法控制自己的嗓门。 最让我不安的是, 他发完脾气后, 我还没从那种氛围中恢复过来, 他就已经矢口否认自己发过脾气了。 被人直接了当地告知, 让你难过不安的事情, 根本就没发生过对你的影响很大。 到后来, 你都开始担心自己是不是疯了。 你得成熟起来, 别那么敏感。 尼克斯会说, 要是你老是跟我说我发脾气了, 我没法信任你。 我们俩有一次吵得很凶, 余波绵延到很久以后。 剑桥分析正式成立那会儿, 他们叫我签雇佣合同, 我却老是拖着不签。 签了合同我就有股份拿, 可我对长期供置于剑桥分析这事, 很是不安。 我脑袋里有个声音, 警告我不能签。 我的拖延让尼克斯恼火。 终于, 他按捺不住火气, 把我叫进一个房间, 反锁上门, 然后朝我吼, 斥责我。 我还是不肯签, 他就把我身边的椅子推倒在地。 他一开门, 我就冲出办公室, 两周没去上班。 我们俩都知道, 他需要我胜过, 我需要他, 因为只有我能构建出 他已经许诺给墨色家族的东西。 但他过于固执和傲慢, 不肯向我道歉, 所以过了一段时间后, 他让朱锡卡斯向我转达歉意。 我不情不愿地回去上班, 不过还是没签合同。 剑桥分析的客户名单越来越长, 最后成了一份美国右翼的名人录。 特朗普和克鲁兹竞选团队各项公司支付了500多万美元, 密苏里州的罗伊, 布伦特和阿肯色州的汤姆, 科顿为了竞选美国参议员成了公司的客户。 当然了, 还有那位竞选众议员失败的阿特鲁宾逊, 就是那个收集尿液和教堂管风琴的俄勒冈州共和党人。 2014年秋天, 捷布布什到访公司。 虽然从莫斯那里拿到了1500万美元, 但尼克斯从未费心了解过美国政治, 所以他叫盖特尔森一起参加会面。 布什是一个人来的, 一开场就告诉尼克斯, 如果他决定竞选总统, 他希望可以按他自己的主张竞选, 不必逢赢党内的疯子。 当然, 当然了。 尼克斯回答, 这预示着他整场会议都打算虚张声势, 胡说八道。 会议结束后, 有可能签下又一个美国大客户让他兴奋不已, 他坚持要立刻打电话给莫瑟, 报告这个好消息, 他显然把莫瑟反复强调过的支持特德, 克鲁兹这时抛在了脑后。 尼克斯打电话给利贝卡, 莫瑟还开了免提, 好让大家都能听到他对这次了不起的会议的反应。 刚才接步, 布什州长到我们办公室来了, 他想跟我们合作。 你觉得怎么样? 他洋洋得意地说, 必贝卡过了一会儿才出声, 语气频频, 嗯, 我希望你在会议上明确告诉他了, 这不可能。 然后, 他挂断了电话, 不留情面。 也不是只有那些有望当上总统的人才来找剑桥分析帮忙。 为了欢迎福音派领袖拉尔夫, 李德·尼克斯计划在贝尔梅尔街牛津剑桥俱乐部的宴会厅举办午宴。 午宴上, 李德花了两小时畅谈他的目标以及剑桥分析可以做些什么来帮他重塑美国的道德观念, 对抗同性婚姻和其他的文化问题。 离场时, 尼克斯有点喝醉了。 回到办公室后, 他用他那典型的粗鲁语气向所有人宣称, 哼, 绝对是个不敢出柜的同性恋。 我在SCL和剑桥分析上班的大多数时间里, 我们做的所有事情感觉都不像真的, 部分原因是在那里我见到了许多卡通式人物。 这份工作越来越像一场支离大冒险, 就像玩难度不断升级的电子游戏。 要是我这么做会怎么样? 我能把这个人物由蓝转红或者由红转蓝吗? 坐在办公室里盯着电脑屏幕, 很容易螺旋式地滑落到一个更幽深更暗黑的地方, 忽略我实际上所参与的工作。 但我终于无法漠视发生在眼前的事情了。 怪异的政治行动委员会纷纷上门拜访, 后来当上国家安全顾问的约翰, 博尔顿旗下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向剑桥分析支付了100多万美元, 以了解怎样煽动美国青年的尚武精神。 博尔顿担心千禧一代道德观念薄弱, 不愿意跟伊朗或其他邪恶的国家开战。 尼克斯要我们为所有在美国的客户做研究时使用假名, 还要我们声称这是为剑桥大学工作。 我试图在一封发给员工的邮件里制止这一做法。 你不能对他人说谎。 我写道还提到了可能的法律后果。 我的警告被忽略了。 这时候, 我感觉自己变成了某个我不懂, 控制不了, 从本质上来说令人厌恶的东西的一部分, 可同时, 我也觉得自己迷失了方向, 身处困境之中。 我开始去深夜俱乐部或派对彻夜狂饮。 有好几次, 我晚上下班后就直接出去玩一通宵, 然后再回去上班, 中间都不睡觉。 我在伦敦的朋友们发现我不太对劲, 盖特尔森后来对我说你状态不对, 克里斯, 你还好吗? 我不好, 我很沮丧。 我想朝尼克斯吼回去, 但是做不到。 我出门寻欢作乐, 有时候独自一人, 震耳欲聋的音乐和时时在舞池里触碰到的他人, 身体让我觉得自己还活着, 这一切不是梦。 而且, 如果一月构想的话, 你可以朝世界大吼, 没人会注意到。 我们在剑桥分析从事的工作, 似乎每过一天都会变得更邪恶一点。 剑桥分析内部的通信将一个项目描述为 针对非裔美国人的选民脱离, 选民压制方案。 共和党客户担心参与投票的少数族裔越来越多, 特别是与他们那日益衰老的白人大本营有关的选票, 所以正在寻找办法让有色人种困惑, 失去参与投票的动力, 剥夺他们的权利。 当我发现剑桥分析即将启动一个选民压制项目后, 我再也忍不下去了。 我想起自己在2008年奥巴马竞选期间, 多次出席群众集会的那些时光, 我扪心自问, 我到底是怎么跑到这里来的? 我告诉一位新来的经理, 不管客户的要求是什么, 以选民压制为目标的项目都是违法的。 我的意见再次被忽略。 我打电话给公司在纽约的美国律师, 留言请他们回电, 但他们从没有回过。 2014年7月, 鲁迪·朱利亚尼所在的布雷斯维尔·朱利亚尼律师事务所, Braswell与朱利亚尼发送的一份绝密备忘录给班农, 立贝卡、莫瑟和尼克斯, 同时抄送了我。 剑桥分析向该所咨询过, 有关外国势力影响美国竞选的法律意见。 备忘录概括介绍了, 外国代理人登记法, 特别指出该法案严禁外籍人士管理或影响美国地方、 州或联邦层面的竞选活动或政治行动委员会。 备忘录建议尼克斯立即从剑桥分析的实质性管理中撤出来, 直至找到可以迂回操作的漏洞。 布雷斯维尔·朱利亚尼律师事务所的这份备忘录 还建议利用美国公民过滤掉剑桥分析非美籍员工所从事的工作。 读完备忘录后, 我把尼克斯拉进一间会议室劝他听从警告。 他没听, 剑桥分析反而要求非美籍员工在飞往美国前签署一份弃权声明, 自行承担违反选举法的任何责任。 他们未被告知朱利亚尼律所给出的法律意见。 这把我惹恼了, 我朝尼克斯发火。 要是他们遭到, 起诉了该怎么办? 亚历山大。 我吼道, 你要负责。 了解规则是他们的责任, 不是我的。 他回答, 他们是成年人。 他们能够自主决策。 然而我担心的是他的决策, 而且不只是我一个人担心。 心理学团队的一个同事, 向我报告某些新项目的进展时, 也表达了同样的忧虑。 担心研究成果可能会被用来放大, 而不是调和剑桥分析所聚焦的人群的种族主义思想。 我觉得我们不应该继续做这项研究。 他说, 传统的伦理审查, 所以公司从来都没有考虑过研究成果可能被污用的问题, 谁都没有想过会出什么岔子。 我知道班农会继续大声地抱怨美国的变化太多, 预言大冲突即将到来, 或者把印度教中的法误读成禁似拜无教式的东方主义。 但是许多在剑桥分析研究团队工作的人并不把他当回事, 觉得他不过是我们在所供职的这个奇特的世界里不得不安抚的又一个怪胎。 剑桥分析有许多员工之前为了SCL的信息站项目满世界地跑, 经历过更加极端的情况, 相比之下班农还算温逊。 然而,接受莫瑟投资后的剑桥分析发展迅猛, 我无法完全了解我们所参与的这些与种族有关的项目的规模。 尼克斯和班农招来的新经理开始把我排除在他们的会议之外, 原本项目策划会的邀请含会自动发给我, 后来也不发了。 我以为这是尼克斯又一轮的权力炫耀, 所以只是觉得恼火而不是起疑。 但是团队里的一名心理学家开始主动来找我, 向我展示某些新上马的与种族有关的项目。 他给我看了一个包含所有正在美国进行测试的研究问题的主控文档, 我读了没几行,心就一沉。 我们正在测试怎么利用认知偏差来改变人们对种族外群体的认知。 我们采用的提问和图像显然是有意设计的, 只在激发受识对象的种族主义思想。 我看到一段视频,里面有个参加我们现场实验的男子, 被剑桥分析一个研究人员的引导性提问机的勃然大怒, 满嘴都是辱骂种族主义的言辞。 我终于开始直面自己协助创造出来的怪物。 在侵入美国人思维的过程中, 我们有意激活人们心底罪恶的一部分, 从偏执到种族主义。 我立即想到,当年斯坦利·米尔格拉姆观察他的研究对象时, 是不是也有同感。 我们所服务的客户的价值观同我的价值观截然相反。 班农和莫瑟很乐意雇佣他们试图压制的人, 同性恋者、移民、女性、犹太人、穆斯林和有色人种, 以便把我们的看法和经验转化为武器, 推动他们的事业。 我所供职的公司不再对抗那些束缚女性残酷地对待非信徒, 折磨同性恋者的激进的极端主义者。 我就在为极端主义者工作, 帮他们在美国和欧洲建立他们自己的反乌托邦。 尼克斯心知肚明,但根本就不在乎。 他只需要成交带来的廉价刺激, 为此他讨好偏执者和恐同人士, 不仅希望他的员工视而不见, 还希望我们背叛自己人。 到头来,我们正在创造的是一台用仇恨和狂热的偏执玷污美国的机器。 我不能继续忽视这种做法的不道德和非法性。 我不想同流合污。 然后,2014年8月,一件可怕的事情发生了。 一名SCL的老员工, 也是尼克斯长期以来的好友监知己, 因患有重症瘧疾而从非洲返回。 他来办公室的时候, 眼睛红红的,汗流加倍, 口齿含糊,不知所云。 尼克斯还因为他迟到朝他大喊大叫, 我们其余人则劝他快点去医院。 然而,他到了医院还没看上病, 就身子一软摔下了一段楼梯, 头部重重地撞在混凝土地面上陷入昏迷。 他大到充血,部分颅骨被摘除。 医生担心他可能再也无法恢复正常的认知功能。 尼克斯从医院探视回来后, 问人力资源部门公司投了什么责任保险, 还问他必须给他那忠诚的朋友支付多久的费用。 要知道他的朋友还昏迷不醒, 颅骨也切掉了一部分。 这实在是冷酷到了极点。 就在彼时彼刻, 我意识到尼克斯是恶魔。 更糟糕的是, 我知道他不是唯一的恶魔。 班农也是恶魔。 而且我担心, 只要我在公司待得够久, 我也会变成恶魔。 就在几个月前, 我还觉得社会和文化研究其乐无穷。 而现在, 那些研究造就了这个怪物, 太可怕了。 我很难解释公司当时的氛围, 但就好像人人都恍恍惚惚, 不知道自己所从事的工作的真相。 可是, 我已经清醒过来了, 正冷眼旁观这个令人反感的理念落地成真。 我恢复了思考能力, 尼克斯的邪恶梦想在现实世界中 造成的后果萦绕于我的脑海。 深夜难昧, 我就睁眼盯着天花板, 沉沦于痛苦和困惑之间。 有一次, 我在加拿大时间凌晨三点的时候, 打电话给我父母, 问他们该怎么办。 读一读这些迹象吧。 他们说, 要是你睡不着, 要是你惊慌失措, 没日没夜地打电话找答案, 你其实知道应该怎么做。 我告诉尼克斯我要离职。 我想摆脱他那心理变态般的愿景, 还有班农的, 越快越好, 否则我就有罹患同种精神疾病的风险。 尼克斯不同意, 他要我忠诚。 他让我觉得, 要是我抛弃了公司里的朋友, 我就是坏人。 是我招聘大家, 为班农做项目的, 他们信任我, 我不想背叛他们。 克里斯, 你不能抛下我, 让我和尼克斯在一起。 马克·盖特尔森说, 他加入公司的最大动因就是跟我共事。 要是你走, 我也走。 我不想抛弃我的朋友和同事, 但我憎恨剑桥分析现在的面目, 和他正在对世界做的一切。 我告诉尼克斯, 我们可以商量一下, 看看我怎么逐步退出最好, 不过最终我一定要离开。 他做了他习以为常的事情, 带我去吃午饭。 餐厅在格林公园, 离白金汉宫不远。 一落作, 尼克斯就说, 好吧, 我预料到有一天, 我们会进行这样一场谈话。 你想要多少钱? 我告诉他, 这是跟钱没关系。 得了吧。 他说, 这家公司我已经开得够久了, 知道一切都是为了钱。 他提到, 不像某些同事, 我从来都没有要求过加薪, 虽然他给我的薪水很低。 这是真的, 我的薪酬在办公室里属于较低的, 大约只有别人工资的一半, 而因为李鹏项目被招进公司的人拿到的钱有我的三四倍。 我摇了摇头, 尼克斯说, 行了, 我把你的工资翻个倍, 这应该可以了吧。 亚历山大, 我说, 我不是在跟你玩游戏, 我要走了。 我不想在这干了, 我受够这一切了。 我加重了语气, 他似乎终于意识到我是认真的, 因为他靠近我说, 可是克里斯, 这是你的小宝贝。 我知道你, 你不会把你的小宝贝抛弃在街头的, 对不对? 他一定认为, 这是一个能够打动我的理由, 因为他继续动治疫情。 这个小宝贝刚刚出生, 你难道不想看着他长大? 知道他上哪所学校? 能不能进伊顿工学? 见证他的人生成就。 口吐莲花的来了这么一连串比喻, 尼克斯甚是得意, 但我一点都没被他打动。 我告诉他, 与其说, 我觉得自己像个父亲, 不如说我是个捐精人, 眼睁睁地看着小宝贝长成神增鬼艳的小孩, 却无力阻止。 尼克斯立马掉转枪头, 建议我们在剑桥分析下设一个时尚事业部。 天呐,亚历山大, 你是认真的吗? 心里战, 查党, 外加时尚潮流。 不行, 亚历山大, 太可笑了。 终于, 他火了。 总有一天你会变成第五只甲壳虫。 他说, 第五只甲壳虫。 我想, 这是哪个埃及语言? 跟圣甲虫有关系吗? 他到底是什么意思? 直到后来我才意识到, 他指的是在我出生前三十年, 组建的甲壳虫乐队。 后来我让步了, 同意继续在公司工作到十一月初的中期选举。 即便如此, 尼克斯还是坚持认为我走人是个错误。 你都不明白你在这里创造了多么伟大的东西。 克里斯, 他说, 只有等到我们大家都坐进了白宫你才会明白, 我们中的每一个人, 除了你。 真的? 就算是尼克斯, 这话也有点过了。 他告诉我, 白宫西义的办公室里有网箱上我的名牌。 我太傻, 都不知道自己放弃了什么。 如果你走的话, 一切结束。 他说, 别再回来。 班农接手并释放混乱后不到一年, 我就离职了。 但现在回想起来, 我都弄不懂自己怎么能待那么久。 那时候的每一天, 我都在无视, 忽略警示信号, 或者为其找借口。 享受着那么多智力上的自由, 还有世界一流大学的学者告诉我, 我们正处于变革, 社会科学的前沿, 我变得贪心起来, 顾不得我们所做研究的一案面。 我的许多朋友也一样。 我试图说服柯根离开。 就算他承认这个项目有可能成为伦理困境, 他也还是决定, 在我离职后, 继续同剑桥分析合作。 我得知柯根不走之后, 就拒绝帮他为他的项目收集更多数据, 因为我担心任何我为他收集的新数据到头来, 都会落在尼克斯、班农和墨瑟手里。 我原先设想的学术研究所, 逐渐演变成剑桥分析不断扩大的 合作伙伴往里的一枚小族。 既然我不肯继续帮助柯根, 他就要求我处理掉所有从他那里得来的数据。 我照办了。 不过, 我个人为此付出了极大的代价, 因为当初柯根特意在样本库里 加入了时尚和音乐方面的问题, 方便我把问卷调查的结果 写进我有关时尚潮流预测的博士论文里。 写论文的素材没了, 我知道我只能放弃攻读博士学位, 而那时候学习已经是我活下去的唯一动力。 但最让我烦恼的是, 我怎么就让尼克斯控制了我, 听任他利用我的不安全感和弱点, 然后受他驱使, 去利用整个国家的不安全感和弱点。 我的行为不可原谅, 我会永远活在耻辱里。 就在我离开剑桥分析之前, 公司正在策划尼日利亚的又一轮选举干预。 尼克斯给卢克石游介绍谣言战时, 就提到过公司在这个非洲国家的战绩, 对他可谓熟门熟路了。 剑桥分析深知, 无数外国利益集团都染指非洲选举, 所以不太可能会有人关心剑桥分析有什么盘算, 毕竟那是非洲。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 非洲国家纷纷摆脱殖民统治, 但许多西方强国仍然觉得自己有权干涉其前非洲领地的事物, 跟以前唯一不同的地方在于的谨慎些。 欧洲的繁荣跟非洲的石油、橡胶、矿产和劳动力密不可分。 即便前殖民地已经实现了政治独立, 这种依赖性照样存在。 在这次的尼日利亚项目里, 剑桥分析加大了心理虐待实验的力度。 就在剑桥分析驻扎的同一家酒店里, 以色列、俄罗斯、英国和法国的公民参与项目, 纷纷躲在遮羞布后面,进行的如火如荼。 大家都有一个不言而喻的观念, 如果是非洲的选举,外国干预算不了什么。 剑桥分析名义上支持古德勒克·乔纳森。 他当时是尼日利亚总统,正在参加竞选连任。 乔纳森是基督徒, 他的竞争对手是温和派穆斯林穆罕默度·布哈里。 拼用剑桥分析的一群尼日利亚亿万富翁担心, 如果布哈里胜出, 他会收回他们的石油和矿产勘探权, 从而大大缩减他们的财源。 剑桥分析的做法一如既往, 关注点不在为古德勒克·乔纳森摇旗呐喊上, 而在毁掉布哈里上。 那些伊万富翁其实并不在乎谁赢得大选, 只要胜利者清清楚楚地明白他们的实力, 以及他们愿意做什么就好。 当年12月, 剑桥分析批用了一个叫布里塔尼, 凯泽的女子担任商务拓展总监。 凯泽出身名门, 令尼克斯垂涎欲滴。 第一次见面, 尼克斯就跟凯泽挑起了情, 告诉他, 让我灌醉你, 窃取你所有的秘密。 凯泽在芝加哥郊外, 一个富裕的地区长大成人, 就读于马萨诸瑟州的一所贵族私立学校, 菲利普斯学院, 两位布什总统的母校。 上完爱丁堡大学后, 他参与了利比亚的一些项目。 在利比亚, 他认识了一个叫约翰·琼斯的律师。 后者的客户不仅包括穆阿迈尔, 卡扎菲的儿子赛伊夫, 卡扎菲, 还有维基解密的朱利安·阿桑奇。 琼斯在英国律师界 备受尊重。 凯泽为他做咨询, 从而结识了阿桑奇。 他在2014年年末开始为剑桥分析工作, 当时我正准备离职。 为了影响尼日利亚大选的结果, 剑桥分析双管齐下。 首先, 他们会四下挖掘 对布哈里不利的信息, 黑材料。 其次, 他们会制作一个视频, 吓唬有意投票给他的人。 凯泽出差去了以色列。 据他说, 他在那里的熟人介绍他, 认识了一些顾问。 我从公司里有关尼日利亚项目的内部通信中看到, 剑桥分析还雇用了几个来自不同国家的前情报员。 现在我们不确定剑桥分析, 内部是否有人以及是谁有意付钱给黑客购买他们的服务, 但显然有关政治对手的高度敏感的材料, 可能是黑客入侵的来的或者偷来的, 不知怎的就被公司搞到手了。 黑进竞争对手的电子邮件账号、 数据库甚至私人病例后, 剑桥分析发现布哈里可能得了癌症, 但是还没公开。 利用黑客盗取材料并不只是发生在尼日利亚, 剑桥分析还获取了加勒比海的一个岛国圣基茨和尼维斯反对党领导人的黑材料。 非法记录他人的医疗记录和电子邮件足以让人不安, 但剑桥分析制作的宣传视频更恶劣。 这些广告被投放到包括谷歌在内的主流网络上, 定向瞄准尼日利亚亲部哈里地区的民众。 就在某个尼日利亚人上网浏览新闻的时候, 一个看似平常的博人眼球的广告跳了出来, 要么是八卦标题,要么是性感女郎的照片。 要是这个人点击了链接, 就会打开一个除了中间的视频框别无他物的页面。 视频都很短,只有一分钟出头, 而且通常在开头会有一个画外音。 2015年2月15日即将到来, 一个男生缓慢到来, 黑暗,可怕,高度不确定。 要是布哈里决议实施伊斯兰教法, 尼日利亚会变成什么样? 视频给出的答案是, 如果那一天真的来临, 将会发生你能想象到的最可怕, 最惊悚的杀戮。 突然,视频切换到另一个场景。 一个男人用一把钝刀慢慢地来回去另一个男人的喉咙。 血从受害者的颈部喷射出来, 他被扔进一条沟里等死, 周围的土壤都被染红了。 在另一个场景里, 一群男人绑住一名妇女, 往他身上浇汽油, 然后引火点燃。 他痛声尖叫。 这些都不是演员演的, 而是从真实的折磨录像和谋杀录像里揭取来的。 剑桥分析有很多员工, 在我辞职后, 不久也离开了。 他们认为, 既然我这个知晓所有秘密的人都觉得公司太龌龊, 那公司一定很龌龊, 就是这样。 尼日利亚项目的龌龊程度更是令人发指, 于是又有一批人离开了。 到了2015年3月, 所有我挂念的人, 朱西卡斯, 克里卡德, 盖特尔森等, 都已经离开了剑桥分析。 然而, 还是有很多其他人找到理由留了下来。 凯泽一直工作到2018年, 然后在公司因为我向媒体和官方提供的证据摇摇欲坠时, 站出来公开作证。 他后来声称自己不知道, 剑桥分析当时在招募黑客。 他在英国议会的一场质讯中说, 他只是以为, 黑客擅长收集情报和运用不同类型的数据软件追踪银行账户之间的金钱往来, 我真的不知道其中的运作原理。 现在回想起我在剑桥分析的时光, 有些事情就看得比当时明白, 谁叫我那时候逐渐习惯了公司的怪异之处。 其实, 那会儿一直有怪人进进出出, 穿深色西装的可疑人物, 带着跟餐盘一样大的军帽的非洲领导人班农, 所以, 要是每次发生不同寻常的事, 你都对此警觉, 你不会在公司干很久。 现在我知道, 卢克石油跟俄罗斯联邦安全局, 科格勃的继承者, 签有正式合作协议。 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的一名委员后来告诉我, 俄罗斯联邦安全局经常打着卢克石油的幌子收集情报。 卢克石油的高管在其他国家施加影响力的行为也有曝光, 包括捷克共和国。 2015年, 乌克兰安全部门指责卢克石油向顿涅茨克和卢干斯克的亲俄叛军提供资金。 我只有一项任务同政治挂钩, 对国家好就是对公司好。 卢克石油首席执行官瓦吉特, 阿列科佩罗夫是这样评论他自己在地缘政治中所扮演的角色的。 事实上, 这可能就是他们对SCL感兴趣的主要原因。 SCL长期以来一直活跃于东欧, 2014年正值他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商谈一个反俄宣传的新项目之时。 此前, SCL曾经在波罗的海诸国组织过宣传站, 把当地的政治问题归咎于俄罗斯。 事实上, 失业和其他影响经济的问题才应归咎于俄罗斯。 有关该项目的一份旧报告写道。 然而, 除此之外, 就在卢克石油向顿涅茨克的亲俄叛军提供经费的同时, SCL的国防部也开始采取反制措施, 收集人口数据, 进行分析, 为乌克兰政府制定一份数据驱动战略, 协助其实现收回顿涅茨克控制权的目标。 这个项目的初衷是侵蚀和削弱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 俄罗斯情报部门想来会因此把SCL视为重点目标。 而当时圈内人士都知道它在欧洲的行动借用的是卢克石油的名义。 实际上, 我们现在几乎可以确定, 尼克斯和我同这些卢克石油的高管会面时, 其实是在跟俄罗斯情报部门打交道。 他们或许是对我们这家同时也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军方工作的企业感兴趣, 想要多加了解。 那也可能是他们这么关注我们手里所掌握的美国数据的原因, 而尼克斯也许给他们留下了只要有人奉承就几乎什么都愿意说的印象。 当时尼克斯完全有可能不知道他在跟谁打交道, 正如我当时被蒙在鼓里那样。 俄方同我们之间的联系更令人忧心忡忡的地方在于, 他们并不需要黑进剑桥分析的系统才拿得到脸书数据。 尼克斯已经告诉他们可以在哪里获取这些数据了, 就在俄罗斯,科根那里。 这倒不是说科根早已知情, 但如果真要获取脸书数据, 方法简单地如同科根去俄罗斯开讲座期间, 获得他电脑里的键盘测录数据。 2018年, 英国当局查封剑桥分析的服务器之后, 英国信息委员会办公室发表声明, 说某些同调查相关的系统曾经被俄罗斯和独立国家联合体其他地区的IP地址访问过。 如今, 总结一下我在剑桥分析最后几个月发生的事情, 真是令人大开眼界。 我们的研究里插入了有关普京和俄罗斯的问题。 能够获取脸书数据的首席心理学家在圣彼得堡 还有一个接受俄罗斯资助的研究项目, 用俄语发表演讲, 描述剑桥分析怎样建设美国选民的心理画像数据库。 帕兰提尔的高管在我们的办公室里进进出出。 一家跟俄罗斯联邦安全局有关联的俄罗斯大企业刺探我们的美国数据资产。 尼克斯向俄罗斯人介绍我们散布假新闻和谣言的能力。 此外, 还有公司的内部备忘录概述剑桥分析正在跟俄罗斯前情报人员合作开发新的网络入侵能力。 班农担任公司副总裁之后的一年里, 剑桥分析开始部署一些战术, 诡异地预示了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期间将要发生的事情。 剑桥分析借助黑客获取对手的电子邮件。 内部文件表明, 有些黑客可能是俄罗斯人。 剑桥分析利用这些黑来的邮件暗中打击对手, 包括通力协作泄露对方候选人的健康信息。 接着, 这些窃取来的黑材料还同线上大规模散布的不实信息结合, 在社交媒体上进行定向传播。 下述事件的重合可能纯属偶然, 但许多担刚尼日利亚项目的员工也参与了剑桥分析的美国行动。 尼日利亚项目一年后, 布里塔尼·凯泽被任命为英国脱欧项目离开欧盟的运营总监。 萨姆·帕腾后来和保罗·马纳福特一起在特朗普竞选团队工作。 2018年, 特别检察官罗伯特·米勒起诉帕腾未曾登记自己的外国代理人身份, 帕腾后来认罪。 他的业务合作伙伴基利姆尼克也遭到起诉, 但因为人在俄罗斯而避开了这一起诉。 直到再后来, 帕腾同疑似俄罗斯情报人员的关系被曝光, 我才再次对这些关于弗拉基米尔、 普京和克里米亚的项目产生怀疑。 帕腾还主管俄勒冈州的研究项目, 其中有许多问题涉及受访者对俄罗斯外交政策及普京的领导力的态度。 俄罗斯为什么在意俄勒冈人对弗拉基米尔、普京的看法呢? 因为一旦剑桥分析, 根据俄勒冈州受访者的回答建立起了模型, 数据库就能识别出具有亲俄观点的美国人。 俄罗斯政府有自己的国内宣传渠道, 但它的全球战略之一是在别国培养亲俄群体。 如果你有意通过数字化手段传播你的叙事, 那么拿到一份更有可能支持你所在国家的世界观的人名录, 并向人民录里的人进行定向传播, 效果会比较好。 利用互联网进行宣传, 培养当地人的亲俄情绪, 是一种避开所有西方关于国家安全概念的优雅的做法。 在大多数西方国家里, 公民享有言论自由权, 包括同一敌对国宣传的权利。 这一权利成了网上宣传的神奇立场。 美国情报机构无法制止美国公民自由发表政治言论, 即便这个言论是由俄罗斯操控培养出来的。 情报部门只能采取先发制人的行动, 屏蔽美国社交网络上被武器化的叙事。 俄罗斯历来对美国的言论自由和民主制度嗤之以鼻。 在俄罗斯领导人看来, 美国的群众运动和抗议史无异于混乱和社会无序时, 美国法院以用民权准许同性婚姻不过是西方的堕落, 引领美国走向衰弱和道德滑坡。 莫斯科有人认为民权和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是美国政治体系里最明显的两个薄弱环节, 所以俄罗斯想承虚而入,黑掉美国的民主制度。 他们认为自己能成事,因为美国的民主制度本身就是有缺陷的。 俄罗斯人向具有类似俄罗斯世界观的美国公民进行定向传播, 传播的内容根据实际情况量身定制, 而那些美国受众会点开这些内容,点赞并转发, 从而一步一步地制造出社会混乱,创造出其自我实现的预言。 这些叙事通过一个言论自由受宪法保护的系统传播, 美国政府无法制止,脸书也没办法制止。 剑桥分析是否参与了俄罗斯在美国散布布什信息的活动。 没有人能给出确切答案, 而且也没有一把还在冒烟的枪能证明剑桥分析 就是在俄罗斯的协助和怂恿下兴冬作浪的罪魁祸首。 可是我一直讨厌还在冒烟的枪这种表达, 因为它在实际调查中毫无意义。 现实中的调查员会收集各种细节信息, 一个指纹,一份唾液样本,车胎印,一缕头发。 在剑桥分析这个案例中, 萨姆·帕腾先在乌克兰搞亲俄宣传站, 然后为剑桥分析工作。 剑桥分析测试美国人对弗达基米尔、普京的态度。 SCL因为效力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而成为俄罗斯情报工作的对象。 布里坦尼、凯泽曾经担任朱利安、 阿桑奇法律团队的顾问。 为剑桥分析收集脸书数据的首席心理学家 与四出访俄罗斯, 开展有关社交媒体画像的讲座, 其中有意讲题为 作为有效政治工具的新型传播方式。 剑桥分析的内部系统曾经被俄罗斯 和其他独立国家、联合体国家的IP地址访问过。 剑桥分析内部的备忘录提到俄罗斯情报机构。 还有亚历山大象卢克什游 介绍剑桥分析的美国数据集 和传播不实信息的能力。 我跟尼克斯吃午饭告诉他 我决意离职的时候, 他认为未来事态的发展尽在他的掌握中。 下次你见到我的时候, 他说,我会在白宫,而你一事无成。 事实表明,他的预言不算太离谱。 我下一次见到亚历山大、尼克斯的时候, 以我告诉他我要离职 已经过去了差不多四年。 他当时正在英国议会 接受议员们对他的谎言的质询。 我目睹他名誉扫地, 但他就是他, 似乎一点都没觉察到, 亦或他觉察到了, 但根本不在乎。 他看到我坐在旁听席上时, 只是朝我眨了眨眼睛。 第九章,反民主罪行。 因为从事过定向宣传, 所以我知道, 媒体上讨论的大部分内容都跟公投期间, 个人和团体实际看到的内容不一样。 2016年1月, 我决定接受以加拿大国会为据点的 自由党党团会议研究局LRB的邀约, 担任他的顾问。 那时候, 贾斯廷, 特鲁多在2015年10月领导自由党 取得联邦选举胜利之后, 刚刚阻隔不久。 特鲁多竞选纲领的一个主要主张, 是恢复在前任保守党执政期间 被废止的人口普查, 用数据影响政策决策, 重新为加拿大的社会项目注入活力。 就在他大选胜利后不久, 我从前为自由党工作时的一些同事 问我有没有兴趣为特鲁多的新研究 和情报团队工作, 重点研究技术和创新。 我这几年过得特别丧气, 先是在英国的联合政府 为自由民主党工作, 然后跑到剑桥分析, 因此迫切地需要做一些 对世界有益的事情。 这也就意味着接受这份邀约后 我应当返回加拿大, 不过我商定了一个安排, 除了重要会议, 我不必待在沃泰华。 我已经离开加拿大五年多了, 在那里没有多少朋友, 但是之前发生的事 给我留下的创伤还没痊愈, 所以我觉得回家安安静静地 休息一段时间 可能对自己有帮助。 回到沃泰华后, 我先去了研究局, 办理入职手续时, 前些年在国会建立 选民活化网络公司的记忆 如潮水般涌上心头。 就在这个地方, 我开始为反对党领导人工作, 当时的经历塑造了后来的我。 现在我又回来了, 为了结束我在青少年时期 开启的人生篇章。 沃泰华这个城市 跟我多年前离开时一样沉闷, 但是有伦敦的生活经验, 做对照, 它的单调就更突出了。 加拿大就是这样, 沃泰华比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 还要平淡无味, 它是各国首都里的建议可乐。 加拿大政府的政治研究机构 坐落于皇后街131号, 跟沃泰华的其他地方一样, 平淡无味, 分为介于太空站和炼鱼之间。 我串行于楼内无窗的大厅 和毫无点缀的米色房间之间, 沉浸在官僚主义美学中, 时不时路过的接待台上, 摆放着小小的蓝色鹰法双语标识, 提醒路人, 加拿大也说法语。 我的工作职责描述 预示着千篇一律的无聊, 基本技术设置, 民调建议, 社交媒体监控, 些许简单的机器学习工作 和创新政策研究。 没有什么吸引人的地方, 而且具有讽刺意味的事, 也没有什么创新之处。 不过我能接受, 因为我不必真的待在沃泰华。 我可以迅速逃离自由党党团 会议研究局在沃泰华的办公室, 在加拿大各地做项目, 从而保持头脑清醒。 与此同时, 英国保守党首相大卫, 卡梅伦宣布要对该国的未来 进行全民公投, 决定英国是继续留在欧盟 还是脱离欧盟自谋生路。 自从英国于1973年 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以来, 一欧派人士一直煽动着脱欧。 起初领导运动的是左翼, 当时许多工党政治家 和工会会员认为 联盟式的协议对他们的社会主义 梦想不利。 然而大部分英国国民 欣然接受了这个安排。 1975年的一次全民公投中, 约67%的英国人投票赞成 留在欧洲经济共同体里。 欧洲经济共同体演变成欧盟的时候, 英国左右翼大致达成一致, 认为欧盟成员国资格 对英国有利。 但到了20世纪90年代早期, 右翼的英国独立党 在抵制欧洲重点关注 事项的日益增长的情绪中 应远而生。 1997年, 前期货交议员 继英国独立党创始人 知一奈杰尔, 法拉奇将独立党党魁赶下台。 2006年, 法拉奇成为独立党领袖。 在他的领导下, 英国独立党开始在 白人工人阶层中 煽动反移民情绪, 在富裕的白人社区, 唤起对不列颠帝国 过去美好时光的怀念。 因为911恐怖袭击, 伊斯兰恐惧症 以及布什和布莱尔执政时期 发生的冲突, 整个世界位置改观。 随着有四人种难民的命运 升级成欧洲危机, 卡梅伦改变姿态, 安抚民族主义情绪, 西季留住右翼选民。 保守党制定了2017年年底前 举行全民公投的计划, 具体时间定在2016年6月23日。 英国全民公投的经费 多数来自公共财政。 在英国选举委员会 指定两个拉票宣传团队 分别代表正式的正反方后, 投票议题所对应的正反两方 均会得到同等数额的公共资金。 英国的选举法 也规定了适用于双方的 严格的支出上限, 确保没有任何一方因为经费 多于另一方而遭受不公。 事实上,这些措施类同于奥运会 为了保证比赛的公平性 所制定的反兴奋纪规则。 如果一方可以调用的资源 多于另一方, 那么该方的信息 就能够传播给更多的选民, 因此必须对资源进行管控, 以确保选举的公平性。 其他团体也可以进行宣传, 但他们不会受到 公共财政的支持, 而且他们之间 如果协同作战的话, 必须公布支出情况, 不得违背官方规定的额度。 政治家和竞选者 在2016年4月13日 之前可以指定脱离欧盟 和留在欧盟的官方宣传团队。 投票脱欧和离开欧盟 是主张脱欧阵营的 两大主要宣传团队。 英国留在欧盟会更强大 Britain Stronger in Europe 从一开始就是 留欧阵营的官方宣传团队, 还有一些专门的团队 也主张留欧, 例如科学家赞成欧盟 Scientists for EU 和保守派要求留欧 Conservatives Inn等。 投票脱欧的成员 多数是保守党, 也有少数移欧进步论者。 另外一个主张脱欧的竞选团队 离开欧盟 几乎就只关注移民这一个问题。 它的许多宣传人员 散布种族主义论调 和极右翼观点 以期激怒公众。 每个团队都有自己的定向 传播目标和意识形态战略。 此外,根据英国法律, 他们不得以任何方式合作。 英国选举委员会最终授予 投票脱欧和英国留在欧盟 会更强大这两个团队 官方宣传的资格, 但两大主要脱欧团体 利用不同的议题 触动潜在支持者, 这一战术在拉票方面 极为成功。 上过大学的城市居民 习惯了周围都是移民, 而且他们所供职的企业 受益于移民熟练的劳动技能, 所以他们不为右翼散步的恐慌 言论所动, 通常支持留在欧盟。 收入较低的英国人和居住在 乡间或旧式工业中心地区的人 更倾向于支持脱欧。 国家主权一直都是英国认同的 核心组成部分。 脱欧派认为欧盟成员国的资格 削弱了国家主权, 而支持留在欧盟的一方反驳说, 保持现状可以给英国带来 经济、贸易和国家安全方面的利益。 投票脱欧的公众宣传 由鲍利斯·约翰逊担任首席发言人。 这个人曾经担任过伦敦市长, 后来当上首相, 一直受到保守党人士的青睐, 在保守党选民中获得的支持率数一数二。 脱欧派的另一位领导人迈克尔·戈夫正好 同约翰逊相反。 他不像约翰逊那么浮夸, 更慎重, 受到支持自由市场的英国自由论者的偏爱。 他们的口号投票脱欧, 夺回控制权遭到刘欧派的嘲笑, 但其实该口号指向的并非欧盟本身。 它要吸引的是那些感觉无法掌控自己人生的选民, 他们的就业前景黯淡, 所说的教育让他们的生活比别人的生活 更容易受到经济不景气的影响, 英国社会也系统性地忽视他们。 成立于2015年的投票脱欧有两位创始人。 一位是英国议会的政治战略家多米尼克, 卡明斯, 另一位是建立过数个英国右翼游说团体的马修, 埃利奥特。 投票脱欧办公室里有些人证见不合, 但他们都团结在卡明斯的幕后领导下。 投票脱欧的总部设在泰晤士河畔 正对英国议会的威斯敏斯特大厦7楼, 而离开欧盟的总部则设在100多英里开外的布里斯托尔, 其所在的莱桑德大楼不看一个车水马龙的环岛。 同一栋办公楼里还铸扎着百万富翁阿伦, 班克斯经营的爱尔登保险公司Elden Insurance, 班克斯正是离开欧盟的联合创始人, 即主要出资人。 这一宣传团队从2015年夏天开始宣传, 同年10月跟剑桥分析合作。 一欧派人士, 知名右翼政治家奈坚尔, 法拉奇成为离开欧盟的名誉领袖。 在史蒂夫, 班农把班克斯和法拉奇介绍给美国亿万富翁罗伯特, 墨色之后, 剑桥分析筒离开欧盟签约, 用自己的算法和数字化目标定位为后者的脱欧宣传服务。 凯泽和班克斯共同召开新闻发布会, 正式启动离开欧盟。 会上还宣布, 布里坦尼, 凯泽将成为离开欧盟的新任运营总监。 就在我返回加拿大前不久, 我跟我在英国认识的几位政界人士一起喝酒, 其中一位是时任英国内政大臣特雷沙, 没特别顾问的保守派同性恋者斯蒂芬·帕金森。 他是脱离党人, 但是在政界禁营这么多年的经验告诉我, 一般来说, 跟不和自己属于同一个党态的人交朋友比较容易, 因为他们不会直接跟你竞争同一个职位, 而且也不太可能去试着欺骗你。 帕金森告诉我, 他刚刚向内政部请了假, 要去为新成立的脱欧宣传团队投票脱欧工作。 帕金森投身于此, 我并不惊讶。 我告诉他, 我认识的另外几个人说不定也愿意加入他的团队。 其中一个是叫达伦, 格兰姆斯的布莱顿大学的年轻学生。 我最初是通过自由民主党人认识达伦的, 然而自从2015年自由民主党在大选中惨败后, 党内爆发了内斗, 大家互相争夺领袖职位, 打破了达伦的幻想。 格兰姆斯决议脱离自由民主党, 问我可否引荐他给脱离党人, 于是我就把他介绍给了帕金森。 你可能从未听说过格兰姆斯, 但后来他无意间在英国脱欧公投投票脱欧团队取得的胜利中, 扮演了中心人物的角色。 在我离开伦敦前, 帕金森和我见过几次面, 因为他想听听我对数据分析的看法。 当时他没有告诉我这一点, 但是他知道剑桥分析的情况, 意识到剑桥分析的定向传播工具 对英国脱欧宣传的重要意义。 他说他要介绍我认识某个人, 他叫多米尼克·卡明斯。 一听到这个名字我就反感。 多米尼克·卡明斯不是色情片里的人名, 虽说听起来挺合适, 在联合政府的教育部里, 获得了马基亚为历史操盘手和极难对付的人物的名声。 时任首相的卡梅伦后来认为, 卡明斯是一个职业精神病人。 卡明斯没有辜负他的恶名, 一路前进, 成为英国历史上最严重的违反竞选财政法事件的背后主脑, 运用剑桥分析开发的一些技术来影响脱欧公投, 致使更多选票投给脱欧。 然而, 当时我并不知情, 等我听说时为时已晚, 那时候, 他就是一个刺投, 一个野心勃勃的保守党职员, 以激怒英国政治体系里的每一个人为乐。 帕金森、 卡明斯和我在投票脱欧未来总部的一间空荡荡的房间里坐下来, 讨论选民的目标定位。 当时整个楼层还在装修, 到处都覆盖着塑料膜。 不过, 因为大楼就沿着艾伯特陆地而建, 所以景观特别壮丽, 能看到泰晤士和对岸的英国议会。 卡明斯给我的第一印象是邋遢, 似乎刚刚从正在下沉的泰坦尼克号里爬上救生艇。 他头特别大, 头发乱蓬蓬的, 部分秃落的脑袋上杂乱无章的, 长着一缕缕细细的头发。 他看上去有点茫然, 或者说有点迷醉, 就好像解谜解了一半, 或者刚刚猛吸了一口上好的大麻烟卷, 我判断不出来。 说句公道话, 卡明斯是我在英国政界这个充斥着平庸之辈的击毙之所里, 遇到的少有的聪明人之一。 我欣赏这次跟卡明斯见面的地方在于, 我们没有讨论从政者通常所痴迷的话题。 卡明斯知道, 忙着追卡戴山一家的真人秀节目, 或访问成人网站PoinHub的人数, 多于观看英国广播公司新闻之夜播报当日政治丑闻的人数。 所以他谈的是身份、心理、历史, 还有人工智能。 后来他提到了罗伯特, 暮色创建的那家对冲基金, 唯一复兴科技公司。 卡明斯显然仔细研究过剑桥分析, 问了许多公司运作方面的问题。 他有意建立一个他所谓的政界帕兰提尔, 这个说法让我发抖, 因为尼克斯之前老是把他挂在嘴边。 我翻了个白眼, 心想又来了。 鉴于投票脱欧还没有建立选民登记册, 我告诉卡明斯, 我很怀疑他能否收集到跟剑桥分析相媲美的数据集。 我还告诉他, 史蒂夫、班农跟奈吉尔、法拉奇过从甚密, 所以剑桥分析很可能已经同他们脱欧宣传的竞争对手离开欧盟共事。 我们会灭后不久, 离开欧盟就正式宣布了同剑桥分析的合作关系, 这显然破坏了卡明斯的计划。 也是这次会面之后, 帕金森邀请盖特尔森和我去投票脱欧工作, 因为我已经同意为贾斯廷、特鲁多做项目, 所以我拒绝了。 盖特尔森一开始考虑过跟我一起去加拿大工作, 但后来还是决定留在伦敦为投票脱欧做事, 因为他觉得时机不成熟, 不适合迁居他国这么重大的人生转变。 出于礼貌, 我还是给卡明斯发了一封电子邮件, 简单介绍了怎样进行覆盖几千个选民的试点调查, 不过我估计他们在公投前这么短的时间框架内, 最多只能做到这一步。 嗯, 至少在合法的前提下, 只能做这么多。 就在我出发去沃泰华之前, 我另外一个在伦敦的叫沙米尔, 桑尼的朋友问我能否为他找一份试习。 他和我相识于伦敦的夜间玩乐场所, 此后一直通过脸书联系, 时不时地交流对政治、 时尚、 艺术、 火辣男孩和文化的想法与意见。 桑尼刚刚念完大学, 对政治感兴趣, 但是他没有这方面的人脉, 所以需要引荐。 我问他想加入什么组织, 他说党派不重要, 他最感兴趣的是积累经验, 我向刘欧和脱欧两方宣传团队的熟人都打听了一下, 只有一人给了回复斯蒂芬·帕金森。 帕金森问我想引荐谁, 我就把桑尼照片墙、 Instagram上的个人简介用短信发给了他。 帕金森显然爱及了桑尼精心展示的图片, 回复的短信只有两个字要的。 就这样, 桑尼加入了投票脱欧宣传团队, 后来成了英国脱欧的两名吹哨人之一。 主张脱欧的领导人知道, 如果只向传统的右翼脱欧支持者宣传的话, 他们将无法在公投中取胜, 所以投票脱欧把工作重点放在建立更为多元化的联合脱欧阵线上。 在英国政治中, 公投运动的独特性在于, 他们齐心协力, 尽力跨越党派门户之鉴, 因为公投选票上印的是一题, 不是党派名称。 没有人会在公投结束后赢得权利, 只有理念胜出, 由执政政府决定是否执行公投结果。 卡明斯和帕金森都明白, 赢得脱欧胜利的关键在于, 识别出公党选民和自由民主党选民, 还要识别出那些一般不参加投票的人, 并说服他们要么投票赞成脱欧, 要么保持中立。 为此, 主张脱欧的一方迫切需要获得自由民主党人、 绿党成员、 公党成员、 LGBTQ群体和移民的支持, 能争取到越多传统上部支持保守党的选民越好。 桑尼非常适合帮助他们完成这一使命。 赞成脱欧的一个最令人信服的 进步派观点其实相当简单, 那就是欧盟倾向于支持欧洲、 白人、 移民, 而非来自英联邦国家、 有色人种占多数的移民。 根据欧盟规则, 从法国、 意大利、 西班牙、 德国和奥地利等国流向英国的移民, 不需要签证, 就可以在英国工作和生活。 但是来自印度、 巴基斯坦、 尼日利亚或亚买加等国的移民, 却需要经历层层筛选和繁复的移民程序。 然而几百年来, 英国之所以能建立起庞大的帝国, 主要靠的就是使用整个英联邦的有色人种的劳动力, 征服他们的领土, 掠夺他们的资源, 任由他们在自己的国家挣扎求生, 为大英帝国创造财富, 从而支撑起帝国各大城市的繁荣。 两次世界大战期间, 英国的自由受到其他欧洲国家的威胁, 英联邦公民响应号召拿起武器为英国而战。 迄今为止, 几乎没有什么重量级的战争片向他们做出的牺牲致敬, 但事实上, 英国取得的许多伟大胜利都是印度、 加勒比海和非洲的士兵们抛头颅洒热血地来的。 不承想几十年后, 欧洲的经济情况看起来比那些脱离殖民统治不久的羽翼未封的国家好了, 英国就背弃那些国家, 对英联邦公民关闭自己的国境, 实施严苛的新移民规定。 与此同时, 英国开始几近不佳限制地接受欧洲公民的移居, 这些公民绝大多数为白人。 正是因为深切感受到了这种不公, 所以很多有色人种, 例如原籍为巴基斯坦的桑尼的朋友和家人, 跟欧盟亲近不起来, 他们吃过卡夫卡是移民制度的苦头, 这种制度需要他们证明自己的每一分价值, 所以他们知道那种感觉。 他们有切身体会, 目睹了这个, 通过盘剥他们的祖先富强起来的国家, 派出内政部名下的卡车, 在印度和巴基斯坦移民聚居的社区里来回行驶, 车身上印着大字警告, 如非法来此, 速速返回, 否则逮捕, 还有发短信, 回家给78,070。 与此同时, 一个德国人或者意大利人, 即便其祖父曾经射杀过 想应英国号召入伍的印度 或尼日利亚士兵, 也照样可以不经盘问地进入英国, 之后四下硬撇。 留欧阵营鼓吹支持移民, 以此捍卫欧盟地位, 而许多有色人种看到的 却是不言而喻的白人智商, 这个阵营支持的, 其实只是某些移民的权利。 对桑尼等人来说, 英国脱欧的癥结在于, 某些人群被边缘化, 以及英国没有妥善处理好 殖民主义所遗留的问题。 英国掠夺了殖民地长达数世纪, 现在却不让来自这些国家的移民 和有色人种入境, 而脱欧就是纠正这一错误的尝试。 正是因为识别出了 这股翻腾起伏的怨愤情绪, 脱欧运动才得以在某些移民社群 和要求移民回家的沙文主义, 脱欧分子之间促成诈一, 看不可能合作的联盟。 帕金森给了桑尼一份实习, 但不支付报酬。 桑尼于2016年春季 以志愿者的身份加入投票脱欧。 因为外联团队的规模很小, 所以他负责的事务 很快就成倍增加。 他的工作重点是少数族裔 和同性恋社群。 他访问贫困街区, 询问当地居民计划 投什么以及为什么。 桑尼第一天上班, 就注意到了一个身穿绿色夹克 和粉红色裤子的花花公子, 一副同性恋装扮的马克, 盖特尔森。 桑尼和盖特尔森 立马就相互开启了玩笑, 戏称自己违背保守派 白人男性包围的怪胎。 盖特尔森于2016年春季 以顾问的身份加入投票脱欧, 其机敏, 才智和对英国自由派人士的 米瑞洞希给员工 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他到任候选级, 着手为几个外联团队建立网站, 许多网站的品牌和名字 都是他想出来的, 绿叶,Green Leaves, 骄傲出柜,Bout and Proud, 诸如此类。 等到我在自由民主党工作时 结识的那个22岁的 时尚专业的学生达伦, 格兰姆斯加入团队后, 他俩就开始设想建立 投票脱欧的一个 升级版的分布, 名字就叫Believe。 那时候我已经回到加拿大, 不过我们都通过脸书 保持联系。 在为Believe设计品牌的过程中, 格兰姆斯用应用程序 Messenger把他的创意发给我看。 虽然我自己忙着为 沃泰华新上台的 自由党政府创建项目, 但考虑到他在自由民主党 吃过苦头, 我愿意帮他的忙。 他碰到的一个棘手问题是 挑选恰当的品牌标识色。 投票脱欧的官方颜色是红色, 所以他们需要其他的颜色。 我说, 为什么不用攀通的 年度流行色呢? 2016年攀通的年度流行色 是静蜜蓝和粉金。 达伦做了一个品牌标识模型, 我看了以后给他回了一条消息, 他看起来很有同性恋色彩, 而且很有千禧一代的特色, 一点法西斯意味都没有。 Believe试图吸引赞成脱欧的 选民的温柔一面, 强调诸如公平对待移民, 终结欧盟和非欧盟公民之间的 所谓护照歧视, 消除欧盟保护主义政策, 对非洲农民的不公正影响 和环境保护之类的议题。 帕金森要求桑尼把工作重心 从联络少数族裔转移到Believe之后, 桑尼和格兰姆斯, 两个20岁出头的实习生, 基本上就撑起了Believe, 投票脱欧的高级支援偶尔 给他们一些指点。 强烈反对移民的选票落袋后, 脱欧阵营只需要争取到 一小部分思想上更倾向于 自由派的选民就能获胜。 数据是向这些选民定向传播的关键。 然而, 投票脱欧没有他需要的数据, 又不能去找唯一可以提供 此类数据的剑桥分析, 因为后者已经与离开欧盟合作。 如果投票脱欧也找剑桥分析帮忙的话, 就会违反禁止宣传团队之间 互相协作的法律。 后来我得知, 他们聘请了另外一家公司, 但那家公司的起源同我刚去SCL工作, 刚开始组建技术团队的那段历史有交集。 那是2013年8月, 我正在招人。 我回想起自己在加拿大自由党的时光, 想起从我还在学校时就开始关心 我的导师杰夫·希尔维斯特。 这位受过训练的计算机软件工程师 在加拿大自由党内提倡全新的数据战略, 不过在这之前他就深谙企业数据系统。 他身材魁梧, 续着胡须, 让我想起电视剧公园与游戏 《Parks and Recreation》里的罗恩·斯旺森。 希尔维斯特一贯体贴周到, 但在政界经营多年后, 他也会讲冷笑话, 有点愤世嫉俗。 他住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维多利亚市的郊区, 周末担任当地一支童子军的队长, 帮着指导青年人。 在希尔维斯特手下实习的前几个月, 我协助他进行难民和政治避难申请的个案调查, 他向我证明我们确实能够改变他人的生活。 他是我认识的最高尚的人之一。 加入SCL后不久, 我给希尔维斯特写了邮件, 向他介绍公司的业务, 不仅介绍了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做的心理战项目, 还介绍了SCL怎样在非洲防治艾滋病。 他很快就回复了, 你们需要在加拿大建立一个办事处。 特利尼达项目成立后, 他的愿望成真了。 SCL需要找人建立并管理数据基础设施, 而希尔维斯特的资历恰好匹配。 希尔维斯特为此建立了一家名为AIQ的新公司, 挖来了加拿大的政界人士扎克, 马兴厄姆担任项目经理, 后者深安不列颠哥伦比亚省争斗不休的政治。 AIQ的注册地为加拿大, 全名为Aggregate IQ, 但他同SCL签订了知识产权协议, 授权SCL使用他的工作成果。 就像企业为了避税在全球各地注册实体一样, SCL和后续成立的建桥分析频繁利用, 以不同名字注册的离岸公司所构成的网络, 避开选举或数据保密监管机构的审查。 AIQ的总部设在温哥华岛维多利亚市潘多拉大道的移动砖器建筑里, 隔一个街区就是海边。 SCL和建桥分析的员工喜欢来这里, 跟纷扰繁杂的伦敦比, 这里风景优美,海风袭袭,令人放松。 随着AIQ的壮大, 公司招来了众多才华横溢的工程师, 形成一支多元化团队, 为SCL承接的项目工作。 AIQ同SCL签订的特利尼达项目的合同, 包括搭建采集脸书数据、 点击流数据和网络服务提供者发送日志所需的基础设施, 通过IP地址和用户代理确定用户的家庭住址, 让原本匿名的互联网浏览数据变得有名有姓。 SCL的业务逐步转到建桥分析的过程中, AIQ日建成为建桥分析后端的技术团队所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发展到一定阶段后, 建桥分析认为需要把自己构建的模型加载到一个可以进行社交媒体和数字广告定向传播的平台上。 这个平台被命名为李鹏平台, 由AIQ负责建设, 是建桥分析进行广告目标定位的平台。 柯根采集到脸书数据后传给AIQ, 然后AIQ把数据加载至李鹏平台。 用户可以在这个平台上根据数百个不同的心理测量 和行为因素对选民进行细分。 在2016年美国初选期间, AIQ的员工出差到美国南方的德克萨斯州, 在那里为参议员特德·克鲁兹的竞选团队增建数据基础设施。 布里塔尼、凯泽和萨姆·帕腾加入建桥分析, 接手尼日利亚项目后, 让AIQ负责发布建桥分析制作的选民压制和选民恐吓方面的宣传内容。 AIQ先把女性被活活烧死, 喉管割开的男人被自己的血腔词等视频上传好, 然后根据建桥分析提供的选民, 画像对特定地区和选民进行定向传播。 2015年, 当我获悉希尔维斯特在做这个项目时, 真的觉得匪夷所思, 我当年的导师根本就不是那种高高兴兴的传播酷刑视频的人呀。 多年以后, 我再次见到希尔维斯特, 向他问起尼日利亚项目。 除了因为不自在而发笑, 他毫无悔意。 不知道为什么, 他对自己创立的公司作为建桥分析的承包商, 给世界造成的混乱西安里德。 2016年6月16日下午, 一个叫桥, 科克斯的主张, 由在欧盟的工党国会议员步行前往位于西约克郡博斯托尔的图书馆, 准备参加每两周一次的选民见面会。 这些选民要么需要帮助, 要么想要提出议题。 然而, 就在科克斯刚踏上图书馆大门外的台阶时, 一个头戴棒球帽的男子朝他走过去, 举起一把短管信弹枪, 大喊一声, 英国优先。 然后近距离击中了他。 接着, 此人把41岁的科克斯拖到两辆停车的轿车之间, 连连举刀刺他, 还朝试图制止他的极度震惊的旁观者挥刀, 口中不停叫喊着英国优先。 我为英国而战。 最后, 他再次把枪上膛, 击中了科克斯的头部。 身为两名幼童母亲的科克斯倒在人行道上, 奄奄一息。 瞧, 科克斯遇刺案令英国举国震惊。 在英国, 枪支暴力远没有美国那么常见。 其他的议会议员聚集在议会广场上为他守灵, 哀悼者送来的鲜花组成了一座临时纪念碑。 杀手的身份不久之后就被查明了, 他是一名白人至上主义者和纳粹同情者, 只是为了进一步恶化黎欧和刘欧两大阵营支持者之间的紧张情绪。 为了平息这场风暴并哀悼科克斯, 黎欧和刘欧两大宣传团队同意暂停所有的宣传活动, 为期三天。 这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决定, 因为再过一周就要公投了。 但AIQ继续为投票脱欧秘密部署数字广告, 因为他们知道英国媒体无法判断他们是否还在照旧投放线上广告。 看来,有过在尼日利亚发布酷刑和杀戮视频的经验之后, 在全迷哀悼被害议员期间多投放一点数字宣传广告, 没什么了不得的。 这时候, 英国的政治环境十分动大。 支持刘欧和脱欧的议会议员, 多数支持刘欧都受到了生命威胁, 因种族而起的暴力事件骤声, 社交媒体上每天都吵得不可开交。 没有人能对英国的政治形势无动于衷, 继续冷眼旁观下去。 英国人民都被惊醒了, 而且愤怒了, 非常愤怒。 此时, 许多来自脱欧方的宣传, 除了面向有色人种和欧洲移民, 还针对政治家口中的都市精英。 投票脱欧逃避了责任, 但他们显然有意把种族迫害这个问题留给离开欧盟, 而后者则高高兴兴且充满自豪地从事起这份事业。 就在乔科克斯被害前几天, 离开欧盟的法拉奇, 启用了一张宣传海报, 上面有一大篷车棕色皮肤的移民, 他们的头顶上方写着断裂点。 有人认为, 这张海报类似于20世纪30年代的纳粹宣传, 当时海报上画的是成群结队的犹太人, 蜂拥进入欧洲的场景。 我在加拿大彭观剧情的展开, 告诉自己投票脱欧跟离开欧盟不一样, 因为我有很多朋友在投票脱欧上班。 法拉奇的宣传团队才是利用剑桥分析的种族主义团队, 我想投票脱欧不可能迎合那种说辞。 我想错了。 到了拉票宣传的最后几周, 投票脱欧分配到的700万英镑差不多花完了。 英国法律禁止, 他收受更多资金或同其他拉票团队合作, 但是卡明斯要继续花钱, 于是决定另辟蹊径。 投票脱欧的大部分广告费都用在了AIQ身上, 卡明斯非常欣赏AIQ数字化的目标定位能力。 AIQ能够瞄准特定选民, 吸引他们,激怒他们。 AIQ的许多定向传播目标以前不太参加投票, 所以即使民调显示刘欧派领先, 这表明的却是AIQ能吸引到一贯被传统的宣传团队和民调公司 排除在外的其他小众的选区。 然而,AIQ意识到, 如果要保持势头, 就得需要更多的钱, 花费会超过投票脱欧的法定支出上线, 而且这些更多的钱必须马上到位。 于是Believe项目成了关注的焦点。 截至那个时间点, Believe一直有投票脱欧办公室里的几个实习生运营, 完全依靠内部人员。 他没有发布过付费广告, 所有的创意内容都是桑尼和格兰姆斯在业余时间搞定的。 投票脱欧会提供一些指导, 也会为某些室友拨款给他们, 但金额很小, 都是100英镑100英镑的给。 差不多就在这个时候, 帕金森开始邀请桑尼去他家待几个小时, 因为他知道桑尼家在伯明汉。 他俩开始交往了。 桑尼大时候22岁, 尚未向家人坦承他的性取向。 他没有经验, 也很困惑, 不知道该怎么应对跟自己上司的亲密关系。 不过, 有这么一位在英国政府高层工作的资深政治顾问关心他, 指点他, 让他产生了一种敬畏之情。 帕金森会带他外出玩乐, 告诉他自己很满意他的工作成绩。 还说, 如果桑尼的表现一直这么出色的话, 将来可以从事这一情。 桑尼同意将两人的恋情保密。 选民也开始注意到, Believe的工作成果。 桑尼和格兰姆斯创作的一些内容被疯狂传播, 效果甚至比投票脱欧的付费广告还好。 Believe的图像内容专注于类似卫生棉条税这样的进步议题, 认为英国一旦脱欧, 不需要欧盟其他27个成员国的同意就能废除这么一个明显歧视女性的税项。 进步的, 唤起人们觉悟的, 主张社会正义的Believe这一优品牌看似有其明确的市场。 离6月23日公投还有几周, 负责投票脱欧外联的克里奥、 沃森、 安排格兰姆斯和桑尼同一个潜在捐赠人会面。 他俩在投票脱欧的总部见到了那个金主, 并向他简要介绍了他们发布的帖子的效力, 他们自力更生, 所做的宣传的效果在某些情况下好于投票脱欧的付费广告。 见面前, 格兰姆斯把演讲内容发给我, 征求我的意见, 问我应当如何优化脸书上的定向传播, 以及他应该需要多少预算。 我发消息给他, 知道他采用哪些测量指标, 怎么说服金主。 他们的演讲内容不错, 但那个金主最终还是决定不捐钱。 这个金主退出后, 投票脱欧的一位高级总监找到这两个年轻的实习生, 告诉他们已经找到了获得B6经费来源的新方法, 不过他俩得先签一些文件。 桑尼和格兰姆斯同投票脱欧的律师们见了面, 被要求作为一个独立的宣传团体并起炉灶, 开立自己的银行账户, 制定自己正式的章程。 投票脱欧的律师已经带领了新团体的章程, 叫两个实习生在文件上签名。 当时桑尼和格兰姆斯都没有意识到, 因为Believe同投票脱欧关系密切, 所以继续花钱是违法的。 声称Believe宣传团体独立于投票脱欧, 并且有自己的预算等同于让这两个年轻的实习生, 承担这个所谓的独立团体违反宣传经费法律的风险。 可没有人告知这两个实习生其中的风险, 而且他们一如既往地在投票脱欧的总部上班, 参加投票脱欧的活动, 还帮着分发传单。 一周后,格兰姆斯和桑尼被告知, 投票脱欧答应给他们的经费终于到位了, 而且金额超出他们的请求。 事实上,经费多出了几十万英镑。 投票脱欧开始安排把七十万英镑转给Believe, 这将成为投票脱欧整个拉票宣传活动中最大的一笔支出, 但是格兰姆斯和桑尼必须同意一个先决条件。 投票脱欧担心的是, 如果这两人名下的独立团队收到了这笔钱, 按照法律他们有权任意使用。 于是,投票脱欧告诉两个实习生, 其实,这笔钱不会转进他们新开设的银行账户, 而是直接转给AIQ,格兰姆斯和桑尼只需要在一达AIQ的发票上签字。 桑尼很失望, 问是不是至少能报销他的差旅费用和参费, 他是财务主管兼秘书。 然而,他投票脱欧的主管告诉他, 这不可能。 格兰姆斯和桑尼根本就不知道他们刚刚同意的是完全违法的行为。 他们信任投票脱欧的律师和顾问们, 可这些人却一再告诉他们一切正常。 这场骗局更恶劣的地方在于, 投票脱欧的律师们把两个实习生的名字写进了B-Liv的文件里, 导致事发后格兰姆斯不得不承担法律责任。 此种策略在英国竞选宣传, 比较龌龊的流派中不算罕见, 特别是脱离党中, 曾经有好几次被查获使用过这种手段, 自身的竞选顾问, 不想承担违反选举法的风险, 于是就找个没什么经验的人, 通常是某个殷切的年轻志愿者, 指定这人担任竞选的代理人, 让他为竞选承担法律责任。 这样一来, 如果任何违规行为暴露了, 替罪羊就是现成的, 而真正的违规者却毫发无损, 继续享受权力带给他们的快感, 把被遗弃的志愿者和他们破碎的人生抛在脑后。 全民公投的那天终于到了。 6月23日, 英格兰南部暴雨如注, 雨水延缓了匆忙赶去投票的伦敦人的脚步。 到了晚上, 泛滥的雨水导致火车站封战, 地铁停开。 投票脱欧团队的多数人, 包括格兰姆斯和桑尼, 一整天都在跑那些很可能支持脱欧的选区, 鼓励人们外出参加投票。 多福尔是英国人乘船或乘火车通往欧洲的门户, 也是英国人进入英吉利海峡前的终点站。 志愿者们冒着暴雨花了数小时在多福尔挨家挨户的拉票, 又一小爆太阳爆的头版, 只有一行耳熟能详的黑体字, 英国离开, Believe I am Britain。 直到公投当晚我才得知, AITU参与了脱欧宣传, 一位帕金森用手机给我发了一张, 他和马兴厄姆在投票脱欧总部拍的合照, 两人在起雾的窗户前咧着嘴笑, 背后是一会延绵的轮廓线。 怪异的是, 虽然返回加拿大之后, 我见过希尔维斯特几次, 跟他说过话, 但他从来没有提起过AITU同脱欧宣传的关联。 根据后来披露的各个宣传团队的经费支出表, AITU拿走了投票脱欧40%的预算, 还从Believe等其他赞成脱欧的宣传团队那里, 拿走了几十万英镑。 这下我明白, 卡明斯是怎么绕过剑桥分析, 早已同离开欧盟合作的这个事实了, 他用了剑桥分析在别国注册, 名字无人知晓的一家子公司。 AITU拥有剑桥分析的基础设施, 处理它的所有数据, 而且可以执行跟它一模一样的功能, 只是没有贴上剑桥分析的标签。 投票脱欧否认其拥有剑桥分析收集的 脸书数据的访问权限。 当时没人愿意告诉我, 因为人人都知道我跟剑桥分析不欢而散, 还有许多前同事也是如此。 希尔维斯特和马兴厄姆之所以选择密而不宣, 是因为这是他们最盛大的政治表演。 希尔维斯特可以非常自在地跟人谈论他们 在非洲或加勒比海地区做得尚不得台面的事情, 但是脱欧不行。 因为从事过定向宣传, 所以我知道媒体上讨论的大部分内容都跟公投期间 个人和团体实际看到的内容不一样。 我几乎立即就意识到英国正在发生极其险恶的事情。 即便如此, 还是有72.2%的选民参与了投票。 赞成留欧和赞成脱欧的选票数量连续几小时都处于胶着状态, 但最终脱欧派因为获得了51.89%的选票而成为赢家。 我当时并不知道投票脱欧已经任命托马斯, 伯里克为宣传团队的首席技术官。 在加入投票脱欧前, 伯里克和亚历山大、尼克斯以及SCL一起在加勒比海的几个岛国 开展过一些数据采集项目。 不过, 没有证据表明伯里克参加了SCL在该地区的非法活动。 公投后, 伯里克披露说投票脱欧和EIQ在公投前几周 共向目标选民宣传了100多个广告, 并配以1433条不同的信息。 卡明斯后来透露, 这些广告被观看了超过16.9亿人次, 但此次定向传播的目标选民只有几百万而已。 这样一来, 这些目标选民的新闻推送就被投票脱欧操控了。 英国人民是EIQ部署的大规模信息站的目标, 而留欧阵营的问题在于他们完全不了解对手的力量。 正如剑桥分析所察觉的那样, 被激怒的人不需要太多全面的理性解释, 并且更倾向于不由分说地惩罚他人。 剑桥分析发现, 这种愤怒不仅让目标选民听不进托欧会影响经济的说辞, 甚至还会导致某些人宁可经济不好, 也要让都市自由派、移民等外群体吃苦头。 实际上, 这些人的投票就是他们的一种惩罚方式。 事实证明, 用这种方法对抗流欧派的恐惧项目是有效的。 这个项目试图将选民的注意力集中在退出欧盟可能产生的灾难性的经济风险上。 简而言之, 让愤怒的人害怕要困难得多。 愤怒导致的情感片插掉胡了人们对负面结果的估计, 所以人一生气就容易鲁莽。 这一点不仅适用于投票, 还能解释酒吧斗欧。 如果你参与过酒吧斗欧, 你就知道, 如果想让你的对手在冲动前三思, 那么能想象到的最不能做的事情就是大声威胁它。 你越威胁, 它就越冲动。 流欧派将注意力集中在经济上, 但他们还忽视了一点, 那就是宣传前先问问大家对经济的看法。 剑桥分析发现, 许多不住在城里的英国人和较低社会经济阶层的人, 往往将经济这个概念外化为 只有富人和大城市的居民参与的活动。 经济不是他们在当地的某个商店里所打的那份工, 经济是银行家做的事情。 所以, 有些群体觉得经济风险, 甚至贸易战让他们自在。 在他们看来, 后者引发的混乱只会影响到在经济里上班的人。 而且, 他们听到的经济论调越是有说服力, 他们就越坚信自己, 实际上听到了担心财富流失的胆小, 精英们的哀嚎。 他们因此感到自己有力量, 并且想要运用这种力量。 脱欧派胜出后, 全英乃至全世界都是一阵目瞪口呆, 惊慌失措。 大卫, 卡梅伦申请抑郁地在唐宁街10号门口发表讲话, 表示他将在10月份辞去首项职务。 欧元和英镑大跌, 全球股市下限。 要求重新公投的请愿书开始流传, 公投结果出来后, 72小时内就有350多万人在上面签字。 美国人的反应以惊讶和困惑为主。 权威人士开始分析英国脱欧对美国人的影响, 奥巴马总统则采取保持冷静, 继续前行的态度, 向所有人保证有一点不会改变, 那就是我们两国之间的特殊关系。 当时, 很可能会被共和党提名竞选总统的唐纳德, 克朗普正好在苏格兰他自己名下的坦伯利高尔夫度假村巡视。 他说, 脱欧派取得胜利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 选民们夺回了他们自己的国家。 人们想夺回他们自己的国家, 他们要独立。 克朗普说, 人们很生气, 全世界的人都在生气, 他们因为边境生气, 他们因为莫名其妙的人进入他们的国家, 拿走一切生气。 他们对很多很多事情生气, 世人那时候还不知道英国脱欧其实是个犯罪现场, 英国是班农多年前发动的战事的第一个牺牲体。 英国脱欧运动中, 那些所谓的爱国者大声几呼, 要从远在天边的欧盟的魔爪下拯救英国的法律和主权, 却用无视英国法律的手段夺得公投胜利。 为此, 他们找了很多同剑桥分析有关联, 注册在英国以外, 受外国管辖的公司为他们效力, 避开负责保护我们民主制度, 完整性的机构的监察。 英国脱欧大崩溃中, 浮现出一个清晰可见的模式, 这个模式将在美国重现, 先前不为人知的外国实体, 开始通过部署大量来源不明的数据集, 来影响国内选举。 因为社交媒体公司, 对在他们平台上投放宣传广告不加审查, 所以没有人会时刻警惕并制止敌对实体波洒混乱的种子, 瓦解我们的民主制度。 第十章, 飞黄腾达。 英国脱欧迫在眉睫, 特朗普的声势日益壮大, 我意识到自己该发生了。 我不打算撒谎, 但这绝对是我接过的比较诡异的一个案子。 我的律师说, 当时我们坐在他伦敦的办公室里, 阅读一封建桥分析于2015年6月发来的诉讼前律师函, 该函错误地指责我试图建立一家同建桥分析竞争的公司, 帮助特朗普刚刚起步的总统竞选团队。 几个月前, 也就是2015年春季, 唐纳德·特朗普首次闯入我的生活。 那时, 马克·布洛克打电话来邀请我去工作, 工作内容跟剑桥分析一点都不一样, 这让我精神一振。 布洛克解释说, 特朗普集团需要找人做市场研究, 要么是为了特朗普的真人秀节目《飞黄腾达》的Apprentice, 要么是为了他名下的各大赌场。 布洛克还打电话给朱西卡斯和盖特尔森, 当时两人都还在伦敦。 我们仨商量之后, 同意跟特朗普集团的高管接触一下。 在跟特朗普集团的电话交流中, 我们得知飞黄腾达的收视率下降, 入住特朗普酒店和出没特朗普赌场的客人也比以前少了。 网络赌博已经问世, 而特朗普名下的各项经营完全依赖唐大德、 特朗普性感、精明的亿万富翁这一公众形象。 他的团队似乎开始意识到旧式的赌场体系和一名年龄健长, 皮肤成黄的三线明星无法在潜在新客户的心目中唤起性感好玩的感觉。 特朗普品牌在走下坡路, 公司需要想办法摆脱颓势。 然而,令人泄气的是, 特朗普集团的人说不清楚究竟想让我们做什么, 高管们甚至不确定我们能否帮上忙, 怎么帮忙。 我起了疑心, 觉得他们只不过想弄到点免费意见。 大约一个月后, 他们提议开个会, 我拒绝了, 觉得让朱西卡斯和盖特尔森从特朗普大厦发回报告就够了。 会议地点是特朗普大厦内的一家餐厅, 谈话从电话交流里的含糊之处开始。 我们能否运用数据改善特朗普及其名下产品的形象来复新特朗普品牌? 如果能的话, 定向传播对象是谁? 盖特尔森笑着给我打电话, 告诉我会议内容。 你不会相信的。 他说, 特朗普计划竞选总统。 运会人员中有一人名叫科里·莱万多夫斯基, 他自称是特朗普的竞选经理, 并向盖特尔森和朱西卡斯保证特朗普竞选总统一事是认真的。 他邀请我们加入竞选团队, 出于若干原因, 这个邀约我一点都不想接受。 其一, 这是政治竞选, 而我退出剑桥分析并离开伦敦, 就是为了远离政治。 其二, 特朗普看起来很可笑, 参加竞选不太可能会成功。 其三, 他以共和党人的身份竞选, 而我不愿意再为右翼政客代劳龌龊之事。 研究怎么提高真人秀节目的收视率和帮助一个共和党人竞选总统完全是两码事。 盖特尔森同意我的观点, 不过朱西卡斯不怎么赞同, 不久之后他就担任了共和党竞选宣传的顾问。 我们以为特朗普这段插曲已经到此结束。 但几周后, 在2015年6月5日那天, 我们得知剑桥分析起诉了盖特尔森、 朱西卡斯和我。 他们声称我们违反了跟剑桥分析签订的保密协议中的禁业禁止条款。 根据他们的指控, 我们招插了剑桥分析的客户之一唐大德·特朗图。 告知我们此次诉讼的韩剑给了我们两周时间做出回应, 所以即便对方的指控明显站不住脚, 我还是决定聘请律师尽快把他解决掉。 律师同我第一次见面时很困惑, 想象一下我们当时的谈话有多诡异。 那时候剑桥分析或者史蒂夫, 班农还远远没有家喻户晓。 有那么一家心理战公司, 我告诉他们, 他被美国共和党的一个亿万富翁收购了。 我死之后, 有人邀请我去跟唐大德·特朗普谈谈, 就是飞黄腾达里的那个家伙, 你们知道吧? 显然他打算竞选总统, 而且他秘密地成了这家公司的客户。 所以他们现在起诉我。 那时候, 剑桥分析已经像疾病一样, 传遍了整个共和党, 为竞选众议员和参议员的知名候选人做咨询, 承担右翼利益集团委托的文化现象的研究, 如美国年轻人当中的尚武精神等。 从表面上看, 剑桥分析极其成功。 但在幕后, 这家公司欺骗了整个共和党, 尤其是墨色家族。 我觉得这桩诉讼真正揭露的是, 剑桥分析一边为墨色家族看好的总统候选人, 特德·克鲁兹服务一边又偷偷地替特朗普效劳。 班农的打算不但跟墨色家族的不一样, 而且他还鄙视克鲁兹, 无意支持他。 我跟律师解释说, 我根本就没有为特朗普工作。 律师的回答大致是这样的, 好, 别担心。 律所城添发这种口气严厉的警告函, 但一般情况下不会再有后续行动, 这可能是他们负责人的安全感不够。 我们能处理好。 然而, 这是没那么好解决。 事实上, 剑桥分析摆明了要一直纠缠下去, 让我不断花钱, 不得安心, 直到屈服。 我提出我可以签署一份文件, 声明我不会再为任何共和党人服务, 但剑桥分析不同意。 他们要我不再从事数据工作, 这显然不可能。 我们之间的拉锯战持续了好几个月, 事态变得越来越怪异。 在这场法律纠纷中, 我发现盖特尔森和我离职后, 剑桥分析捏造了两个假员工, 一个叫克里斯, 杨, 一个叫马克, 内特尔斯在公司网站上 以及同客户打交道的过程中使用。 最终, 我同意签一份保密契约, 其实就是一份超级保密协议, 声明我再也不会讨论 自己在剑桥分析的所见所为。 那时候我可不知道, 我这个未来吹哨人的第一个陷阱 已经挖好了。 我回到加拿大维特鲁多的研究团队工作, 每天大多数时候都是在开电话会议 或者面对面会议。 总体而言, 我喜欢这份工作的稳定性, 也喜欢这个没有敌意的温暖的环境。 让我特别高兴的是, 这里的老板不会拼命地 从心理上虐待他的员工。 2016年3月, 加拿大政府的一位高官打电话给我, 要求我做一份简报, 简报的内容有点超出我的工作职责。 他想听听我对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的美国共和党初选的解读, 特别是为什么唐纳德, 特朗普的民调支持率会猛增。 在3月1日超级星期二的共和党的初选中, 特朗普拿下了11个州里的7个州, 而且全美上下有成千上万的支持者参加他的竞选机会, 为他尖叫捧场。 看起来, 特朗普的表现越是蛮横, 他的民调支持率提高的就越快。 在3月3日举行的总统竞选辩论上, 他跟佛罗里达州参议员马尔科·鲁比奥吵了起来, 甚至扯出了自己洋具的大小。 特朗普吹嘘说, 我向你保证我这方面没问题。 两周后, 特朗普在一天之内又拿下了六个州中的四个州, 而鲁比奥退出了竞选。 特鲁多手下的人不担心, 还没担心, 但是他们很好奇, 因为这位从真人秀明星转型的候选人给他们荒谬怪诞的感觉。 为什么他的支持率这么高? 美国人在想什么? 他们跟许多加拿大人一样, 乐于看着不够开化的邻居的表现, 一边发笑一边自得地摇头。 加拿大人不太容易理解民粹主义, 因为加拿大和英美两国不同, 从来都没有过鲁珀特·莫多克名下的媒体。 加拿大既没有福克斯新闻台, 也没有太阳宝。 由于加拿大的银行体系比较有风险意识, 所以这个国家没有爆发过住房危机或金融危机。 而且, 加拿大还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里的一类, 爱国主义和移民支持在这里承证相关性。 所以, 我翻来覆去地给满是困惑的加拿大人解释, 因为他们搞不明白英国怎么会脱欧, 也搞不明白特朗普怎么会受欢迎。 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间, 加拿大总理皮埃尔特·鲁多说过, 生活在离美国这么近的地方, 如同跟大象共眠, 无论这头野兽有多友善, 脾气有多好, 只要他一抽搐, 一哼声, 我们就会受影响。 即使特朗普未来落败, 当时很少有人料到他会赢, 他在国际贸易上的立场, 也已经引发了涟漪。 特朗普憎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他的言论惹恼了那些同加拿大有紧密贸易关系的美国诸州的选民。 这些选民怕的不是特朗普会赢, 而是他参选的时间越长, 他的反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豪言壮语, 就越可能影响到这些州的州长和立法过程, 从而影响全国上下对国际贸易的看法。 当时, 剑桥分析这一传奇还没有在公众的意识里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 但我的加拿大同事们都知道, 我在剑桥分析的研究成果最后被用在了美国的某些竞选战里。 随着特朗普不断地攻城掠地, 他们的好奇心越来越重。 我向他们描述了剑桥分析的选民操控战术, 这家公司怎么识别出有神经质或阴谋论倾向的人, 然后向他们定向传播精心设计的宣传, 以期加深和强化这些特质。 我还解释了剑桥分析从脸书获得用户数据后, 怎么能做到在某些情况下对用户行为的预测, 甚至比该用户的配偶还准确。 而剑桥分析又怎样利用这些信息来让共和党人士变得更加激进。 所以, 一方面特朗普显然触动了一定比例的美国选民的神经, 另一方面剑桥分析也在幕后忙活着把他的竞选活动推到另外一个层面。 他们瞄准了一般不投票给共和党人或者根本不参加投票的人群, 借此扩大选区。 同时, 他们孜孜不倦地致力于选民压制, 下大力气让非裔美国人和其他少数族裔对投票望而却步。 为此, 他们采用的手段之一是兜售左翼所宣扬的有关社会正义的言辞, 把希拉里、 克林顿描绘成白人至上主义的宣传者, 而他们自己就在为白人至上主义者打工。 他们的目标是影响思想上较为左倾的人群, 让这些人把选票投给吉尔、 斯坦那样的第三党候选人。 我是在遭到剑桥分析的起诉后, 才开始关注特朗普这位候选人的, 因为就是在那个时候, 我才知道剑桥分析为他工作。 起初他的竞选工作一团糟, 但接下来他开始重复剑墙和抽干沼泽这样的短语, 然后他的民调支持率就上去了。 我打电话给盖特尔森说, 呃, 这听上去很诡异, 你不觉得这项就是重演吗? 一位剑桥分析在特朗普宣布 参选前恰好测试过这些短语, 还把他们写进了给班农的报告里。 也就是说, 在整个2016年春季, 就在剑桥分析表面上为特德, 克鲁兹工作的那段时间里, 剑桥分析的研究成果似乎眨眨眼, 长了脚跑到特朗普那里去了。 初选还在进行, 很明显, 特朗普的迎面越来越大, 沃泰华人的态度开始从他疯了, 哈哈, 转变成他疯了, 而且有可能当上跟我们共眠的那头大象的总统。 英国脱欧迫在眉睫, 特朗普的声势日益壮大, 我意识到自己该发生了。 我决定联系几位在硅谷工作的朋友, 其中一位, 我就叫他, 希拉吧, 认识技术神童马克, 安德森和他人共同创建的风险投资公司安德森, 霍洛威茨里的某个人。 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 安德森和埃里克·比纳一起开发了马赛克、 Mosaic网络浏览器, 颠覆了人们的上网方式。 马赛克后来发展为网警、 Netscape公司, 机身第一批取得巨大成功的互联网企业之列, 于1995年首次公开募股。 此后, 安德森投资了Sky, 推特, 团购网站高朋网, Groupon, 社交游戏服务提供商星家, Zingar和脸书等公司, 赚了几亿美元。 他还担任脸书的董事。 2016年春天, 我飞到旧金山, 向相关人士概述我在剑桥分析的所见所闻。 希拉安排我去门洛帕克沙丘路上的安德森, 霍洛威茨公司开会。 这栋楼从外面看, 就像高档一点的郊区牙医诊所, 但一进到楼里, 刚穿过一个相当平庸的大厅, 就看到挂满了古怪又昂贵的艺术品的墙面。 我在会议室里, 见到了安德森公司的员工, 向他们介绍了剑桥分析, 告诉他们剑桥分析盗用了数百万脸书用户的资料, 还蓄意利用这些资料去干预选举。 各位, 你们为脸书的大股东兼董事工作, 我说脸书应当知晓这一切。 他们告诉我, 他们会去调查。 到底有没有调查, 我不知道。 脸书的一个董事显然正在处理这件事, 之后我就去了旧金山的教会区参加一个派对, 脸书的一个副总裁有可能会到场。 结果, 这场派对上来了好多脸书员工, 全是标准的硅谷人打扮, 贴身的灰色T恤, 而且要是不听完关于生酮饮食, 饮用silent带餐, 以及食物被高估的原因, 你就很难结束谈话。 介绍我的人说我来自剑桥分析, 于是我很快就成了万众瞩目的焦点, 因为他们已经听说过这家公司的很多传闻。 他们似乎都知道剑桥分析。 我事后才发现, 早在2015年9月, 脸书员工就在内部讨论过剑桥分析, 还要求对其潜在的非法搜集数据的行为进行调查。 2015年12月, 员工们重申了他们的调查要求, 后来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起诉脸书的诉状里, 引用了这些员工的话。 他们认为剑桥分析是一家至少可以说有问题的数据建模公司, 深入渗透了我们的市场。 然而, 在派对上向我发问的脸书员工, 感兴趣的明显不是剑桥分析危机的民主, 而是剑桥分析的成功秘籍。 连脸书的那个副总裁也没表现出多大的忧虑。 如果我不喜欢剑桥分析, 他说那我就办一家公司跟他竞争, 就像想因优步的宣传成立来扶车LIFT一样。 一家完全有实力采取有意义行动的企业的高管竟然提出这样的建议, 我觉得这有被常理, 更别说不负责任了。 不过我很快就意识到, 硅谷就是这样运转的。 如果遇到任何问题, 即便是危急竞选诚信这样严重的问题, 他们的第一反应不是我们怎么来解决它, 而是我们怎么用它来挣钱。 除了商机, 他们眼里什么都看不到。 我的时间白白浪费掉了。 我后来参加的美国监管机构展开的调查判定, 至少有30个脸书员工知晓进桥分析, 但是在我向公众揭露真相前, 脸书没有采取任何措施, 以向监管机构报告这一切。 之后, 安德森、霍洛威斯公司的员工, 邀请我加入一个非公开的脸书群聊, 群名叫做未来世界。 硅谷各大企业的高管, 在群里讨论技术行业所面临的问题, 包括我提出的问题。 安德森也开始跟其他的硅谷高管, 聊到他们的平台可能遭到了滥用。 他请若干硅谷名人到他家边吃晚饭边聊天。 这个吃饭群被他们叫做军政府, 夺权后统治国家的权威式团体。 要是我们的通信引起了官方的关注, 一名群成员在给安德森的电子邮件里写道, 而其原因是, 他们的监测算法捕捉到了我们对军政府一词的讽刺运用, 那一定让人啼笑皆非。 2016年初下, 俄罗斯叙事开始沸腾起来。 6月中旬, 黑客组织Guccifer 2.0 泄露了一批从民主党全国委员会那里窃取来的文件。 一周后, 就在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前三天, 维基解密公布了数万份黑莱的电子邮件, 导致博尼、桑德斯和希拉里, 克林顿与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主席代比, 沃瑟曼、舒尔茨决裂, 舒尔茨立刻辞职。 当然了, 尼克斯也终于开始在利贝卡、 默瑟的命令下四处打听希拉里、 克林顿的电子邮件, 最后向维基解密提议, 由剑桥分析来协助传播黑莱的材料。 这件事, 我是从一个还在剑桥分析上班, 认为一切正在失控的前同事那里获悉的。 就在民主党人试图将他们的全国代表大会拉回正轨之时, 唐纳德、特朗普又朝该党扔了一颗隐喻式手榴弹。 在7月27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 他随口邀请俄罗斯继续干预竞选。 俄罗斯, 如果你再听, 他咆哮道, 我希望你能找回消失的那三万份电子邮件。 他指的是希拉里, 克林顿因为使用私人电子邮件服务器遭调查, 删除, 而不是交给调查员的那些他认为具有个人性质的电子邮件。 从夏天到秋天, 克朗普和普京相互吹捧, 而我开始回想当年自己, 还在剑桥分析时注意到的公司, 同俄罗斯的奇特关联。 科根和圣彼得堡的联系, 跟卢克石油高管开的会, 萨姆、帕腾吹嘘自己为俄罗斯政府工作, 提到俄罗斯情报部门的剑桥分析的内部备忘录, 那些莫名其妙地插进我们研究里的有关途径的提问, 甚至还有凯泽跟朱利安、阿桑奇和维基解密的明显的联系。 当时, 我以为这些都是怪异但相互独立的事件, 不过现在看来, 似乎并非如此。 7月19日, 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提名特朗普为总统候选人。 如果我的直觉没错的话, 剑桥分析不仅运用我开发的数据工具操控美国选民支持特朗普, 还可能或有意或无意地跟俄罗斯人合作影响竞选结果。 既然我已经跳出剑桥分析这座山, 站在山外面看它, 那我就好比有透视眼。 我知道这家公司愿意堕落到怎样的深渊, 知道它的内核毫无道德可言。 我觉得恶心。 我知道我得告诉别人, 拉响警报。 我去找特鲁多政府里的某个人, 就叫他艾伦巴, 跟他说了我的忧虑。 我描述了俄罗斯危机解密和剑桥分析之间盘根错节的关系。 我告诉他我开始相信剑桥分析是俄罗斯计划的一部分, 并建议把细节分享给美国政府里的人。 我们无意越界, 而且我们希望尊重美国选举。 我们担心, 即便我们只是想警告美国注意潜在的安全威胁, 特别是来自俄罗斯的威胁, 这个警告本身就有可能被误读为外国人士试图干预选举, 而我们绝对没有这个意思。 我们最终确定了一个替代方案, 去伯克利参加一个以数据和民主为主题的研讨会。 我们知道白宫的几名官员也将与会, 打算找机会跟他们私下聊聊。 我还和另一个人充分交流了所有这一切, 这个人就是奥巴马的前目标定位经理肯斯特拉斯玛。 此前,我在纽约见过斯特拉斯玛, 跟他讲了剑桥分析的数据目标定位。 因为他的公司在2016年选举期间, 刚刚为伯尼·桑德斯提供过威目标定位服务, 所以他自然是很感兴趣。 7月末, 希拉里·克林顿获得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提名后, 斯特拉斯玛打电话给我说, 既然我们已经输了, 我准备看看能不能跟希拉里的数据团队谈谈。 他问我愿不愿意跟对方会面, 简述我对特朗普竞选团队的怀疑。 当然愿意, 我告诉他。 不幸的是, 我们一直没能联系上克林顿的团队。 8月, 我和贾斯廷、 克鲁多办公室的几个顾问一起去伯克利开研讨会。 我们计划只在那里待几天, 所以我请另外一个硅谷的朋友替我们安排一些会面,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同白宫幕僚会面。 我就叫这个朋友克兰尼吧。 我知道跟白宫官员见面的时间不会长, 也就是说我们只有一次机会, 让对方明白我们的想法。 考虑到我的听众可能不熟悉剑桥分析, 听不太懂我们说的事情, 也无法理解其重要性。 所以我请克兰尼为我们找一个隐秘的地点, 我们可以先在那扎好银, 为会面做好准备。 你想要多隐秘。 他回复说, 我可以帮你找到一个连手机信号都没有的地方。 有点过了, 但是也行。 我笑道, 他给了我们一个地址。 第二天下午, 我们根据GPS的指引开车前往那个地址, 结果到了一个造船厂, 克兰尼正在那里等我们。 他带我们走过一个仓库, 下了一个船物。 好诡异, 而且越来越诡异, 因为我们得在巨大的搬海豹之间小心落足。 穿过海豹群之后, 我们来到一条135英尺。 克兰尼找到了我们能想象的最安全的环境, 一艘黑客船。 它停泊在旧金山附近, 船上驻扎着少数从事创业和其他不明技术活动的编码员。 究竟是什么技术活动, 我们没问。 鉴于当时的情境, 不问才是明智之举。 此次伯克利之行, 这艘船就是我们的大本营。 第二天, 我们来到研讨会现场, 为我们的非官方会晤做安排。 艾伦特别急切地向我们强调, 这次谈话, 我们代表的是个人, 而菲特鲁多政府。 这次会晤将把不代表加拿大政府的加拿大政府雇员, 介绍给不代表白宫的白宫幕僚。 会晤的主题, 是美国选举和剑桥分析卷入的共和党活动, 包括剑桥分析庞大的监控数据库, 以及它同外国情报机构之间的可能联系。 白宫来的某人询问我们是否可以到外面去谈, 因为他们全天都幽闭在研讨会会场里。 于是, 就出现了下面这个相当怪诞的画面, 一群政府的高级顾问, 几座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附近的一张野餐桌旁, 讨论剑桥分析和俄罗斯政府对美国总统大选的干预, 吸大麻, 背双肩包的学生, 不时从我们身边漫步而过。 我直奔主题, 警告美国人剑桥分析, 可能参与了俄罗斯对美国大选的干预。 我们知道特朗普竞选团队里, 有人跟外国情报机构有联系, 我说, 他们已经建立了一个庞大的社交媒体数据库, 而且正在针对美国选民进行部署。 我详细说明了剑桥分析跟俄罗斯的关系, 描述了尼克斯给卢克石油做的介绍。 我告诉他们, 该公司会削弱人们对选举流程的信心。 他们的反应是, 无聊到打哈欠。 其中一个美国人说他们做不了什么, 因为他被指责利用联邦政府的名义影响选举。 我清楚记得他用了波动表盘这个说法。 奥巴马政府的这群人似乎非常在意, 避免败坏在他们看来希拉里, 克林顿必胜这件事的名声。 现在看起来很荒谬, 但当时的谣传是这样的, 特朗普竞选总统注定会失败。 其后, 他打算创建特朗普电视台, 同福克斯新闻台竞争。 谣传还说, 他声称此次选举受到了操控, 要么是暗示势力影响了选举结果, 要么是希拉里, 克林顿作弊, 要么两者坚而有之。 奥巴马政府担心特朗普会寻找一切可抨击的是由来质疑选举结果的合法性, 所以不愿意给他留下任何实质性的把柄供他抱怨。 白宫的人跟我说起特朗普电视台的时候, 我觉得挺有道理的。 我想, 他们应该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再说了, 毕竟这一切都发生在他们的国家里, 不是我的。 我们握手告别。 他们的反应并非罕见。 2016年年初, 脸书的高管察觉到俄罗斯黑客刺探过脸书平台, 企图入侵与总统大选有关的人的账号, 但他们决定不告知公众或官方, 因为他们不想损害公司的声誉。 脸书直到2017年9月, 才首次公开了俄罗斯信息战对脸书平台的影响范围, 比该公司觉察此事晚了一年多。 而且, 当时针对在脸书平台上散布不实信息的所谓五级火警的调查, 已经进行了七个月。 最终, 因为民主党人对威胁无动于衷, 也因为硅谷没有能力在不创建另一种按需服务的优步的前提下解决该问题, 我对美国人的警告没有起到作用。 要是你试图拉箱警报, 旁人却不断地告诉你, 别担心或者别捣乱, 你会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反应过度。 我既没有加入希拉里, 克林顿的竞选团队也不在白宫上班, 我只是个隔空呐喊的加拿大人。 当然了, 这个笑话里不好笑的那部分在于, 希拉里, 克林顿和奥巴马团队都极其不愿干预选举, 而联邦调查局局长詹姆斯, 科米却在最后一刻姗姗入场, 决定重启希拉里邮件门的调查, 结果大家都出局了。 那时候在加拿大的我, 感觉就像眼睁睁地看着一个有自毁倾向的朋友终于走上了绝路, 你只能目瞪口呆地站在那里, 动弹不得, 心里想着, 我告诉过你的。 但这一次, 这个朋友不仅烧掉了自家的房子, 还把整个小区都烧掉了。 8月末, 参议员哈里·李德公开要求联邦调查局调查俄罗斯对选举的干预一事。 然而当时大多数人还是相信希拉里·克林顿会赢。 与此同时, 剑桥分析正式宣布自己在和特朗普竞选团队合作。 当时在沃泰华的我紧张了, 因为我很清楚剑桥分析的数据的威力和影响范围。 这家公司为特朗普工作就够不妙了, 但要是在这一形势下加上俄罗斯的干预的话, 情况就非常令人担忧了。 特朗普竞选成功的概率成了特鲁多办公室的热门话题, 但多数人仍拿它当笑话。 如果有一个尺度表, 量值范围在不可思议, 难以想象和害人之间, 这事的超乎想象程度会是怎样的? 有一次开会时, 有好几个人取笑特朗普。 天哪, 这些美国人, 他们每次都能再蠢一点。 哄堂大笑。 嗯, 差不多是哄堂大笑。 我没笑, 因为我了解大规模心理战的威力。 德语里有个说法叫Moramkov, 大意为心中的墙。 1990年东西德统一后, 两德之间原本的边境不复存在, 检查站被取消, 铁丝网被拆除, 柏林墙终于倒塌。 然而, 即便统一了15年, 许多德国人也还是高估东西德城市之间的距离。 一种挥之不去的心理距离, 似乎出卖了这个国家的地理统一, 在国民心目中, 建起了一堵虚拟的高墙。 虽然原先带赌钢机混凝土的高墙早已倒塌, 但它的阴影还在, 被刻进了德国人的灵魂中。 当这位新候选人义军突起, 要求美国修建边境墙的时候, 我明白这不是一个字面上的要求。 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似乎都不知道该怎么应对这么一个荒谬的竞选纲领, 不过, 他们跟这匹黑马不一样, 他们无法窥视美国人内心的波澜, 也看不到这些人要求的不仅仅是一堵实体墙。 这并不是修建字面意义上的墙, 墙这个概念本身就为实现班农的目标做好了铺垫。 他们要求修建的是美国版的心中的墙。 艾伦也没笑。 在一次会议上, 他说, 我真心认为特朗普会赢。 旁人看了看他, 翻了翻白眼。 有人说, 得了吧。 然后他把视线转向我, 我说, 是啊, 我也觉得他会赢。 话刚一出口, 我就倒吸了一口凉气, 完全明白了这一切, 当年我参与构建的工具可能在唐纳德, 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这一进程中, 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几周后, 一封来自脸书的信件寄到了我父母家。 我不清楚脸书是怎么弄到他们的地址的。 我妈妈把信转寄给我。 寄件方是脸书聘请的破金斯, 科医律师事务所, Perkins Coin, 希腊里, 克林顿竞选团队也用这家律所支付后来, 被称为特朗普, 俄罗斯档案的私人调查费用。 脸书的律师们想确认, 剑桥分析获得的数据是否只用于学术目的, 以及使用完毕后是否已经删除。 既然剑桥分析已经正式助力特朗普的竞选工作, 那么很显然, 脸书认为, 其平台被盗取数百万用户的个人档案来获取政治利益, 会给它带来不好的影响。 更别提剑桥分析, 因此获得了巨额的商业利润。 此份律师函未曾提起脸书的数据被用来颠覆世界。 当然了, 该信只是一种可笑的, 毫无说服力的表态, 因为当初脸书明确许可剑桥分析, 所用的数据采集, 应用程序, 把数据用于非学术目的, 这是我同科根合作时, 特意向脸书申请来的。 脸书那种震惊又虚伪的反应, 更是让我困惑不已, 因为在2015年11月左右, 脸书聘请科根的合作伙伴约瑟夫, 钱塞勒担任量化研究员。 根据科根的说法, 脸书是在被告知人格画像项目后, 才决定辟用钱塞勒的。 后来, 等到真相公开时, 脸书扮演起了震惊受害人的角色, 但他没有说清楚, 当时为什么愿意辟用一个跟科根合作的人。 不过, 脸书后来发表了一个声明, 说他之前的工作, 与他在脸书的工作无关。 剑桥分析当然不可能删掉脸书数据, 可我已经离开剑桥分析一年多了, 还遭到了他的起诉, 所以根本不想为他辩护。 我回复律师函, 说我手头没有涉事数据, 我不知道这些数据在哪里, 还有谁手里有这些数据, 也不知道剑桥分析拿这些数据在干什么, 脸书也不知道。 可我的偏执已经发展到不愿意同剑桥分析有任何牵扯的地步, 所以我没有直接把回信扔进加拿大国会的外发邮件箱, 而是不行去市中心计。 我一点都不想让剑桥分析玷污我为特鲁多工作的地点。 2016年9月22日, 参议员戴安娜、 范斯坦和众议员亚当·西夫发表声明, 指出俄罗斯正试图破坏选举。 在9月26日的第一轮总统竞选辩论上, 希拉里·克林顿拉响警报。 我知道, 唐纳德高度赞扬弗拉基米尔·普京。 他说, 普京纵容网络攻击者黑进政府文档, 黑进个人文档, 黑进民主党全国委员会。 我们最近得知, 这是一种受到他们偏爱的搞破坏和收集信息的手段。 我认为没人知道是不是俄罗斯侵入了民主党全国委员会。 特朗普回应道, 他口口声声说, 俄罗斯, 俄罗斯, 也许真的是俄罗斯。 我的意思是说, 可能是俄罗斯, 还可能是许多其他人。 或许就是某个坐在床上, 体重400磅。 10月7日, 就在走进好莱坞节目录制的特朗普, 大谈自己可以抓女人的下体的视频曝光后不到一小时, 维基解密就开始, 公布从希拉里竞选团队主席约翰·波德斯塔的电子邮件账户里黑来的邮件。 这些邮件将会一点一点地持续公布, 直至选举日, 这一行为给民主党造成了灾难性后果。 曝光邮件揭露了希拉里, 克林顿在华尔街演讲的细节, 一时间丑闻叠出。 另类右翼中的极端分子, 利用这些邮件为一种疯狂的理论煽风点火, 那就是希拉里竞选团队的最高层, 卷入了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 一个在比萨店里进行的儿童性交易犯罪活动。 我的思绪一次次第回到剑桥分析, 俄罗斯政府和阿桑奇之间的关系。 剑桥分析的脏手, 似乎燃指了这场肮脏竞选的方方面面。 选举日当晚, 我在温哥华和一群人一起观看选举。 我们在一个大屏幕上播放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在其他较小的屏幕上收看其他新闻频道。 与此同时, 我还电话连线来自涉德兰军岛的英国议会议员阿里斯泰尔·卡麦克尔。 我在伦敦期间和他成了好友。 随着希拉里、克林顿的得票数字越来越惨, 我时时获悉美国人、加拿大人和英国人的反应。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打出特朗普胜出的字样时, 震惊笼罩了整个房间。 我的手机不断响起短信提示声, 知道我曾经在剑桥分析共职的人纷纷同我联系。 希拉里、克林顿团队叙事待发的庆功派对上的某些支持者 被他的落败弄得不知所措, 开始把怒气发泄到我身上。 具体细节我记不得了, 但他们的情绪主要是愤怒和绝望。 不过有一条评论我倒是还记得, 因为他戳到了我的痛处。 一位同我交好的民主党人写道, 这对你而言可能只是一场游戏, 但我们却是要承担结局的人。 那天晚上和第二天, 特鲁多的顾问们崩溃了, 因为他们自以为了解的那头南方大象突然之间变得陌生了。 特朗普会取消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吗? 会有暴乱吗? 特朗普是俄罗斯的傀儡吗? 电影《蝶网迷魂》《The Manchurian Candidate》的真实版。 人们急切地寻求答案, 由于史蒂夫, 班农现在变得炙手可热, 而我是唯一对他有了解的人, 所以他们不断问我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他们想知道该怎么和这些陌生的另类右翼顾问打交道, 因为很快双方就得展开重大国内和国际事务的谈判。 我满脑子只有一个念头, 三年前我在剑桥的酒店客房里见过的那个人, 现在得到了美国总统的重视。 选举日之后的那天, 卡麦克尔打电话给我, 听到他拿自带镇静作用的苏格兰腔调, 我如是重负。 我们得仔细想想你, 接下来该怎么办。 他说, 这些年来, 我把有关剑桥分析的一切都告诉了卡麦克尔, 他是这世上我绝对信任的少数人之一。 他很了解我, 知道我不会坐视特朗普和班农赛操控选举后, 又掌控大局。 补助已经太高了, 成指数是增长。 那个可笑的电视真人秀明星不再只是一个煽动者, 他要领导整个自由的世界了。 整个11月和12月, 我都在思考该说些什么, 要想谁说? 特朗普的当选依然不像真的, 因为奥巴马的总统任期尚未结束。 好像全世界都屏住了呼吸, 等着看1月20日之后会发生什么。 大选前, 民主党的朋友主动提出帮我搞到希拉里、 克林顿就职舞会的门票。 但大选后, 我没有飞去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 跟那些欣喜若狂的民主党人开派对, 而是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 网上观看参加者寥寥的特朗普旧制典礼。 就在那时, 我看到了难以置信的一幕。 我看到他们了班农, 一副被狂风摧残的精灵模样。 我通过墨色家族认识的凯利安尼、 康维穿的衣服像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的军装。 利贝卡、墨色、 身穿皮毛衬里的大衣, 架着一副好莱坞小明星常戴的墨镜。 然后我想起了几年前辞职时, 尼克斯在餐厅里对我说过的话。 只有等到我们大家都坐近了, 白宫你才会明白。 他说, 我们中的每一个人, 除了你。 嗯, 尼克斯倒是不在华盛顿, 但其他人真的都在。 那年一月, 班农到国家安全委员会任职。 这下, 卡麦克尔让我小心地告诫更加贴切了, 因为班农可以调用全美的情报和安全机构。 如果我因为吹哨或其他行为激怒了班农, 他有能力毁掉我的人生。 同样令人担忧的是, 班农可以帮忙安排剑桥分析承接美国政府的项目。 剑桥分析的母公司SCL集团早已接过美国国务院的项目。 这意味着剑桥分析可以获取美国政府的数据, 而美国政府反过来也可以获取剑桥分析的数据。 让我惊恐的是, 我意识到班农可以建立他自己的情报机构, 而且他所效力的政府不信任中央情报局、 联邦调查局或者国家安全局。 我感觉自己正活在噩梦里。 更糟糕的是, 我感觉自己正活在尼克松的春梦里。 想想看, 要是尼克松当年能拿到每个美国公民的私密又细致的数据, 他会做什么? 他不只会玩弄老鼠, 还会玩弄整本宪法。 政府机构通常需要先拿到许可令才能收集人们的私人数据, 但由于剑桥分析是一家私营企业, 所以他不受这种权力制衡机制的约束。 我开始回想跟帕兰提尔的员工开过的会议, 思考为什么他们当中有些人对剑桥分析这么兴奋。 美国没有引私法来制止剑桥分析随心所欲的收集脸书数据。 我意识到, 如果班农雍有一个私有化的情报单位, 他就可以绕过哪些联邦情报机构对美国人隐私的有限保护。 我突然想到, 暗身势力不只是另外一种另类右翼叙事, 它还是班农自我实现的预言。 他想要成为暗身势力。 第十一章 曝光 3月17日晚上, 卫报和纽约时报彻夜不眠地准备新闻的曝光工作。 纽约时报拟定的标题是特朗普的顾问怎样利用数百万脸书数据。 这些报道如病毒般迅速传播。 第四频道还播放了2016年落选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 克林顿的采访时录。 希拉里认为, 对剑桥分析的指控极其令人不安。 如果有一个大规模的宣传行动向人民大量灌输虚假信息, 导致他们不能清楚地思考, 他们使用的每一个搜索引擎, 访问的每一个网站都在重复这些虚假信息, 那么的确, 它干扰了选民的思维过程。 特朗普的就职典礼过去了两个月。 2017年3月28日早上, 我醒来时有点昏昏沉沉的。 为了写一份简报, 我熬了夜, 当时才刚过六点。 我只穿了内衣, 站着等咖啡煮好, 顺手打开脸书, 看到一个叫克莱尔·莫里森的人给我发来一条私信。 我点开这个人的个人资料, 没有看到头像。 你好, 克里斯托弗, 希望你不介意我联系你。 我其实是记者, 叫卡罗尔·卡德瓦拉德。 我这段时间一直试图联系剑桥分析SCL的前员工, 想要更加准确地还原这家公司的运作, 机制等情况。 别人对我说你是整个运营的主脑, 这一定是剑桥分析在搞鬼, 我心想, 不要有下次。 我只知道这一定是剑桥分析在捣乱。 从来没有记者主动联系过我, 我发出的所有警告都无人理睬, 而这种私信正是尼克斯喜欢耍的花招。 我一点都不想理睬这个连头像都没有的克莱尔·莫里森, 除非他拿出实实在在的身份证明来。 于是我回复道, 我需要他证明自己真的是《卫报》记者。 就在同一天, 卡德瓦拉德用他《卫报》的电子邮件账户 给我发来一封长长的邮件。 他写到了投票脱欧, Believe、达伦、格拉姆斯、马克、盖特尔森, 还提到他对那些竞选宣传站寻根究底后发现, 一切似乎都可以追溯到一家叫Aggregate IQ的加拿大小公司。 他听人说, 我认识这些人和公司。 卡德瓦拉德还写道, 他一直在调查AIQ和英国脱欧的关联。 2017年年初的一个晚上, 有个新闻信员给他提供了一条奇特的线索。 AIQ在正式的开支申报表上 列出的电话号码跟SCL官网上的历史文档中 列出的SCL加拿大的电话号码是一样的。 那时候, 除了2005年10版Slate杂志上的一篇 题为你无法接受真相, 心理战宣传成为主流的文章, 卡德瓦拉德没有找到任何有关SCL的公开信息。 那篇文章一开头就设定了一个场景, 一家神秘的媒体公司介入, 精心策划了一场高水平, 大规模的欺骗性宣传。 卡德瓦拉德继续抽丝剥茧, 他越是调查, 拼凑出来的故事就越是离奇。 他找到了一个愿意跟他交谈, 且住在伦敦的SCL的前员工, 但他的信源坚持要在某个隐秘的地方见面, 而且要求他不得报道任何谈话内容, 唯恐被公司发现他们两个有过交流。 见面后, 卡德瓦拉德听说了SCL在非洲, 亚洲和加勒比海地区做过的一些疯狂的事情, 美人计、贿赂、间谍活动、 黑客、酒店住客的离奇死亡等等。 信源让他去找一个叫克里斯托福怀利的人, 因为就是他把AIQ拉进了剑桥分析的宇宙。 卡德瓦拉德调查了所有这些人和实体之间的复杂关系, 投票脱欧、AIQ、剑桥分析、史蒂夫、班农、 莫瑟家族、俄罗斯和特朗普竞选团队, 后来发现我处在这张关系网中间。 他觉得我无处不在, 简直就是2016年版的犀利。 一开始, 我不想向卡德瓦拉德开口。 我无意成为卫报某个大规模新闻调查的中心人物。 我疲惫不堪。 我受伤的次数太多了。 我希望我能把剑桥分析带给我的磨难抛在身后。 此外, 剑桥分析不再只是一家公司。 我的老上私始地夫, 班农在白宫上班, 在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的国家安全委员会里任职。 我目睹了爱德华、斯诺登和切尔西、 曼宁等吹哨人的命运, 看到他们不得不听任美国政府的摆布。 要想改变英国脱欧公投或者美国总统大选的结果也来不及了。 此前我努力过, 发出过警告, 但似乎无人理睬。 现在他们为什么要在乎呢? 然而, 卡德瓦拉德在乎。 我读了他发表的报道, 看得出他的确在努力追踪剑桥分析和AIQ, 但他还没有挖掘到他们的罪行深处。 犹豫了几天后, 我给他回复邮件, 同意跟他谈谈, 不过他绝对不可以在报道里公开这些内容。 约定的通话时间快到了, 我的心跳加速。 我完全预料到了我们的谈话将极其不愉快。 他会指责我, 然后心不在焉地听我的回应, 之后爱怎么写就怎么写。 没想到, 电话那头的女人说, 哦, 是克里斯吗? 哦, 你好。 我听到电话里传来狗叫的声音, 然后他说, 对不起, 我刚遛狗回来, 正在泡茶。 我刚想开口说点什么, 就又听到他对狗狗揉声细语地说着什么。 我本来打算和卡罗尔聊20分钟, 结果四个小时后, 我们还在通话。 那时候, 伦敦一定已经过了午夜, 但我们一直在聊, 欲罢不能。 这是我第一次真正把完整的故事告诉他人。 他问我, 剑桥分析究竟是做什么的? 他是史蒂夫、班农的心理操控工具。 我直言不会地说, 即便是卡德瓦拉德这样见多识广的记者, 一开始也很难理解剑桥分析叙事那盘根错节的层次和联系。 SCL是剑桥分析的一部分, 还是反过来。 AIQ跟他们又是什么关系? 就算他把基本细节弄清楚了, 我也还有很多东西没告诉他呢。 我跟他说了心理测量画像、 信息战和人工智能。 我解释了班农扮演的角色, 我们怎么利用剑桥分析, 为他打造文化战争所需要的心理战工具。 我讲述了加纳、 特利尼达、 肯尼亚和尼日利亚的项目, 还有那些打造了剑桥分析数据、 目标定位军火库的实验。 终于, 他开始明白剑桥分析的邪恶程度了。 2017年5月7日, 他发表了剑桥分析系列报道的第一篇, 题为英国脱欧大结案, 我们的民主制度怎样遭到劫持, 引起了轰动。 该文后来成为当年卫报网站阅读人次最多的报道。 卡德瓦拉德的报道有料有据, 但他才刚刚刮开了一个更阴暗的故事的表面。 5月17日, 罗伯特、 米勒被任命为特别检察官, 负责通俄门和特朗普竞选的调查。 那时候, 民主党人, 甚至某些共和党人, 都越来越强烈地要求彻底调查, 为什么特朗普先是命令联邦调查局局长詹姆斯, 科米停止调查他的前国家安全顾问迈克尔、 弗林, 然后又解雇了科米。 弗林后来被发现跟剑桥分析签友咨询合同。 这整个故事涉及的远远不止英国脱欧, 还有班农、 特朗普、 俄罗斯和硅谷。 他揭示了你的身份被何人控制, 你的数据被哪些公司拿来交易。 然而, 有一点比较麻烦。 如果我想, 协助揭露真相, 说福建桥分析的其他人站出来, 我就不能待在加拿大。 我向贾斯廷、 特鲁多团队的一些人吐露了诗情, 他们立即认识到情况的严峻性, 鼓励我挺身而出, 去英国协助卫报。 于是我这么做了。 我没有具体计划, 甚至还没有找好住处, 所以就飞到了赦德兰群岛阿里斯泰尔、 卡麦克尔的选区。 那是不列颠群岛的最北端, 并入苏格兰前, 曾经是古挪威王国的一部分。 降落后, 我提着装有重要物品的唯一一个袋子, 走下一架小小的螺旋桨飞机时, 看到卡麦克尔在等我。 他已经给我找好了宾馆, 不过去那里之前, 他要先带我兜个风。 作为当地议员和无比自豪的苏格兰人, 他急切地想带我参观一下这个岛, 风雨无阻。 在一个峭壁林立, 设得蓝矮种马和绵羊四下漫步的地方, 他问我打算怎么办。 我还没有计划, 我回答, 下周我会去见卡罗尔, 你觉得这是个好主意吗? 阿里斯泰尔。 不, 这是个疯狂的主意。 他大声回答, 几乎叫喊起来, 然后陷入了沉默, 但它很重要, 克里斯。 我只能说, 我会尽我所能地帮忙。 很少有政治家能让我心甘情愿地陪着走上几英里, 冒着严寒穿行在苏格兰北方湿冷的草地上。 可一直以来, 阿里斯泰尔都是我可以依靠的人。 他是我的知己、导师和朋友。 几周后, 塔德瓦拉德终于和我在伦敦牛津广场附近的七楼咖啡馆见面了。 这家咖啡馆空间开阔, 装潢摩登, 窗边摆放着星红色的沙发, 霸台前的高脚凳是鲜艳的绿松石色。 卡德瓦拉德在店里等我。 她金发蓬乱, 戴着墨镜, 穿着鲍纹无袖衬衫和穿旧了的短皮夹克, 探上去像是奇形爱好者。 我站在街对面, 透过咖啡馆的大玻璃窗观察她。 我不确定这个女子就是跟我在电话上交流了几个月的卫报记者, 于是就在手机上搜索很多卡德瓦拉德的照片, 然后把手机举高, 拿照片跟坐在店里的女子对比。 她一看到我就跳起来大喊, 哦,天哪, 真的是你。 你的个子比我想象中高。 她起身过来拥抱我, 告诉我, 卫报希望下一篇报道能写剑桥分析是怎么收集脸书数据的, 还询问是否可以在报道里公开我的身份。 这个决定不好做。 如果公开我的身份, 我就有可能得面对美国总统, 他的另类, 右翼心腹史蒂夫, 班农, 唐宁街, 激进的脱欧支持者, 还有反社会人士亚历山大, 尼克斯的怒火。 如果我揭露剑桥分析背后的全部真相, 我就会冒着激怒俄罗斯人、 黑客、 维基解密和一大批在非洲、 加勒比海地区和欧洲等地为过法, 却从未良心不安的人的风险。 我见过他人受到严重的人身安全威胁。 有几名前同事在我离职后警告过我要万分小心。 在我加入SCL之前, 我的前辈单穆雷瑟安死在肯尼亚一家酒店的客房里。 这不是我能轻易做出的决定。 我告诉卡德瓦拉德我会考虑, 随后向他提供了更多信息。 然而, 卫报未能坚持报道真相, 毁掉了我对他的信任。 在5月7日那篇报道的开头, 卡德瓦拉德写了索菲·施密特, 谷歌首席执行官埃里克·施密特的女儿, 把尼克斯介绍给帕兰提尔, 从而引发一连串事件, 导致SCL进军数据战场。 我知道这件事, 但我不是这个情节的来源。 是别人告诉卡罗尔的。 这篇报道写得很真实。 事实上, 我手里有邮件可以证明索菲·施密特同SCL的关联。 这篇报道根本称不上诽谤, 可施密特派出一大群律师, 威胁卫报说要跟他打一场耗时耗钱的官司。 虽然这场官司明显假得很, 但卫报没有应战。 报道发表几周后, 他同意去掉施密特的名字。 接着, 剑桥分析威胁说要就同一篇报道, 起诉、 卫报。 即使卫报掌握了能证实我告诉他们的一切的文件、 电子邮件和档案, 但他再次让步。 编辑们同意给报道中的某些段落, 加上有争议的标签, 以便安抚剑桥分析, 减轻报纸方面的责任。 他们给卡德瓦拉德考据详实的报道注了水。 这时候的我异常沮丧。 我想好吧, 我刚搬回伦敦, 我还没有工作, 有人竟然叫我为一家都不敢捍卫新闻真相的报纸冒生命危险。 让事态更复杂的是, 之前我签署的那份超级保密协议禁止我透露在剑桥分析工作时的任何细节。 剑桥分析让我签它, 就是为了加大我的法律责任。 我相信, 要是我违反协议, 我的老东家一定会把我告到身败名裂。 我的律师们说, 我有一个强有力的辩护理由, 我向卫报提供信息是为了揭露不法行为。 然而, 辩护理由充足并不能阻止剑桥分析告我, 而在法庭上, 与剑桥分析抗争则意味着我得支付几十万英镑的律师费, 我付不起。 尽管如此, 我还是决意曝光整件事。 我很快发现, 我的最佳对策是跑到特朗普的老家去。 卡罗尔把我介绍给伦敦著名的御用大律师加文·米勒。 他在梅特里克斯律师事务所Matrix Chambers工作, 承接过《卫报》的爱德华·斯诺登一案。 他建议我把实情透露给一家美国报纸。 他说, 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赋予美国报纸更多强有力的辩护理由, 所以后者能更好地抵御诽谤指控。 纽约时报不太可能会像卫报那样退缩, 而且他绝对不会在新闻报道发表后删除其中的某些文字。 这是个绝妙的建议。 此外, 这样做可以确保这个故事在美国的曝光率和在英国一样高。 我告诉卫报, 我打算把故事透露给纽约时报。 他们不高兴, 认为如果我们再等下去, 外界对这个故事的兴趣就会淡下去, 或者有人会抢先报道。 然而, 选择权在我不在他们, 而且我坚决不退让。 我会向两家报纸的记者提供同样的信息, 条件是他们需要在同一天发表, 只能在我点头同意后。 风险太高了, 而且, 卫报在施密特一案中的行为, 让我开始警惕英国的诽谤法, 他对原告极其友好, 对我这样的被告就不妙了。 我向卫报的编辑们重申, 除非同纽约时报达成协议, 否则我不会合作, 也不会交出文件。 卡德瓦拉德完全支持让纽约时报参与进来, 而卫报没有多大的选择余地, 所以勉强同意。 想到要同竞争对手共享信息, 卫报的编辑们觉得有点难堪。 不过, 我得夸他们一句。 他们放下自己的自尊, 同纽约时报的编辑们在曼哈顿开了一个会, 讨论这一切的后续事宜。 两家报纸在2017年9月达成了初步协议, 此后不久, 我见到了纽约时报指定报道此事的记者。 到了约好的同美国记者见面的那一天, 我走进位于伦敦, 肖尔迪奇的霍克斯顿酒店。 酒店的大唐酒吧里人声鼎沸, 我发现了卡德瓦拉德, 他正招手让我去他的餐桌。 他对面坐着纽约时报的马修, 罗森堡。 他的头已经全秃了, 身材有点健壮, 而且显然离了婚, 非常迷人。 就是你咯。 罗森堡起身捅我握手, 我猜的, 他说要把手机收起来吗? 我们都把手机放进自己的法拉第龙里, 以此屏蔽手机接收和传送信号。 我和记者们的每次见面都从这个仪式开始。 接着, 我们把法拉第龙放进我特意带来的隔音带里, 拉上拉链。 这是为了防止手机上提前安装的乐意窃听软件, 在没有远程激活的情况下, 也会自动开启。 鉴于我剑桥分析的前同事们, 目前在特朗普政府就职, 以及剑桥分析同黑客和维基解密的往来历史, 我们必须非常小心。 我们花了两个多小时讨论我在剑桥分析的经历, 然后罗森堡说他已经有足够多的信息来向他的编辑们汇报了。 他为大家点了红酒, 跟我们聊起他在阿富汗时发生在战场上的一些故事。 他看上去直率又正派, 我想这一次我们可能会成功。 分别前, 他给我留了一张名片, 纽约时报国家安全记者马修, 罗森堡。 他在名片背面写了一个电话号码, 这是我的一次性手机号码, 听到拨号音就输入这串数字, 可以用几周。 纽约时报加入后, 我开始联系其他剑桥分析的前员工。 记者们觉得有一个不断出现的主题值得关注, 联系到的每个前员工都认为如果记者们能直接找尼克斯坦, 他会管不住自己的嘴巴, 他拿早已过度膨胀的自我需要更多的刺激才能有快感, 所以他会吹嘘剑桥分析的各种项目。 虽说这话肯定没错, 但向尼克斯透露曝光计划, 似乎并不是一个好主意。 或许我应该试试去采访他。 卡德瓦拉德有一天下午对我说, 然后他想出了一个更好的点子抓尼克斯的现行。 如果我们让尼克斯以为他面对的是潜在客户, 为了给客户留下好印象, 并达成合作, 他一定会透露他哪些上不得台面的战术。 我自己就目睹过十几次, 而且要是我们能录下印的话, 就能向世人证明我的指控是真实的。 于是,除了卫报和纽约时报, 我们决定去找英国第四频道新闻台。 这是一家公共电视频道, 依照法律, 其节目必须比英国广播公司的节目更多元, 更新颖, 更独立。 英国广播公司在报道新闻方面, 非常注重规避风险。 九月末的一个下午, 卡德瓦拉德和我在伦敦, 科拉肯威尔尼第四频道, 演播室几条街远的一家空荡荡的酒吧最里面, 见到了第四频道的新闻调查编辑桥部, 拉布金和他的团队。 卡德瓦拉德给我们双方做了介绍, 然后拉布金谈了他团队的卧底经验。 我跟他讲起剑桥分析, 在非洲做的项目时, 拉布金瞪大了双眼。 他打断了我, 说这听上去太扭曲了, 太殖民主义了。 拉布金是第一个在我面前用到 殖民主义这个字眼的记者。 从我这里听说过剑桥分析的大多数人都被特朗普, 英国脱欧或者脸书深深吸引, 但每当我谈起非洲, 他们通常都会怂怂肩。 天有不色风云, 那里毕竟是非洲。 然而拉布金非常犀利。 剑桥分析在肯尼亚、 加纳和尼日利亚的所作所为, 属于新殖民主义时代欧洲强国盘剥非洲人的资源。 虽然矿产和原油依旧是盘剥重点, 但近来他们又开采了一种新资源数据。 拉布金承诺第四频道调查小组将全力支持我们, 而且他的团队愿意冒险进入剑桥分析公司当卧底。 我开始和他们一起策划这场行动, 要是能成功, 我觉得肯定能真正揭发尼克斯恶劣手段的内幕。 不过, 这场行动非常复杂, 牵一发而动全身。 如果被尼克斯察觉, 后果将是灾难性的。 正因为有这么多变量, 吹哨成了一份全职工作。 与此同时, 我还得做好准备, 万一有什么失误, 就会迎来狂风暴雨般的法律纠纷。 于是我发短信给整个夏天都在帮我忙的律师, 他们的答复恰恰是我最不想听到的。 我这是太大, 他们无法继续提供无偿的法律援助。 我要么付钱, 要么找新律师。 我觉得自己完蛋了。 我失业了, 处境十分复杂, 还面临严重的法律风险, 却没有律师。 然而, 人生往往获福相依, 不幸有时会给你带来惊喜。 现在正是如此, 没有这些货, 我就不会结识他母亲, 艾伦。 嘉文, 米勒听说了我的烦恼后, 于2017年秋季把我介绍给宾德曼斯律师事务所Bankman's LLP的艾伦。 他是英国一流的媒体律师, 擅长诽谤和隐私案件。 他的过往客户包括军情五处的前间谍和臭名昭著的新闻集团, 雇用黑客对付竞争对手一案中手机被黑的名人。 他看起来像是帮我走出困局的完美人选, 而且见面后我们一拍即合。 艾伦小时候曾经因为罗勇被学校开除。 20世纪80年代, 彭克文化芳心为爱时, 他移居伦敦, 跟别人一起住在哈克尼非法占据的空房里。 我有许多绝对不能说的故事。 某个深夜, 我们一起准备证据时, 他回忆道, 艾伦本人就是叛逆者, 所以他能够不动声色地接待我这么一个头发染成粉色, 鼻孔上穿着鼻环的家伙, 听我讲述间谍, 黑客和数据操控之类的诡异故事。 在我成为吹哨人的历程中, 艾伦是我的头号盟友。 艾伦看出, 我和第四频道, 《卫报》及《纽约时报》的关注点不完全一致。 记者们关心的是抢到年度, 甚至是十年内的独家新闻, 而我关心的是在不让自己陷入法律险境的同时, 把这个极其重要的故事公知于是。 他建议, 我聚焦于剑桥分析损害了公共利益上, 这样做的一个特别重要的原因, 是我签署的那份超级保密协议。 如果被告必须揭露不法行为, 或者被告的行动显然对公众有利, 那么英国法律允许被告泄露机密。 我们花了很多时间讨论什么是公共利益, 如何严格保持这一口径的一致性, 如何避免透露任何太过八卦的消息, 会有可能危及英美政府合法的国家安全利益的东西。 但是艾伦警告说, 即便我们严格遵照法律准绳, 剑桥分析还是有可能会起诉我。 他告诉我, 脸书也可能会起诉, 而他们的方法几乎取之不竭。 他还说, 脸书或剑桥分析有可能会申请禁令, 禁止报道发表。 这种禁令在美国几乎没人听说过, 但在英国却并不显见。 说到禁令后进行抗辩会花很长时间, 而且就算我们最终抗辩成功, 英国记者也可能会临阵退缩。 艾伦说, 这种事他见多了。 不过, 上述还只是法律方面的场景设想。 在我要讲述的故事里, 许多人都有过违法行为。 艾伦开始担心, 我的人身安全, 我们只见了几次面, 他就问我有没有家人在伦敦 以及我采取了哪些防范措施。 紧急情况下, 你会打电话给谁? 他问我, 我们必须制定一个计划。 然而, 随着时间的推移, 艾伦和我之间的情谊逐渐加深。 我决定一旦事情不妙, 就打电话给他。 有了法律后盾的我, 开始向桑尼了解, Believe和投票脱欧之间发生了什么。 他非常坦率, 他并不是非常理解自己所透露的内容, 共谋和欺骗的深层次意义, 于是给我概括介绍了投票脱欧, 通过Believe给AIQ的账户赚数十万英镑的安排。 在我帮他看清了这一安排的违法之处后, 桑尼终于明白自己被利用了。 他之前并不知道, AIQ是剑桥分析的一部分, 而且从我这里听说, AIQ在尼日利亚的选举中为剑桥分析传播了什么样的视频后, 明显厌恶不已。 几天后, 他给我看了一个存有Believe投票脱欧和AIQ战略文件的共享驱动器。 按照英国法律, 这是非法协作的证据。 从活动日志中可以看出, 有人曾经用管理员的账号从驱动器里删除了投票脱欧领导人的名字。 桑尼告诉我, 删除行为发生在英国选举委员会发起调查的同一周。 投票脱欧在施发后坚称, 这只是数据清理, 但在我看来, 他似乎在删除经费超支的证据, 而且还可能又犯下了一桩罪行销毁证据。 他们有蓄意掩盖罪行的嫌疑。 后来, 桑尼给我看了驱动器上存储的其他人的名字, 这一嫌疑就更大了。 共享驱动器上有两个账户属于两位, 目前在首相办公室工作, 为英国脱欧谈判提供咨询的高级顾问。 我向桑尼强调说, 他可能掌握着犯罪证据, 事实上, 好几桩罪行的证据, 而且他必须万分小心, 以免陷入危险境地。 他早已得知我同卫报和纽约时报的合作, 意识到自己的发现有多重大后, 他同意见卡德瓦拉德, 把自己知道的情况告诉他。 我还让他连线了他母亲, 艾伦, 以寻求独立的法律意见。 一开始, 艾伦免费向我提供法律援助, 但后来情况越来越复杂, 让他免费提供我所需要的充分的咨询时间变得不可行。 他还担心万一剑桥分析得知, 我要曝光他们后, 抢先把我告上法庭该怎么办。 艾伦不肯为了钱将我拒之门外, 但我们得开动脑筋并想办法。 我们决定接触他的某些关系往雄厚的熟人, 因为艾伦知道建立一个后援团非常重要。 我们首先联系了修格兰特, 没错, 正式出演四个婚礼和一个葬礼, 以及BJ单身日记的影星修格兰特。 吃晚饭的时候, 艾伦解释了我的困境。 桑尼也来了, 和我们一起解释发生在投票脱欧的事情。 格兰特热情体贴, 就像他扮演过的许多角色。 格兰特自己的数据也曾经被盗, 鲁珀特·莫多克旗下的世界新闻报 News of the World黑进他的手机, 窃取了他的手机短信。 他被剑桥分析的活动规模吓呆了, 说他会帮我们想想, 有谁能助上一臂之力。 几周后, 我们找到了关键的助力。 我们结识了自由民主党的一个上议院议员 施特拉斯·布格尔勋爵, 他同时也是一个名为老大哥观察 Big Brother Watch的隐私维权组织的创始人。 他又把我介绍给一个极其富有的人士, 后者专门来伦敦见了我。 我问他为什么愿意帮忙? 他告诉我, 这是因为他通晓欧洲历史, 知道如果每个人都被分门别类管理的话, 后果会怎样? 隐私是保护我们不受日益兴起的 法西斯主义的威胁的关键, 所以他说他愿意帮助我。 几天后, 他承诺给我资金做我的后盾。 这只是助我平安度过吹哨考验的外援中的一部分。 我就像圣经里的大卫, 准备公然反对政界和企业界的巨人哥利亚。 现在, 我的阵营里有一心一意支持我的律师和记者, 有辩护基金, 还有大量的精神支持。 吹哨人往往被塑造成孤独的积极分子, 单枪匹马的对抗巨人, 伸张正义。 但我这个吹哨人从来就不孤单, 而且有好几次都特别走运。 没有这些帮助, 我永远都不可能站出来。 2017年10月, 艾伦和我会见了英国第四频道的新闻制片人, 乔布·拉布金, 以及他的编辑本德皮尔。 我向他们描述了尼克斯, 告诉他们尼克斯经常从事的各种各样的违法活动。 他们对透露尼克斯谈话的想法很感兴趣, 但是随后在钓鱼行动的细节的讨论中, 他们又怀疑这是太复杂, 恐怕做不成。 他们必须获得第四频道最高层法律团队的批准, 而后者很可能认为万一弄巧成拙, 第四频道承担的法律风险和名誉风险都太高。 我们开始同他们的律师一起准备详尽的法律文件。 英国有法律保护这类钓鱼行动, 但记者必须证明他们的提议有利于公共利益, 他们不会故意陷害任何人, 以及钓鱼行动会揭露疑似犯罪行为。 如果尼克斯提起诉讼, 事先准备好的这份文件将保护第四频道。 此次钓鱼行动必须一丝不苟地完成。 我打电话给马克,盖特尔森, 他毫不犹豫地答应帮忙。 我们必须让尼克斯相信他接待的人是客户, 对方想委托给他的项目是真的, 而且他们的谈话完全私密。 扮演客户的人必须对尼克斯的行事方式有充分了解。 他必须确切知道该张口要什么, 还得精通我们选择的项目所在国家的政治形势。 出于若干原因, 我们决定把场景设在斯里兰卡, 其中有两点主要原因。 其一, SCL曾经在印度有业务, 在那里设过办事处, 所以尼克斯应该会觉得印度的邻国也算熟人。 其二, 斯里兰卡的政治和历史有如迷宫般复杂, 所以在现实基础上虚构一个政治场景比较容易。 我们的项目必须包括足够数量的真实人物, 这样的话, 见面前剑桥分析的助理在谷歌上搜索一番之后, 仍然会认为这是靠谱, 于是我们就能通过他们的尽职调查程序。 第四频道, 雇了一个斯里兰卡调查员来扮演客户, 给他起名为蓝詹。 其后, 盖特尔森和我开始知道第四频道的团队, 帮助他们了解尼克斯的习惯和癖好, 给他们详细介绍剑桥分析筛选潜在客户的流程, 向他们出示尼克斯写的电子邮件, 好让他们明了他的经营方式和剑桥分析的运作方式。 我们计划跟剑桥分析开四次会, 三次是同剑桥分析的其他高管开的预备会议, 最后一次是跟尼克斯开的成交会议。 为了避免可能的诱补指控, 蓝詹德让尼克斯主动提出非法运作的点子。 蓝詹将扮演一个雄心勃勃的斯里兰卡年轻人, 这个年轻人去西方挣了大钱后想返回祖国参选从政。 然而, 因为家族间的恩怨, 他家族的资产被斯里兰卡政府的某位部长下令冻结了。 蓝詹会说出一位真实存在的部长的名字, 然后给出足够多的有关斯里兰卡政坛的事实性细节, 让尼克斯和其他高管都信以为真。 为此, 第四频道必须提前做大量细致入微的研究工作, 因为任何失误都有可能导致钓鱼行动失败。 如果剑桥分析成功解冻那笔虚构的资金, 他将会拿到那个人资产总值的5%作为报酬。 这就是悬在剑桥分析面前的胡萝卜。 我们知道尼克斯无法抵制诱惑。 最初的两次会议, 接待兰瞻的是剑桥分析的首席数据官亚历山大、 泰勒和总经理马克·克恩布尔。 他们在英国议会附近一家酒店的包房里见了面。 两位高管极力鼓吹剑桥分析的数据分析能力, 并提出可以为兰瞻收集情报, 但是这两次会议并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的成果。 他们看起来有戒心, 对剑桥分析的实际工作闪烁其词。 第四频道很受挫, 不过我们想到了一个解决办法。 我们意识到, 这样的人但凡进入酒店包房, 都会想当然地认为房间里有窃听设备, 所以第四频道必须想办法把会议安排在公共场所。 第四频道的高管不同意, 说后勤保障跟不上。 如果我们想在餐厅或者酒吧录音, 噪声可能会把谈话内容掩盖掉。 还有, 我们该把摄像机架在哪里, 才能拍到剑桥分析高管的录像。 我们不能直接领着他们走到一张特定的桌子落座, 那也太可疑了。 值得赞扬的是, 第四频道的团队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他们把一家餐厅的大部分就餐空间都租了下来, 花钱雇人来边吃饭边轻声交谈, 然后在隐秘之处安装了几十个隐藏摄像机, 覆盖所有餐桌。 尼克斯和其他高管可以随意选择座位, 这样他们可以没那么多防备。 然而, 他们周围几乎所有的物品都是伪装过的摄像机, 甚至某些餐桌摆设、手提包, 还有坐在附近的时刻都在录下这场谈话。 双方在这家餐厅见了两次面。 第一次会面时, 特恩布尔为剑桥分析提供的某些比较可疑的服务做了准备。 他告诉蓝湛, 剑桥分析可以挖一挖那位斯里兰卡部长的黑料。 他说他们会不动声色, 不露痕迹地找到他所有见不得人的秘密, 然后写一份报告给你。 不过, 最后他又改了口, 说我们不会派漂亮姑娘去诱惑政治人士, 然后录下床戏去曝光。 有些公司会这么做, 但在我看来, 这属于越界。 当然了, 通过描述剑桥分析, 理论上不会做什么, 他成功地把这道大菜端到了蓝湛面前。 终于, 钓鱼行动开始数周后, 尼克斯要登台亮相了。 为了这第四次会议, 第四频道格外谨慎, 力争一切都被安排得尽善尽美。 所有餐桌都安上了窃听装置, 整个餐厅也都覆盖了摄像机, 连隔壁桌吃午饭的几名女性的手提包里, 也隐藏着摄像机。 一切就绪, 我们平住呼吸, 祈祷尼克斯不要毁约或者改期, 他没有, 他绝下了自己的坟墓。 蓝湛的表现完美无缺, 问了所有该问的问题, 并在最恰当的时刻表现出兴趣。 而亚历山大, 多谢他, 就那么自投罗网, 张开了他的大嘴巴。 第四频道直到两个月后, 才给我们看在餐厅拍下的录像。 11月初的一个早晨, 我同艾伦有个约会。 那天, 杨光明媚, 天气凉爽, 于是我决定走路去。 在接待大厅等他的时候, 我注意到有一个陌生号码, 给我连发了好几条短信。 我打开一看, 不禁叫了起来, 可恶。 前台接待人员站起来询问我还好吗, 我说不好。 这些短信都是我那天早上步行的照片。 有人一路跟踪我来到律所, 而且还要我明白这一点。 我们怀疑剑桥分析, 可能已经发现我搬回了伦敦, 于是雇了一家公司来刺探我在做什么。 从那一刻起, 艾伦说我需要改变我的日常活动规律, 去哪儿, 怎么跟律师见面。 几天后, 离开欧盟在推特上发布了一段, 截取自电影空前绝后满天飞, Airplane的视频里面有个歇斯底里的女人一再挨揍, 只不过这个女人的脸被换成了卡德瓦拉德的脸。 视频的背景音乐是俄罗斯国歌。 他告诉我, 他发现离开欧盟可能找了一家私人情报公司来调查他。 他还警告我, 如果对方正在跟踪他, 那他们很可能看到过我, 并发觉我们之间的关系。 艾伦提醒我, 如果剑桥分析发现了我在做什么, 他可以去法庭申请禁令, 禁止我把更多材料交给卫报或纽约时报。 事态没转变一次, 我就越发担心前路。 几天后, 即11月17日, 也是卡德瓦拉德在卫报上发表文章透露他遭到威胁的那天, 我在伦敦街头突然惊觉, 人事不醒, 被送进了医院。 医生说, 无法确定病因。 出院后不久, 我问艾伦有没有办法保护我拥有的信息, 反抗任何阻止将其公知于众的行为。 在英国, 有没有什么不受禁令制约的可靠途径? 他说没有, 但刚说完就又顿了顿, 说的确有一个例外, 但仅适用于英国议会两月。 古老的议员, 护免权法保护议会议员不受法庭禁令或诽谤索赔的困扰。 乍一听, 探讨上诉至17世纪的法律原则似乎是学术性质的, 但艾伦的说法让我想到, 阿里斯泰尔, 卡麦克尔说愿意帮我忙, 这次我该去找他了。 我在卡麦克尔位于议会的办公室里见了他, 告诉他我可能被人监视, 需要他帮我保管一些硬盘。 要是将来我无法公布硬盘上的信息, 至少能保全证据。 卡麦克尔同意了, 还说万一有这么一天, 他会竭尽所能地公布这些信息, 即使动用他的议员豁免权也在所不惜。 我交给他几个硬盘。 在新闻报道出炉前, 我们一直把关键证据存放在他的保险箱里。 我还帮他弄到了一些相当重大的录音。 埃玛·布莱恩特博士是一位英国教授及信息战专家。 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研究剑桥分析期间, 他数次遇到过剑桥分析的高管。 即便他关于出没军方的宣传圈子, 也还是被剑桥分析高管的言论惊到了, 并开始对绘画进行录音。 卡德瓦拉德之所以介绍我俩认识, 是因为布莱恩特需要找到像卡麦克尔这样的议会人士 对他的信息提供同样的保护。 我坐在阿利斯泰尔的办公室里, 和他一起听布莱恩特播放一段剑桥分析的母公司 SCL集团的首席执行官奈杰尔·奥克斯的谈话录音。 希特勒攻击犹太人, 倒不是因为他讨厌犹太人, 而是因为人们不喜欢犹太人。 奥克斯说, 于是他利用了一个假想敌。 嗯, 特朗普也是这么做的。 他利用了一个穆斯林。 奥克斯的公司正在帮特朗普做希特勒当年做过的事情, 但他似乎觉得整件事情很搞笑。 在另外一段布莱恩特同离开欧盟的公关负责人 威格莫尔进行讨论的录音里, 后者似乎也有意重温纳粹宣传站的战略性质。 在录音里, 威格莫尔解释说, 纳粹的宣传机器, 打个比方, 如果你剔除所有的丑恶, 恐怖之类的内容, 只看本质, 你会发现用它达成目的的手段其实非常高明。 从纯粹的市场营销角度来看, 他们说什么, 为什么这么说, 怎么说, 还有他们使用的意向, 这背后都有逻辑可循。 前世不忘, 后世之失。 咱们现在正站在这次2016年脱欧公投宣传的风口浪尖, 回头一看, 你会想, 哎哟, 这可不是什么新鲜玩意, 这不就是手头有什么就用什么的全变之术吗? 在播放录音的过程中, 卡麦克尔一直坐着不吭声。 终于, 2018年2月的一天, 艾伦和我受邀去英国独立电视新闻公司大楼的放映室观看视频录像。 这栋楼正好位于塔姆新, 艾伦办公室的街对面, 都在格雷律师学院路上。 我看到录像里的尼克斯在那间伪装过的餐厅里的椅子上变换坐姿, 努力迎合他客人们的突发奇想和欲望。 我听着他说的每一句话, 看着他犯下的每一个错误。 太疯狂了。 我看到尼克斯的真实面目, 听到他亲口承认剑桥分析曾经做过的荒唐知识以及剑桥分析未来愿意做什么。 尼克斯说, 在2016年竞选期间, 他见过特朗普很多次。 特恩布尔更进一步, 他又揭示了剑桥分析怎样构建骗子希拉里、 Crooked Hillary这一叙事。 我们只不过把信息注入互联网的血液, 随后观察它的流动和壮大。 他说, 这玩意渗透了网络社群, 但它不打品牌, 所以没法归因, 也没法追踪。 看着看着, 我难以自持。 我的经历终于被尼克斯本人的言论证实了。 视频可谓完美。 尼克斯和特恩布尔被抓了现行, 他们大大咧咧地表示愿意去挖那位斯里兰卡部长的黑材料, 然后敲诈他。 尼克斯敲起二郎腿, 戳了一口酒水, 说道, 深挖污点很有趣, 但是你知道的, 还有一个办法, 效果一样好。 你去找那些在位者, 跟他们谈一笔, 对他们来说划算得不得了的交易, 不过要记得录像。 你知道, 这一类战术很有效, 立马就有了腐败的视频证据。 把它上传到互联网, 这种东西。 我们会找一个搞房地产开发的富商, 找人假扮的, 他愿意给候选人一大笔钱资助他的竞选活动, 条件是竞选胜利后要拿到一些土地。 这是打个比方, 我们会全程录像, 我们会遮掉我们这边的人的脸, 然后放到网上。 没错, 尼克斯确实在我们这场, 钓鱼行动中提议了钓鱼行动。 我跟艾伦和第四频道的团队坐在一起看他表演, 充分体会到其中的讽刺意味。 然后, 尼克斯又抛出了另外一个建议, 派些女孩子到候选人的住宅附近。 我们对此很有经验, 我们可以带一些乌克兰女郎一起去斯里兰卡度假, 你懂得, 他们很漂亮。 我发现这么做效果很好, 我只是给你举例说明, 我们能做什么, 以前做过什么。 我的意思是, 虽然听起来可怕, 但这些事情不必真的发生, 只要有人相信就行。 几个月的心血和无休无止的争论后, 我们终于准备就绪。 第四频道的这段录像将成为我们所要曝光的报道的致命一击。 彼时彼刻, 我终于相信我们真的打算阻止剑桥分析。 我们最后达成一致, 纸质版的新闻报道和相应的电视广播调查将在2018年3月的最后两周出炉。 在正式报道几周前, 我去英国数字、文化、媒体和体育委员会主席达米安, 克林斯的办公室拜会了他。 他的办公室设在议会名下的保德利大厦, 这是一幢摩登的玻璃木墙大厦。 克林斯已经启动了针对社交媒体不实信息的正式调查, 几个同我有过讨论的议员和委员会主席建议我去见他。 克林斯是一个宾敌有礼的时髦人士, 说话时流露出某众上国预科学校的脱利党人的魅力。 刚见面时, 他就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他对剑桥分析的了解超过我此前见过的任何一个议员, 而且事实上, 他已经在几个月前传唤过尼克斯去作证。 尼克斯在委员会面前否认, 这可是记录在案的, 剑桥分析使用过脸书数据。 我告诉克林斯这是假的, 尼克斯可能欺骗了委员会。 这相当严重, 因为他可以被视为藐视议会。 我把从卡迈克尔的保险箱里取出来的一个硬盘插入我的笔记本电脑, 然后把电脑屏幕转向克林斯。 屏幕上是一份关于脸书数据的已被完全履行的合同, 上面有尼克斯和科根用明亮的蓝色墨水签下的名字。 我们花了几个小时的时间仔细翻阅剑桥分析的内部文件, 证实该公司利用了脸书数据, 并且同俄罗斯公司有来往。 我还给克林斯播放了他们在网上传播过的一些令人毛骨悚然的谋杀视频。 后来我把克林斯和委员会的职员指名需要的文件复制在一个硬盘上交给了他。 我们达成协议, 在计划报道日两周后, 他的调查组会传唤我过去公开作证。 同一天, 他将通过委员会连续公布我提供给他的文件。 与此同时, 我还一直在向信息专员办公室负责数据犯罪调查的政府机构通报我们收集到的剑桥分析非法活动的证据。 看完第四频道的录像后, 我告诉伊丽莎白·德纳姆专员, 剑桥分析并没有掩棘息鼓, 他还在向潜在客户兜售更多犯罪活动。 信息专员办公室要求我们推迟报道时间, 因为他们想在一切公知于众之前突击搜查剑桥分析。 他们不希望剑桥分析有机会销毁证据。 我把手头所有的证据都交给了他们, 包括剑桥分析高管的文档、项目文件和内部邮件的附件, 然后他们又把证据转交给英国的联邦调查局, 英国国家犯罪调查局。 因为这些数据相当复杂, 所以我不得不事先进行梳理, 以便信息专员办公室发出正式的突击令。 唐穆辛和我还在着手准备证人陈述和一份有关脱欧宣传团队 在拉票过程中所犯罪行的完整的意见书, 并提交给英国选举委员会。 我们几乎不眠不休, 又要撰写法律文书, 又要给执法部门出谋划策, 还要应对记者。 那段时间真是筋疲力尽。 但终于, 一切都准备就绪了。 间报前一周左右, 卫报向报道中提及的个人和企业发出了意见征询信。 这是英国新闻界的传统做法, 只在发表新闻报道前给涉事人回应指控的机会。 3月14日, 我收到脸书发来的律师函, 要求我交出所有电子设备供他们检视, 还援引了计算机欺诈和滥用法, 及加利福尼亚型法典中的相关条款, 试图用刑事责任威胁我。 3月17日, 即新闻报道发表的前一天, 脸书威胁说, 如果真的建报, 他就要起诉卫报, 而且脸书坚称未曾发生过数据泄露。 在意识到建报是在必行之后, 脸书为了先发制人, 转移视线, 宣布禁止我, 科根和剑桥分析使用脸书平台。 卫报和纽约时报大为光火, 因为脸书利用他们本着善意原则 发出的事前通知, 抢先发表声明, 试图破坏我们的报道。 3月17日晚上, 卫报和纽约时报彻夜不眠地 准备新闻的曝光工作。 纽约时报拟定的标题是 特朗普的顾问怎样利用数百万脸书数据。 卫报的编辑选了一个更为戏剧性的标题, 我制造了史蒂夫, 班农的心理战工具, 数据战争吹哨人, 挺身而出。 这些报道如病毒般迅速传播。 当晚, 第四频道开始播出系列报道, 包括曝光尼克斯给剑桥分析狠一击的钓鱼行动。 第四频道还播放了2016年落选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 克林顿的采访时录, 希拉里认为对剑桥分析的指控极其令人不安。 在采访中, 希拉里说, 如果有一个大规模的宣传行动, 向人民大量灌输虚假信息, 导致他们不能清楚地思考, 他们使用的每一个搜索引擎, 访问的每一个网站都在重复这些虚假信息, 那么的确, 他干扰了选民的思维过程。 卡德瓦拉德的专题报道随即引起轰动。 卫报的另外两名记者埃玛, 格雷厄姆, 哈里森和萨拉, 唐纳森也发表文章解释所有这一切的联系。 他们高超的叙事技巧显然让普通的非技术人士都产生了共鸣, 社交媒体上议论纷纭, 引发了一场大型狂欢脸书除外, 他正忙着在热点新闻部分宣传自己的新闻稿。 纽约时报报道的重点是脸书数据外泄, 认为这是社交网络史上规模最大的数据, 陷落案之一。 卡德瓦拉德报道的联名作者马修, 罗森堡和尼古拉斯, 孔费索雷也另行发表了文章, 揭露班农、默瑟和剑桥分析之间的关系, 并且详细解释了这三方是怎样利用脸书数据, 将特朗普推向总统宝座的。 在伦敦, 英国当局对剑桥分析和脸书的调查已经进行了几个月, 因为我在新闻曝光前就把证据交给他们了。 然而, 就在英国信息专员办公室, 向英国法庭申请搜查令, 以便搜查剑桥分析的办公室扣押物证之时, 脸书聘用了一家数据取证公司检查剑桥分析的服务器, 抢在官方前面进入剑桥分析总部。 英国信息专员办公室需要搜查令才能入内, 但脸书不需要, 因为剑桥分析已经给了它出入权。 脸书得知, 新闻报道即将曝光之时, 联络了剑桥分析, 后者同意向脸书提供其服务器和电脑的访问权, 而信息专员办公室还在走申请搜查令的流程。 不过, 信息专员办公室获悉脸书联员已经进入剑桥分析总部后, 火猫三丈, 他们从来没见过有哪家公司如此厚颜无耻地处理, 即将成为法庭搜查令搜查对象的证据。 更为严重的是, 脸书在此事中并非局外人, 脸书的数据也是调查的对象, 而且脸书进入了疑似犯罪现场处理信息, 这也会影响他的法律责任。 信息专员办公室派出的工作人员在警察的护送下抵达现场。 那天深夜, 信息专员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和英国警察与脸书的取证审计员之间, 上演了一场激动人心的对峙。 脸书的审计员被勒令停止一切行动, 立即离开剑桥分析的办公室。 他们同意退出。 英国信息专员伊丽莎白·德纳姆被脸书的行为大大激怒了, 很少出镜的她, 第二天甚至在英国新闻界露了脸, 发表声明说脸书的行动有可能破坏一项监管调查。 大西洋两岸反应迅速, 议论四起。 英国议会传唤我去假新闻和不实信息调查组作证。 这只是多次公开和非公开听证会里的第一场, 听证范围囊囊括从剑桥分析雇用黑客到脸书的数据外泄, 再到俄罗斯的情报行动等林林总总的主题。 英国广播公司负责报道听证会的注意会记者马克, 达西说, 我认为由数字、文化、媒体和体育委员会召开的克里斯, 怀利听证会是我在议会见过的最令人震惊的一场听证会。 在华盛顿, 联邦贸易委员会和证券交易委员会发起调查, 而英美两国的立法者开始要求脸书的首席执行官马克, 扎克伯格宣誓作证。 新闻曝光几周后, 司法部和联邦调查局的工作人员飞到英国, 在一个皇家海军基地同我见面。 英国国家犯罪调查局向皇家海军借用了我们见面的大楼。 脸书的股价一路下泄, 但扎克伯格不见踪影, 直到3月21日才露面。 他在脸书上发帖说自己一直都在了解实情, 并且认为科根和剑桥分析对脸书失信了。 删掉脸书的标签开始在推特上走红, 埃隆·马斯克火上浇油, 发推表示他已经删除太空探索技术公司SpaceX和特斯拉Tesla的脸书页面。 在我准备公开听证会证词的时候, 我听美国说唱歌手卡迪B的歌曲。 他的首张专辑在新闻曝光几周后发行, 专辑名为《纯属巧合侵犯隐私》。 社交媒体上旋即开始流传表情包, 把马克·扎克伯格的脸沾到这张白金唱片的封面上。 这个新闻看似触动了时代思潮, 早已对脸书的运作感到不安的人, 发现他们的恐惧被大张旗鼓的公开证实了。 深陷公关噩梦的扎克伯格购买各大报纸的广告空间发表道歉信。 这里脸书首次威胁要起诉未报, 从而阻止新闻曝光才过去了几周。 然而, 这封道歉信对平息怒火没起到多大的作用。 仅仅两周后, 扎克伯格就接受了美国国会领导任长达两天的质询。 在英国, 上代报道的内容还有很多。 这次的重点是英国脱欧。 就在美国第一轮新闻曝光正进行的如火如荼之时, 又有一批意见征询信被发给投票脱欧的涉事人员多米尼克、 卡明斯和斯蒂芬、帕金森也在列。 投票脱欧的前员工纷纷致点桑尼。 那天晚上, 只有在桑尼抵达我们律师的办公室之后, 我们才了解到帕金森的回击。 他的回应对人不对势, 残忍程度超乎想象。 当时, 帕金森担任首相特雷莎·梅的高级顾问。 在卫报复印该报到前一天, 唐宁街新闻办公室发布了一份正式声明。 而我们直到纽约时报询问我们对此有何评价时才得知。 在声明中, 帕金森披露了他和桑尼的关系, 声称桑尼对他的指控纯粹是情场失忆。 桑尼是巴基斯坦的穆斯林教徒, 还没有向家人坦白自己的同性恋取向, 因为这会让他在巴基斯坦的亲属深陷险境。 这一点帕金森完全了解。 即便如此, 他还是选择把桑尼推到了世界媒体的聚光灯下, 让他的这个前十牺牲独自承担后果。 首相新闻办公室出于报复心理公开曝光某人的同性恋身份, 这是历史上, 至少是当代历史上的第一次。 桑尼得知这个声明后, 一脸凝重, 与在场的人一一对视, 然后瘫倒在椅子上。 艾伦和卡德瓦拉德后来说服卡明斯删除 他为回应这件事写的一篇博文, 但伤害已成事实。 这正是帕金森的意图。 曝光投票脱欧内幕的报道, 不得不同《每日邮报》, 《每日邮报》, 《周日版》的封面故事争夺眼球。 后者的大标题是, 《性爱有毒》, 首相助理因为支持脱欧者所策划的金钱、 阴谋跟猎人炒番。 英国右翼媒体一如既往的重伤LGBTQ人士, 把桑尼和他出具的英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竞选经费违规案的证据 贬低为《性爱有毒》。 这时候, 桑尼远在卡拉奇的家人不得不采取安全措施, 因为在巴基斯坦, LGBTQ人士和他们的家人会受到暴力威胁。 他的生活, 还有他所爱的人的生活, 从此变得天翻地覆。 我永远都不会忘记那晚午夜钟声敲响后的半小时, 我透过窗户看到桑尼孤零零地坐在艾伦的办公室里, 拨通他妈妈的电话, 告诉他, 是的, 他是同性恋。 彼时彼刻, 他作为吹哨人站出来的勇气与这一决定的后果难解难分。 接下来几天, 桑尼面临更严重的暴力, 因为有人拿着隐藏摄像机跟踪他, 而我和他在一家同性恋酒吧内的一张照片, 被传到英国另类右翼的网站上, 下面有极其恐童的留言。 首相特雷莎, 梅本人在议会为帕金森的行为辩护。 目睹桑尼的遭遇, 我心都碎了, 但有他做我的朋友, 我也非常自豪。 3月20日晚上, 集剑桥分析报道出炉三天后, 我和艾伦、桑尼一起去伦敦的前线俱乐部。 这是我第一次公开露面。 进门时, 摄影师们蜂拥而上。 会场里挤满了来自世界各地的记者, 他们抢夺离我们最近的座位。 会场最后面一溜架设着来自20多个新闻频道的摄像机, 屋里人头传动, 温度越来越高。 记者兼隐私活动家彼得, 朱克斯在众人面前采访我, 我接受了提问。 后来, 问题多到我实在答不完时, 我就从一个隐秘的疏散, 出口离开了。 为了不引发混乱, 按计划艾伦要比我晚几分钟离场。 出门后, 我右转沿着诺福克广场前行时, 突然有名男子迎上来, 举起一部屏幕发亮的手机照花了我的眼睛。 我倒退一步, 十分困惑, 也有点惊恐。 我问他想干什么, 他让我看一眼他的手机。 视力恢复过来后, 我看出手机屏幕上展示的是剑桥分析出具给英国独立党的发表截图。 然后他滑动屏幕, 上面似乎是离开欧盟的公关负责人安迪, 威格莫尔写给某个有着俄罗斯人民的收件人的电子邮件。 我没有多少时间细看邮件证文, 但他讨论的似乎是黄金。 他们跟俄罗斯人勾结。 那人告诉我, 这时候, 艾伦和其他一些人出来了。 一看到这名男子, 他们就担心起我的安全, 赶快跑过来想要抓住他, 不过那人甩开他们跑远了。 我对这一切还恍恍惚惚的。 那天早些时候, 我一直在轮番接受电视台的直播采访, 而且还要躲避摄影师。 这一天下来, 实在是吃不消。 坐车回艾伦办公室取我的包时, 我告诉他, 虽然我不确定那人想做什么, 但他手机上的内容应该是, 真的, 我认出了上面的银行账户。 那周晚些时候, 艾伦收到了一条神秘短信。 他打电话给我说, 他认为那名拦路男子想联系我。 我当时还以为我的吹哨生涯已到此结束。 然而,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将我引向敏感地带, 以至于2018年6月, 那天我和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的会议, 不得不在国会大厦地下的敏感性, 隔离设施进行。 那次秘密听证会之前的两个月里, 我同上述男子在伦敦几个随机选择的地点见过面。 显然, 他有权访问离开欧盟的联合创始人阿伦、 班克斯和公关负责人安迪、 威格·莫尔的文件。 这些文件记录了英国这家主张脱欧的重要的另类右翼宣传团体 和俄罗斯驻英大使馆在英国脱欧公投宣传期间的大量的通信往来。 这些文件的真实性得到确认后, 艾伦和我联系了军情五处和国家犯罪调查局。 4月, 艾伦前往伦敦某个大型火车站内一间不挂牌的国家犯罪调查局办公室, 代表我会见该局官员, 因为我们不能确定是否有人跟踪我。 我们知道, 那名男子随身携带着这些可能指证俄罗斯情报行动的文件, 出行乌克兰和东欧后非常担心, 国家犯罪调查局向英国驻基辅大使馆通报了情况。 后来那名男子销声匿迹, 手机也关机了。 我们非常关心他的人身安全。 几周后, 那名男子重新现身, 要求再次同我见面。 艾伦和我决定偷偷录音。 我们复制了接下来几次会面的录音, 把他们和若干文件的截图都交给了英国当局。 我们还告知了美国人, 因为我们看到的证据显示, 俄罗斯人在剑桥分析的客户们 败回特朗普竞选团队之前和之后 都会马上同这些客户取得联系。 最终, 我们在美国国会大厦南西·佩洛西的办公室里 见到了加利福尼亚州众议员亚当·西夫。 当时, 他是众议院情报委员会的首席民主党议员。 艾伦和我告知西夫议员, 有这么一些文件被保存在卡麦克尔的保险箱里。 我同意下次来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时把他们带来。 此次会见后不久, 将克里斯托弗、斯蒂尔撰写的特朗普通俄门的档案 拼凑起来的私人情报公司Fusion GPS联系了我。 斯蒂尔所在的公司从一个英国人那里听说我手头有一些文件和录音, 而且Fusion GPS告诉我们, 他们掌握的文件和信息皆是了相同的关联, 俄罗斯人、英国脱欧团体和特朗普竞选团队之间有瓜葛。 我们都同意在英国数字、文化、媒体和体育委员会主席达米安、 克林斯的办公室见面。 克林斯、Fusion GPS和我就像在玩拼图游戏, 我们分别找到了关于同一事件的不同文件, 然后就开始把这些单片拼成一幅完整的图。 艾伦又一次与英国国家犯罪调查局进行接洽, 但他们拒绝采取行动, 于是我们把一切材料都交给了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 后者同意将材料转交给美国相关的情报渠道。 如果英国当局不打算插手, 我们收集的有关英国脱欧和俄罗斯大使馆之间相互关联的证据, 那么我们希望加以时日, 美国情报机构在获得这些文件后会向他们的英国同行施加压力, 促使后者采取行动。 这些文件揭露了一个不可思议的故事。 2015年, 就在我离开剑桥分析后没多久, 英国独立党支持的离开欧盟宣传团队 聘请剑桥分析为其对英国选民进行详细的分析, 研究他们的信念, 帮助我们更好的同选民互动。 这段引言成了离开欧盟宣传站的启动声明。 剑桥分析和英国独立党之间的关系是史蒂夫、班农促成的。 班克斯和威格莫尔找班农了解过剑桥分析后, 赖杰尔、法拉奇就把他们介绍给他的朋友罗伯特、莫瑟。 莫瑟很乐意帮助他们正在展露头角的另类右翼运动, 但这个美国亿万富翁同所有外国人一样受英国法律的制约, 不能向英国的竞选活动捐款, 也不得对其进行实质性干预。 于是, 这个亿万富翁告诉脱欧分子们, 剑桥分析的数据和服务可能有用。 班农主动提出帮忙, 法拉奇和班克斯等人接受了, 最终形成方兴慰爱的英美另类右翼同盟与数据库和算法之间的联姻。 这个联姻是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关注的焦点, 因为俄罗斯大使馆似乎借助这一秘密工具进入了特朗普竞选团队。 2015年11月, 离开欧盟和布里坦尼、 凯泽一起为公投宣传站节目。 后者除了在剑桥分析工作, 还被任命为离开欧盟的运营总监。 在这个团队里, 凯泽主要负责部署剑桥分析的威目标定位算法。 就在同剑桥分析一起为脱欧宣传站揭幕前不久, 英国独立党和离开欧盟的最大金主, 阿伦、班克斯和安迪、威格莫尔, 开始同俄罗斯政府调情。 这一切都可以追溯到2015年, 在唐克斯特召开的英国独立党大会。 大会期间, 两人见到了俄罗斯外交官亚历山大、乌多德, 后者邀请他们去俄罗斯大使馆同大使面谈。 几周后, 两人先是在伦敦同俄罗斯驻英大使亚历山大、 弗拉基·米罗维奇、 雅克文科吃了一顿在报道中被描述为长达六小时的明顶午宴, 之后他们又见了一次面。 这次俄罗斯大使给了班克斯和威格莫尔一个让人心动的提, 班克斯转身又邀请了几个熟人加入, 其中包括知名投资人即英国脱欧支持者吉姆·梅隆。 俄罗斯驻英大使馆有意推荐一些有望挣大钱的投资项目给他们, 班克斯在一封电子邮件里将其称为俄罗斯黄金交易。 大使做完推荐后, 把他们介绍给俄罗斯商人西曼·波瓦仁金。 波瓦仁金说, 俄罗斯有几个金矿和钻石矿即将合并或部分实行私有化。 俄罗斯大使馆明确表示, 这些交易将受到俄罗斯联邦储蓄银行Sparbank的支持, 而这家俄罗斯的国有银行受到美国和欧盟的制裁。 英国独立党的金主们被告知, 通过大使馆和俄罗斯联邦储蓄银行进行投资的好处在于它会带来某些他人遥不可及的机会。 在正式宣布, 剑桥分析会为离开欧盟这一宣传团队工作之前, 班克斯等人同俄罗斯大使馆的联系一直没有中断。 班克斯在一封回复某俄罗斯官员发出的会晤邀请的邮件中写道, 谢谢, 安迪和我非常高兴可以参加11月6日的午宴为大使做介绍。 美国对这次公投的兴趣也很大, 而我们即将访问华盛顿介绍脱欧宣传的一些重要的情况。 2015年11月16日, 即正式宣布的第二天, 班克斯和威格莫尔再次受邀前往俄罗斯大使馆开会。 我们不能确切地知道那天大使馆里发生了什么, 但我们确实知道的是, 会后脱欧分子非往美国去见他们的共和党同仁, 而俄罗斯大使馆对此也知情。 我们还知道, 班克斯和威格莫尔热衷于向雅科文科报告最新进展。 班克斯2016年1月在发给大使的一条短信中写道, 安迪和我本人非常愿意前来向您介绍竞选的近况。 赛事正憨, 一切顺利, 阿伦。 如果班克斯纯粹处于商业目的同俄罗斯打交道, 那他为什么要把自己同美国政界的联系, 或者英国脱欧公投宣传的情况告诉给俄罗斯大使呢? 这一点我们并不清楚, 但我们知道, 这些会晤确实对脱欧分子产生了影响。 在一系列的通行往来中, 他们当中的某人讨论了如何在乌克兰协助打造一个类似英国脱欧的运动, 以便对抗乌克兰的亲欧盟叙事。 俄罗斯一直以来都在努力地把乌克兰控制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 不过他们后来还是决定不涉足乌克兰, 有一封电子邮件甚至讨论了某篇草拟新闻稿中的一个句子是否过于轻额, 但威格莫尔在回复中提议发一封表示支持的短函给大使。 班克斯和威格莫尔一直同俄罗斯大使馆保持联系, 威格莫尔写信邀请俄罗斯外交官参加离开欧盟举办的活动, 包括他们在2016年6月举办的庆祝英国脱欧成功的派对。 虽然据报道,班克斯曾经向专家咨询过俄罗斯金矿和钻石矿投资的邀约, 但他告诉记者们自己最后全都回绝了。 威格莫尔也决定不再继续推进投资项目。 然而,据报道,英国脱欧宣传战结束后不久, 跟英国独立党的大金主之一吉姆, 梅隆有关的一家投资基金投资了俄罗斯国有钻石公司阿尔罗萨, 欧罗萨,这家公司实现了部分私有化。 不过,该基金的代表说,梅隆不知道投资的具体细节, 而且该基金早在2013年阿尔罗萨第一次公开募股时就对其进行过投资。 2016年7月末,即英国决定脱欧一个月后, 也是俄罗斯情报部门黑进美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文档和电子邮件仪式, 被披露几周后,亚历山大、尼克斯同俄罗斯大使雅克文科一起观看马球比赛, 还被人拍下同雅克文科共享一瓶俄罗斯福特加的照片。 巧的是,这段时间尼克斯正在想办法为特朗普竞选团队获取维基解密所掌握的信息。 英国成功脱欧后,法拉奇和班克斯把视线转向2016年总统竞选正进行的如火如荼的美国。 这些英国人在2016年十分卖力地为特朗普摇旗呐喊。 法拉奇参加了为这位共和党候选人举办的大量的公开活动。 当时,漫不经心的观察者或许会觉得, 宣称自己是英国脱欧先生的特朗普邀请英国独立党的首脑们参加他的集会很正常, 但许多美国人不了解另类右翼势力内部的互联互通。 这是一场步调协同的全球运动,而且它在2016年成了巨大的安全风险。 2016年8月20日,安迪·威格莫尔发给俄罗斯大使馆的三等秘书谢尔盖费基金一封电子邮件, 主题栏里写着转发科特雷尔文件,绝密。 这封邮件有几个附件,还有一行神秘的证文收着,阅读愉快。 附件里的是与乔治,科特雷尔被美国联邦探员逮捕相关的 法律文件。 当时,科特雷尔·施耐杰尔,法拉奇的幕僚长,也是英国独立党的筹款负责人。 法拉奇后来说,他对科特雷尔的违法活动一无所知。 科特雷尔和法拉奇飞去美国,庆祝他们成功脱欧, 顺便参加在2016年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期间举办的一场盛大的特朗普集会。 其后,他们来到芝加哥奥黑尔机场,准备返回英格兰。 起飞前,几名联邦探员登上飞机,逮捕了科特雷尔, 指控他犯下共谋洗钱和电信欺诈等多项罪行。 他还同摩尔多瓦工商建设银行Modent Combank有瓜葛。 这家摩尔多瓦银行被指控为俄罗斯洗钱机Russian Lundermat这一俄罗斯洗钱案件的重要参与者。 我从书人那儿获得的电子邮件证明, 威格·莫尔向俄罗斯外交官发送了美国司法部指控的文件副本。 变速协商后,科特雷尔承认自己犯下了电信欺诈罪。 俄罗斯大使馆对英国脱欧运动中的关键人物同特朗普竞选团队的紧密关系一清二楚, 而且一直在培育这种关系。 他们甚至从威格·莫尔那里收到了关于英国独立党人士被美国联邦探员逮捕的文件。 美国人为什么要在乎俄罗斯在英国的活动呢? 因为这些英国脱欧分子和特朗普竞选团队共用一家数据公司, 即剑桥分析,还共用一个顾问,即史蒂夫·班农, 而且他们显然没走,一步都告知了俄罗斯人。 此外,这些英国脱欧分子正是特朗普在大选中取得让人吃惊的胜利后, 最早被邀请去特朗普大厦的人。 美国当选总统和定期向俄罗斯政府介绍相关情况的英国公民进行会面。 记者们欢欣鼓舞,因为他们曝光了剑桥分析, 还把不肯悔改的脸书的股价推向了深渊。 但我不觉得开心,我麻木了。 这感觉就像旁观一个行将就木的人的最后时刻。 这是我经历过的最艰苦,最令人疲惫不堪的事件。 几个月后,肾上腺素消退了,我这才开始反思这一切。 我意识到自己遭受了很大的心理创伤, 但放任自己体会这次经历给我造成的痛苦, 因我在这场灾难中所扮演的角色而更加剧烈的痛苦。 看到特朗普掌权,看到他禁止穆斯林国家的公民入境美国 为白人至上主义运动辩护, 我不禁心生感触,是我剥下了这一切的种子。 当年,我跟火一起玩,现在整个世界都着了火, 熊熊燃烧时,我却袖手旁观。 我去议会不只是为了作证,还为了忏悔。 第十二章,启示录。 我们都很容易受到操控。 我们根据可利用的信息做出判断, 但如果信息是经由中转间接获得的话, 我们就容易被操控。 随着时间的推移, 我们的偏见可能不知不觉间就被放大了。 我们当中有许多人都忘了这一点, 我们在新闻推送和搜索引擎里看到的内容已经被算法挑选过。 而算法的唯一动机就是选出能吸引我们, 而不是启迪我们的内容。 我不会把我的住址告诉你, 至少不会说出确切地址。 它在伦敦东区的某个地方, 在肖尔迪奇和多尔斯顿之间。 我是住在顶层的那个头发染成粉红色的家伙, 不过我并不是特别引人注目。 如果追本溯源的话, 这个街区原属于工人阶级, 这里的许多建筑物在当年伦敦还处于工业时代时是工厂。 一些烟熏过的砖墙上刷着褪色的广告, 广告上的产品都是一个世纪前的, 如今早已销声匿迹。 在最后一波英联邦国家移民潮期间, 印度、巴基斯坦和加勒比海社区在这里形成。 后来因为伦敦市中心的生活成本太高, 而被迫搬离的艺术家、同性恋者、 学生和脏兮兮的怪人也来此落脚。 这两类人群之间倒是和平相处。 这里有装饰艺术风格的电影院和屋顶花园。 每到周末,夜店客蜂拥而至, 一罐接一罐的喝红斑纹啤酒, 一直喝到凌晨四点, 喝得鸣鼎大醉, 嘈杂声无休无止。 人们经常可以看到, 从头到脚, 遮得严严实实的穆斯林妇女和浑身刺青, 头发乱糟糟的泡巴小子, 在同一家无证经营的果书店里买东西。 在这里, 我仍可以外出活动, 相对来说也不会吸引太多目光。 我住在一栋老建筑里。 他问事的时候, 互联网还不可想象, 室内管道系统还是牺牲事物。 他的墓地板很厚实, 但你一脚踩下去, 往往会嘎吱作响。 楼门上安了好几道门栓, 这是因为我公开身份后的那周, 老是有一群男人上门找我。 我的邻居们开始抱怨, 直到发现我是谁。 现在要是看到周围有人晃荡, 他们就会提醒我。 我的住处有许多东西不见的踪影。 我起居是最里面的角落里, 有一个架子, 本来是用来摆电视机的, 那边的墙面上, 还垂着几根电线。 我曾经有过一台智能电视机, 可以连接我的网飞、 Netflix和社交媒体账号, 还有内置麦克风和摄像头。 我卧室床头柜的一个抽屉里, 衬着一种特别的金属之物, 能防止所有放在抽屉里的电子设备 发送或接收信号。 作为我就寝仪式的一部分, 我每晚都把电子设备放进那里。 卧室另一头的壁橱里, 堆放着我以前用过的电子设备。 一台拔掉电源的亚马逊旗下的智能音箱, Echo形单影支地立在一堆电子废弃物当中, 若干台平板电脑和手机, 以及一块智能手表, 我得妥善地处置它们。 另外一个盒子里装着硬盘残片。 硬盘上的证据交给当局后, 我把它们消磁、 砸碎或者酸洗。 数据已经永远消失, 最好把它们扔掉, 但奇怪的是, 我舍不得。 我的客厅里摆放着一张, 从一家老工厂逃来的仿古墓书桌, 桌上有一台从未连接过互联网的安装的气息系统。 我住的那栋楼的入口, 有一个监控摄像机, 数据被传输到一家保安公司。 我不知道它是否加密, 所以天知道有谁在看。 我离家时随身带着一个便携式紧急按钮, 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用上。 英国国家犯罪调查局把我的一个手机号码列入了监察名单。 如果我打电话给接线员, 即使我一言不发, 他们也会优先响应。 我的背包里一直放着一台便携式硬件VPN路由器, 这样我就不必连上不安全的无线局域网。 包里还有好几个法拉第龙都是粉色的, 因为我觉得很可爱。 我经常戴帽子, 但还是有人认出我来即便过的一年。 几乎每天都有人问我你是那个吹哨人吗? 我现在似乎过着偏执狂的生活, 但鉴于我在街上被人殴打过, 受到过私人保安公司里小流氓的威胁, 睡在酒店客房时深夜有人闯入, 过去12个月里黑客两次试图侵入我的电子邮件, 谨慎还是应该的。 当初请人检查我住所的安全风险时, 他们认为电视机是个风险, 因为它可以被控制, 用来秘密监视或者监听我。 拆电视机的时候, 我想到人看电视, 但电视也可以反过来看你这一讽刺时冷笑了一下。 新闻曝光之前的那些日子, 脸书开始向我发送律师函, 委托人逐渐升级到公司副总法律顾问和副总裁。 我的律师们意识到该公司认为, 我的吹哨行为严重危及其业务。 他们受理过其他的黑客案件, 所以知道走投无路的公司会做什么。 但脸书不一样。 他们不必黑进我的账号, 只需利用我手机上的应用程序追踪我, 我在哪儿, 我跟谁联络, 我跟谁见面。 我处理了原来的手机, 我的律师们买来从未安装过脸书、 照片墙或WhatsApp的没有用过的新手机。 脸书手机应用程序的使用条款和条件要求 获得麦克风和相机权限。 虽然, 该公司竭力否认自己采集过用户的音频数据 用于推送定向广告, 但我们的手机里确实有这么一个技术许可, 导致该公司可以读取我们的音频。 此外, 我不是普通用户, 我是该公司当时最大的声誉威胁。 至少理论上, 手机的音频功能是可以被激活的, 所以, 我的律师们担心该公司会窃听我同他们或警方的谈话。 脸书早已获得我的照片和相机权限, 这样一来, 他们不但能监听我, 而且还能看到我在哪儿。 即使我一个人在浴室洗澡, 我也不见得真的是一个人。 如果我的手机在浴室里, 那么脸书也在。 无处可逃。 不过, 仅仅处理掉我原来的手机还不够, 我妈妈, 爸爸和两个妹妹都必须处于同样的原因, 卸在他们手机里的脸书、 照片墙和WhatsApp。 可脸书也早已获悉我的好友们是谁, 我们喜欢去哪里玩乐, 我们相互发些什么信息, 以及我们所有人的住址。 甚至连同朋友们一起消磨时间也有风险, 因为脸书能访问他们的手机。 如果哪个朋友拍了一张照片, 脸书就可以访问。 而且至少从理论上讲, 他的面部识别算法能检测到他人手机, 照片里的我的脸, 即便这些人只是偶然拍到了我。 在我处理原有的电子设备期间, 朋友们开玩笑说, 我就像在驱逐机器里的邪魔。 有个朋友甚至给我送来的一些鼠尾草, 叫我点燃, 以防万一。 这当然很好笑, 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我真的在驱魔。 在我们今天的这个世界上, 由代码和数据组成的无形的神灵, 有法力监视我们, 监听我们, 考量我们。 我要把他们赶出我的生活。 2018年3月16日, 就在卫报和纽约时报报道, 我的故事的前一天, 脸书宣布不仅禁止我使用脸书, 还禁止我使用照片墙。 此前, 脸书已经拒绝禁止白人、 至上主义者、 新纳粹分子和其他散布仇恨的人 使用他的平台, 但他决意禁止我。 脸书要求我交出手机和个人电脑, 并说我恢复账号的唯一办法 就是交出我提供给当局的信息。 脸书表现得像一个民族国家, 而不是一家公司。 他似乎不明白我不是调查的对象, 他才是。 我的律师们建议我拒绝脸书的要求, 这样才不会妨碍警方 及监管当局的合法调查。 后来, 在我配合官方调查的过程中, 脸书的禁令让我交出 存在脸书账号里的证据的难度加剧, 对英国脱欧公投拉票宣传的调查 也因此停滞不前。 他们说, 你只有在失去一样东西之后 才能体会到它的珍贵, 我只有在被脸书禁止记录之后 才认识到自己的生活, 竟然同脸书有这么密切的关系。 我手机上有好几个应用程序失灵了, 一个约会应用, 一个呼叫出租车的应用, 一个收发信息的应用, 因为他们都使用脸书进行身份验证。 我在网上的订阅和账号 也因为同样的原因而无法使用。 人们常常谈起二元世界, 网络世界和我们的真实人生。 可是, 在我的大多数数字身份被收缴之后, 我可以告诉你这两个世界密不可分。 社交媒体一旦把你抹掉, 你就失联了。 没人请我参加派对, 倒不是故意的, 而是因为派对邀请, 往往通过脸书发出, 或者贴到照片墙上。 不知道我新电话号码的朋友 几乎找不到我, 除非他们试着给我的律师发邮件。 吹哨最紧张的阶段过去之后, 我只有在夜店或酒吧理财会偶遇已经好几个月没联系过的人。 现在, 要是约会应用上对我感兴趣的人想查看我照片墙上的个人资料, 我就得尴尬地解释为什么我的账号会被禁用。 而且, 还得向对方保证我不是在诈骗。 这就像我的身份被没收了, 人们不再相信我的自我介绍。 有时候, 对方会认出我是那个人, 然后担心会不会因为跟我见面而遭到监视。 我总是告诉他们别担心, 因为就算不跟我约会, 他们也早就被这些公司全天候跟踪了。 这个禁令不过是脸书的下作之举, 好比惊慌失措的暴徒只能引发一场骂战。 它最多让我因为不变而感到恼火, 但相比其他吹哨人经历过的报复, 这几乎算不上什么。 更别提这个平台早已为虎作娼, 严重残害过现代社会。 不过, 它让我意识到我的网络身份 已经同现实生活的多个方面难解难分, 而我的网络身份既没有被赋予正当程序权利, 也没有得到公正的裁决。 禁令发布四天后, 英国文化大臣在议会的一场紧急辩论上说, 脸书单方面禁止吹哨者使用其平台的能力令人震惊, 因为这让人严重质疑一家企业 可否行使这种不加制衡的权利。 数亿美国人在使用脸书, 可他们不了解这个平台看不见摸不着的架构, 以为这是一个分享照片, 核观助心移民人的无关痛痒的平台。 他们被脸书吸引, 因为用它联系朋友很方便, 而且无聊时还可以玩游戏或者使用内嵌的应用程序。 脸书告诉用户, 它的使命是把人们聚到一起。 但脸书上的社群其实经未分明, 每个社群都是为相似的人打造的。 脸书平台观察用户, 浏览他们的发帖, 研究他们怎么跟朋友互动, 然后由算法决定, 把他们分类到他们那种人, 脸书所谓的相似人群, 所在的数字社群。 当然了, 这样分类是为了帮助广告主向同质化的相似人群传播, 为他们量身定制的叙事。 大多数用户不知道自己被分在哪一类, 因为他们看不到其他社群里跟自己不相似的人。 所以, 这种以人找人的用户细分方式, 把广大同胞拆散分割, 让他们渐行渐远, 真是一点都不奇怪。 就是它造成了我们当今的生活氛围。 作为社交媒体诞生地的美国不知不觉地 进入了由新闻推送, 关注, 点赞和转发构成的数字工地。 正如我们很难看见气候变化怎样一点一点地影响我们的海岸线, 森林和野生动植物那样, 我们也很难完全把握裹挟着我们前进的社交媒体对社会的影响。 但已经有一些案例显示了社交媒体的重大效应, 证实社交媒体有时会突然在某个国家掀起轩然大波。 21世纪第二个十年的中期, 脸书进入缅甸, 发展迅速。 这个国家的总人口为5300万人, 而脸书的用户数很快就攀升到2000万人。 该国售卖的许多智能手机都预装了脸书的应用程序, 而且市场研究表明脸书是缅甸公民的主要新闻来源之一。 2017年8月, 针对罗兴亚族的仇恨言论在脸书上暴增。 罗兴亚族是缅甸的一个少数族群, 不为穆斯林教徒。 要求缅甸赶走所有穆斯林的叙事和呼吁进行种族清洗的宣传, 如同病毒般迅速扩散, 他们大都是缅甸军方从事信息站的人员制作并传播的。 罗兴亚族武装分子协同攻击警方后, 缅甸军方利用他们在网上暴涨的支持率, 有组织的杀戮、强奸和制裁了数以万计的罗兴亚人。 其他群体也加入了屠杀, 脸书上不断有人号召群企杀害罗兴亚人。 罗兴亚族的村落被焚毁, 70多万罗兴亚族难民被迫越过国境逃往孟加拉国。 国际和地方组织一再就缅甸局势警告脸书。 脸书禁止一个罗兴亚族抵抗团体使用其平台, 但是留下了缅甸军方和亲政府的团体, 后者从而得以继续散布仇恨宣传。 联合国官员称, 这场谋杀为教科书式的种族清洗, 脸书仍对此不管不顾。 2018年3月, 联合国得出结论, 社交媒体在罗兴亚族遭受种族清洗这一事件中, 扮演了决定性角色。 脸书平滑的架构赋能给暴力, 推动仇恨言论在人群中扩散, 其速度前所未有。 脸书的冷漠回应绝对是奥威尔式的。 脸书禁止仇恨言论或倡导暴力的内容, 我们会竭尽全力将其排除在平台之外。 这是脸书对其在四万多人种族大屠杀行动中, 为军方大开方便之门一事发表的声明。 看起来, 世界上无论哪个政权, 要想维持高压政权的话, 都可以找脸书。 互联网一度被人称道, 因为有了它, 人们之间的壁垒荡然无存, 谁都可以同身处任何地方的任何人交流。 然而事实上, 互联网不过是对席选一个国家物理空间的潮流趋势进行了放大。 人们在社交媒体上, 一逗留就是几小时, 关注相似的人, 阅读只追求点击率的算法, 为他们精心挑选过的新闻报道。 这些报道唯一的作用, 就是强化他们已有的偏颇观点, 让他们不断点击阅读, 走向极端。 我们看到的是一种认知隔离, 人们存在于他们自己所在的信息贫民窟。 我们正在目睹现实生活中的隔离。 如果脸书是一个社群, 那它一定有围墙, 有警卫。 共同体验是现代度元民主体制下公民团结的根基。 民学运动的一个诉求, 就是共享空间, 要求电影院, 饮水机和厕所不再分设黑人和白人专区。 美国的种族隔离, 一向体现在不为人察觉的平凡之处, 公共汽车, 饮水机, 学校, 电影票和公园长凳等都黑白分明。 而现在, 种族隔离可能体现在了社交媒体上。 罗莎, 塔克斯被勒令给白人让座, 只是美国白人对黑人采取的无数系统性的隔离措施中的一种, 其目的就是要让他的黑皮肤同白皮肤分开, 不被人看到, 让他继续做他者, 不让他加入他们的美国。 虽然如今我们不再允许建筑物针对莱克的种族分设出入口, 但隔离仍然处于互联网架构的中心。 社会隔离产生了阴谋论和民粹主义的原材料, 不信任。 剑桥分析是这个分裂的网络空间的必然产物。 该公司之所以能让目标受众暴怒成瘾, 只是因为怒意没有受到任何阻拦。 于是剑桥分析通行无阻, 把目标受众淹没在不实信息的大悬窝里, 其灾难性后果完全可以预测。 然而, 单单阻拦剑桥分析还不够。 如果不改进崔升新进出现的认知危机的根本架构, 这个危机还将继续恶化。 无为的后果会极其可怕。 破坏共同体验是他者化的关键性的第一步, 是否定期为我们中的议员的关键性的第一步。 史蒂夫、班农认识到互联网上的虚拟世界比大多数人以为的要真实的多。 人们平均每天查看手机52次, 许多人入睡时就把手机放在旁边充电。 他们和手机一起入睡的次数多过跟别人一起入睡的次数。 他们每天一睁眼就看屏幕, 每天合眼睡觉前看的还是屏幕。 而人们在那块屏幕上看到的内容会刺激他们表现出仇恨行为, 在某些情况下甚至走向极端暴力。 没有什么东西只存在于网上, 线上信息, 亦或线上不识信息, 如果攫取了目标受众的注意力, 就可能导致可怕的线下悲剧。 面对指责, 脸书避而不谈道德责任。 其回应, 类似于美国全国步枪协会枪, 不会杀人的论调。 他们摊开双手表示爱莫能助, 说自己无法控制用户对脸书产品的滥用, 即使滥用导致了大规模的杀戮, 也不是他们的错。 如果种族清洗都不能刺激他们采取行动, 那要靠什么才刺激得动? 脸书展开又一轮的道歉巡演, 高声宣称我们会更努力。 他拿空洞的言辞, 不过是一家满足于不作为现状中获利的技术公司的思念和祈求。 在脸书看来, 受害者的生命已经成了他们追求快速行动, 破除陈规的外在因素。 我作为吹哨人站出来之后, 另类右翼的数字怒火机器就瞄准了我。 在伦敦, 怒气冲冲的脱欧分子把我推向迎面而来的车流。 另类右翼跟踪狂跟着我, 把我和朋友们在夜店的照片放在另类右翼网站上, 还注明了在哪里可以找到我。 到了我要去欧洲议会作证时, 针对脸书批评者策划的阴谋开始渗入另类右翼论坛。 在我作证时, 后排有人吟唱索罗斯。 2013年2月, 俄罗斯将军瓦列里·格拉西莫夫 撰文挑战盛行的战争观念。 时任俄罗斯武装力量总参谋长, 大致相当于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格拉西莫夫 在军工信时报《Military Industrial Courier》上发表题为 《科学的价值在于先见之明》的文章提出一系列见解, 这些见解后来被称为格拉西莫夫主义。 格拉西莫夫写道, 战争规则已经改变非军事手段 在实现政治和战略目标中的作用变大。 他讨论了人工智能和信息在战争中的运用。 信息空间,他写道, 大大拓宽了减弱敌军战斗实力的非对称的可能性。 从本质上来看, 格拉西莫夫汲取阿拉伯之春的教训, 敦促军事战略家效仿, 将社交媒体上的信息共享作为战争手段。 你当然可以嗤之以鼻地说, 阿拉伯之春不是战争, 所以我们,军人,没什么可学的。 但也许正好相反, 这些事件正是典型的21世纪战争。 随后, 俄罗斯的S.G.切金诺夫上校和S.A.波格丹诺夫 中卫发表了一篇军事战略论文呼应格拉西莫夫的观点。 他们比格拉西莫夫更近一步。 两个作者写道, 有望通过脸书和推特这样的公共网络平台的服务器 获得信息进行宣传, 从而攻击对手。 他们还写道, 在这些强大的信息技术的武装下, 侵略者会竭力扩大攻击面, 不该进攻目标国的所有公共机构, 主要是大众媒体和宗教组织、文化机构、 非政府组织、经费、 来自海外的公共运动和接受外国资助, 从事研究的学者。 这在当时是一个激进的新见解。 今天再读一遍, 就会发现它正是俄罗斯干预2016年美国大选的蓝图。 战争史就是发明史和战略史, 许多发明和战略都是应运而生的。 按照大多数的指标来衡量, 俄罗斯的军事力量远弱于美国。 美国的军费预算为7160亿美元, 超出俄罗斯十倍还多。 美国有128万现役军人, 俄罗斯有100万现役军人。 美国有13000架军事飞机, 俄罗斯有4000架。 美国有20艘航空母舰, 俄罗斯只有一艘。 如果考虑所有现存的传统标准, 莫斯科不可能在大国战争中再次同美国旗鼓相当, 而弗拉基米尔、普京对此心知肚明。 所以,俄罗斯人必须想出另外一种占优路径, 跟物理作战空间无关的路径。 军事战略家要是把注意力集中在当下, 就很难构想出新的作战形式。 在飞机问世前, 军队指挥员只关心如何在陆地和海上打仗。 直到1915年, 法国飞行员罗兰·加洛斯驾驶了一架 加装应急机关枪的飞机后, 军事战略家才意识到原来天上也能打仗。 一旦飞机加入了进攻, 地面部队也要转向, 制造出小型速射的高射炮。 战争就是这样不断演变的。 信息战也经历了类似的演变。 起初, 谁都想象不到脸书或者推特可以变成战斗工具。 战争是在地面、空中、海上打响的, 或许也有可能进入太空。 然而事实证明, 大些有想象力和远见, 先于他人利用社交媒体开展信息战的人, 在第五战场, 网络空间上成果斐然。 你可以画一条直线串联起格拉西莫夫、 切金诺夫和波格丹诺夫打下的基础, 剑桥分析采取的行动和英国脱欧级特朗普竞选的胜利。 在短短五年左右的时间里, 俄罗斯军方和政府已经开发出 21世纪首批破坏力极强的高效新武器。 他们知道这些武器会成功, 因为脸书这样的公司从不会采取非美国式的措施来控制用户, 所以俄罗斯不必散布宣传材料。 他们只需让美国人自己来传播, 点击、点赞、转发即可。 脸书上的美国用户为俄罗斯人脉力, 借助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 把后者的宣传洗白。 不过,这个大规模扩散布什信息的新时代并不局限于政坛。 星巴克、耐克和其他时尚品牌也已经发掘 他们成了俄罗斯发起的布什信息战的目标。 这方面已经有好几个经查证的实力。 如果品牌发表的声明猛烈抨击现有的社会或种族矛盾, 有俄罗斯背景的假新闻网站、 僵尸网络和社交媒体运营就会进入活跃状态, 把这些叙事转化为武器挑起社会冲突。 2016年8月, 橄榄球运动员柯林·卡佩尼克为了抗议美国的系统性种族主义 和警察对非裔美国人及其他少数族群施暴的行为, 拒绝在演奏美国国歌期间起立。 作为卡佩尼克的赞助商, 时尚品牌耐克对此表示支持, 这样的回应引发了争议。 但当时许多人都不知道的是, 流言飞语出现后几小时内, 跟俄罗斯有关联的社交媒体账号就开始扩散和放大 原本就有的号召抵制耐克的话题标签。 其中一些内容最终进入主流新闻媒体, 抵制耐克的叙事穿上了合法的外衣, 变成美国土生土长的抗议运动。 网络安全公司还证实, 另类又一群体流出耐克的假优惠券, 定向传播给社交媒体上的非裔美国用户。 优惠券上写着有四人种买鞋打二五折之类的文字。 传播这些优惠券的用意在于, 不知情的非裔美国顾客会到耐克商店使用优惠券, 然后遭到商家的拒绝。 在这个病毒视频横行的时代, 这个场景如果被拍下来, 就能真实地展现一个种族主义的观点, 那就是愤怒的黑人在商店里讨要免费产品。 那么,这些不实信息为什么要瞄准时尚企业, 化其品牌为武器呢? 因为这一恶意宣传的目的并非只是干预我们的政治, 甚至损害我们的公司, 他的目的是制造社会分裂。 他们要我们相互仇恨。 如果这些叙事抹黑了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在意的那些东西, 我们穿的衣服, 我们观看的体育赛事, 我们听的音乐, 甚至我们喝的咖啡, 那么我们之间的裂痕就会更深。 我们都很容易受到操控。 我们根据可利用的信息做出判断, 但如果信息是经由中转间接获得的话, 我们就容易被操控。 随着时间的推移, 我们的偏见可能不知不觉间就被放大了。 我们当中有许多人都忘了这一点, 我们在新闻推送和搜索引擎里看到的内容已经被算法挑选过, 而算法的唯一动机就是选出能吸引我们, 而不是启迪我们的内容。 如今, 大多数声誉良好的新闻来源都需要付费才能访问。 我们已经看到, 在一个假新闻不要钱的市场上, 真实信息正在逐渐变成奢侈品。 上一次经济革命期间, 工业资本主义拼命盘剥我们深周的自然世界。 只有在气候变化到来后, 我们才不得不正是这样做所带来的生态外延性。 然而, 在接下来的这轮资本主义中, 原材料不再是石油或矿产, 而是商品化的注意力和行为。 在这种监视资本主义的新经济里, 我们就是原材料。 这就意味着, 在一种新型经济刺激的驱动下, 平台和用户间出现了严重的信息不对称。 为了把用户行为转化成利润, 平台需要了解用户行为的方方面面, 而用户却对平台的行为一无所知。 正如剑桥分析发现的那样, 这位孵化宣传提供了完美的环境。 随着亚马逊智能音箱和谷歌智能音箱 等家居自动化设备的诞生, 我们向网络空间与物理现实的最终融合 迈出了第一步。 5G移动网络和下一代无线局域网 已经开始部署, 为物联网成为新常态, 打下基础。 到时候, 所有的家用电器都会连上 无处不在的高速互联网络。 根据设想, 这些普通的设备, 无论是冰箱、牙刷还是镜子, 届时都会用传感器追踪用户 在自己家里的行为, 并把数据回传给服务提供商。 亚马逊、谷歌和脸书 早已为互联家居申请了专利, 打算把家居物联网传感器 和网络市场、 广告网络和用户 在社交媒体上的个人资料 整合到一起。 在这种未来世界里, 亚马逊会知道 你什么时候服用了一片阿斯匹林, 而脸书会看着你的孩子们 在客厅里玩耍。 这个同智能信息网络 完全整合的新环境 有能力观察我们, 思考我们, 判断我们, 并试图通过介入我们的 信息获取渠道来影响我们。 他能看到我们, 但我们看不到他。 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 我们制造出龟片精灵, 然后沉浸于受其影响的 目标明确的空间。 我们的环境将既不消极也不良性, 它会有自己的意愿、 观点和打算。 我们的家将不再是远离 沉销的避难所, 因为有零衣物会出没于 每一个联络网的房间。 我们正在创造这样一个世界, 我们的家居会思考我们, 我们的汽车和办公室会评判我们, 门会变成看门人。 我们创造了未来世界的魔鬼和天使, 这就是硅谷为我们所有人 构想的未来, 随时随地地包围我们。 在剑桥分析追求信息优势的过程中, 社交数据集从未能满足过它的欲求, 它已经开始同卫星和数字电视节目供应商结交。 进入联网电视领域后, 剑桥分析还计划寻找途径, 把传感器和智能家居设备整合起来。 想象一下这样的未来, 剑桥分析这样的公司可以编辑你家电视机播放的内容, 跟你的孩子交谈, 还能在你的睡梦中向你低语。 我们的法律体系建立在我们所处的环境, 是消极的, 没有生命力的这样一个概念的基础上。 我们深周的世界可能会被动地影响我们的决策, 但这种影响背后没有动机。 大自然或者上天没有主动选择影响我们。 几个世纪以来, 法律对人性形成了几个根本性的假设。 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假设是人类的主观能动性在法律上无可辩驳, 人类有能力自行做出理性和独立的选择。 因此, 世界不替人类做决定, 但人类在世界里做出决定。 人类的主观能动性构成了形式规则的哲学基础, 而我们惩罚违法者时给出的理由是他们做出了应当定罪的选择。 大楼着火的确会伤到人, 但法律不惩罚那栋楼, 因为它没有主观能动性。 因此, 人类法律管制的是人类行为, 而非人类所处环境的动机或行为。 由此衍生出的推论就是我们生而为人的基本权利。 启蒙运动时期, 人的基本权利被表述为保护人类行使主观能动性的核心权利。 生存权、 自由权、 结社权、 言论权、 投票权和良知权都建立在人有主观能动性这一假设之上, 因为它们都是主观能动性的产物。 但主观能动性本身并没有被表述为权利, 因为人在能动性在是历来的假设。 同样, 我们也没有可以对抗世界的主观能动性权, 也就是说我们不能违背环境的制约行使主观能动性。 我们无法逆天而行, 无法对抗有动机会思考的空间对我们施加过多的影响, 从而干预我们行使主观能动性。 美国建国时, 国父们从未想到过主观能动性会被有动机会思考的环境操控。 在他们看来, 这是上帝的专属权利。 算法之间的眼球争夺大战就在我们面前上演。 算法不仅能够改变文化, 还能重新界定人类存在的体验。 经过算法加强的参与度处于当今社会愤怒政治、 单挑文化、 自拍诱发的虚荣、 技术成瘾和受损心理健康的核心。 目标用户不断点击阅读, 无法自拔。 我们一厢情愿地认为, 自己不受外界影响或者没有认知偏差, 因为我们想要可控的感觉。 然而酒精、烟草、快餐和游戏等行业都知道我们其实是认知和情绪上的一杆动物。 技术行业也认识到这一点, 所以才会研究用户体验游戏化增长黑客和参与度, 像吃饺子老虎鸡那样激活我们大脑里的玩乐回路和可变强化程序。 到目前为止, 这种游戏化尚且限于社交媒体和数字平台, 但以后呢? 要知道, 我们的生活同网络化信息架构的融合日益加深, 而设计这些架构的意图就是利用我们认知上的进化缺陷。 生活在游戏化的环境里, 爱好由它来设计, 人生之路在游戏里展开, 这真是我们想要的吗? 社交媒体根本的意识形态不是给人更多选择, 让人更大程度地发挥主观能动性, 而是缩小、过滤和减少选择, 为社交媒体的创建者和广告主牟利。 社交媒体把公民聚集到受监视的空间, 由架构师来追踪他们, 将他们分门别类, 并利用对他们的了解来影响他们的行为。 如果说民主制度和资本主义建立在信息可获得 以及选择自由的基础之上, 那么我们现在目睹的就是从内而外的颠覆。 我们冒险创造出一个沉迷于记忆的社会, 但可能忽视了遗忘、向前看或者未知的价值。 人类的成长需要私密的庇护所和自由的空间, 这样我们才能在不影响自己公共生活的前提下实验、 游戏、涉猎、保守秘密、偷尝禁果、 违背诺言、思考未来的自己, 直到我们决意改变自己的公共生活。 历史证明, 个体和社会的解放军始于私下探索。 如果我们失去对自己隐私和个人发展的掌控, 我们就无法长大成人, 走出失败的情感关系的阴影, 改正错误, 丢掉就有的观点, 身体或偏见。 如果我们的选择受到监控并且经过过滤, 我们就没有选择自由。 如果我们无法摆脱过往的自我, 对自我的认知和自我呈现在他人面前的样子, 我们就无法成长和改变。 如果我们所处的环境一直在观察我们, 记录我们, 根据不在我们控制范围之内的条件或价值观给我们提标签, 那我们的数据自我可能会把我们束缚在我们更希望抛诸脑后的历史中。 隐私权是我们自主决定自己是谁, 想做什么样的人的关键。 隐私不是隐藏, 隐私关系到人类的成长和主观能动性。 不过, 这一切不只是关于保护隐私或者要求企业征求用户的同意, 这还关于谁影响了我们以为的真理和我们身边人心目中的真理, 关于我们正在围绕我们的社会建设的操控性架构。 这就是剑桥分析给我们的教训。 为了理解社交媒体的危害, 我们必须首先理解它是什么。 脸书向用户宣传自己是一个社群, 向监管机构称自己是一个平台, 但它不是一种服务, 正如移动建筑物不是一种服务那样。 即使你无法精确理解网络空间的运作机制, 你也得明白你身处它的包围之中。 每一台联网设备和电脑都是互联互通的信息架构的一部分, 它塑造了你对世界的体验。 多数硅谷企业里最常见的支撑是工程师和架构师, 而不是客户服务经理或客户关系专员。 但技术企业的工程师跟其他行业的工程师不一样, 他们无需在发布产品前进行安全测试, 证明它符合所有的建筑法规。 正好相反, 平台可以采用暗黑模式设计, 蓄意误导用户, 使其持续使用, 该平台并现出更多数据。 技术企业的工程师故意在平台上设计出一个又一个的迷宫, 让人们不断往迷宫深处走, 却不知出口在何方。 而用户通过不断点击行走在迷宫中的时候, 这些工程师正在因参与度的提升而雀跃不已。 社交媒体和互联网平台不是服务, 而是架构和基础设施。 他们给架构贴上服务的标签, 是为了让消费者担责, 因为后者使用前都点击过同意。 然而没有任何其他行业会让消费者背负这个重担。 航空公司没有要求乘客接受飞机的工程设计, 酒店没有要求住客接受酒店的出口总数, 人们也没有在喝饮用水前接受过水的纯净度。 我以前爱泡8, 所以我有资格告诉你, 要是酒吧或一月会现场的人数超过上限, 明显处于不安全的情况下, 消防检察员会命令那些同意服务要求的客人离开。 脸书可能会说, 要是你不喜欢它, 就不要用它。 可互联网上除了它们这些巨头, 没有可比的替代平台, 正如电力、电信和自来水公司, 往往都被垄断一样。 既用谷歌、脸书、领英和亚马逊, 这些平台形同将自我放逐到现代社会之外。 你怎么找工作? 你怎么获取信息? 你怎么跟人社交? 这些公司老是喜欢谈消费者选择权, 但它们对自己的能力心知肚明, 它们已经成了大多数人的生活中所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让用户在自述堪比一部中篇小说的密密麻麻的法律措辞, 脸书的使用条款和条件有近一万两千字, 下面点击、接受,只不过是强行灌输同意。 这些平台都是专门这样设计的, 为了把用户同意导成一团浆糊。 没有人选择退出这些平台, 因为用户别无选择,只能接手。 脸书禁止我使用其平台时, 不仅停用了我的账号, 还抹去了我在脸书和照片墙上的所有痕迹。 我的朋友们试图查找我发送的历史消息, 但什么也查不到, 我的名字,我写下的文字,一切的一切都不见了。 我变成了一个影子。 古代社会用放逐来惩罚那些危及国家权利或教会权利的罪犯, 异教徒和政治激进分子。 古雅典可以使用任何理由放逐一个人十年, 而这个人没有上诉的机会。 在斯大林时期的苏联, 国家公敌本人消失还不够, 所有他们存在的残余物, 照片、信件、新闻报道, 都会从官方编年史中删除、清洗。 纵观历史, 强权者将社会记忆和集体遗忘作为高活力的武器, 用于打压意义、篡改历史, 从而塑造现实。 如果我们想搞懂这些技术企业的行为, 就应当听听建造这些公司的人说的话。 脸书帕兰提尔和贝宝, PayPal背后的风险资本家彼得·蒂尔曾经详细地讨论过 他为什么不再相信自由和民主可以相互兼容。 在阐述他对技术企业的看法时, 他解释了首席执行官怎样成了技术封建治理体系下的新君主。 他说, 我们只是不在公开场合称他们为君主, 因为任何不属于民主体制的东西都会让人不安。 权威主义的哲学基础在于为社会创造百分之百的确定性。 确定性政治把自由这个概念从摆脱的自由重新定位为从事的自由, 用严格的规则和法律来强行管理和塑造政体内的行为、思想和行动。 权威体制的首选工具历来都是信息控制, 这即包括通过监视公众收集信息, 又包括利用自由媒体将信息过滤给公众。 互联网刚刚起步时, 似乎对权威体制构成了挑战, 但后来降生的社交媒体逐渐发展出各种架构来迎合权威体制的需求、监视和信息控制。 只有在大众习惯新常态, 并对新常态麻木之后, 权威运动才有可能得势。 互联网冲击了有关法律和法律所治理的政体的原有假设。 互联网既无所不在, 又无影无踪, 它依赖服务器和电缆这类食物, 但没有一个主要的居住场所。 这就意味着在一定程度上, 一个数字行动可以同时发生在全球无数个实际位置上, 或者发生在一个地方的行动, 会在另一个地方产生影响。 这是因为互联网是一种超级对象, 它像气候和生物圈一样包围着我们, 而我们就生活在其中。 技术社群经常把他们的平台称为数字生态系统, 这等同于默认这种系统是一个数字容器或王国, 我们至少有部分人生在其中展开。 我们看不见它, 摸不到它, 但是因为它的影响, 我们知道它就在身边。 我经常听到不熟悉数字犯罪的警方调查人员打错比方, 声称他们要找到凶器、埋尸的和线性因果裂。 其实数字犯罪往往不会发生在某一个特定的地点。 数字犯罪常常表现得像污染, 到处都有它, 但又哪里都没它。 数据完全可以被替代, 完全无形, 因为它不过是信息的一种表现形式。 它可以被同步存储在世界各地的分布式服务器上, 就算它存储在某个地方, 也绝不会只有那一个栖身之所。 甲国的服务器处理的来自以国的数据对象, 可以被秉国的人访问, 注册在丁国但资金来自物国的一家公司发出指令后, 这些数据对象又可以被部署到几国。 剑桥分析的设置就有这么复杂。 即使严重的损害已经造成, 例如黑客入侵, 数据失窃, 恐吓威胁或欺骗, 但到底该向谁问责却很难理清。 而我们现有的评估罪责的体系完全爱莫能助。 我们喜欢把我们的政府比作船长, 然而在大海本身发生变化之时, 我们的船长可能发现他们自己毫无准备, 无法继续掌舵航行。 2018年7月, 英国选举委员会判定投票脱欧违法, 因为它不顾法律的制约, 与Billing协同拉票。 2019年3月29日, 英国脱欧内幕曝光一年后, 投票脱欧团队正式放弃 对选举委员会的调查结果和罚款决定进行上诉, 这等同于承认违法。 有人曾经问过区区70万银榜, 为什么我们要这么在意? 这一点我们一定要分清楚, 投票脱欧所采取的方法是英国历史上已知的规模最大的竞选经费违规行为。 即便它的规模不是最大, 竞选也还是同奥运会100米赛跑一样, 是零和博弈, 赢家通吃。 谁先抵达终点, 就算没多出几张选票, 没跑快几毫秒, 谁就赢得整场比赛。 赢家担任公职, 赢家拿到金牌, 赢家有权任命最高法院大法官, 赢家可以让你的国家脱离欧盟。 当然了, 竞选和奥运会100米赛跑有一个差别。 如果你在奥运会上作弊, 你的比赛资格会被取消, 你拿到的奖牌也得归还。 没有所谓的那个服用兴奋剂的运动员不服药也会赢的论调, 体育诚信要求比赛公平公正。 可是在政界, 我们从不将诚信假定为民主必要的先决条件。 比赛作弊的运动员受到的惩罚, 比竞选作弊的团体受到的惩罚严重得多。 虽然投票脱欧的票数只比投票留欧的票数高出了3.78%, 但英国脱欧分子依然声称他们代表了民众的全部意志。 而且就算普选票数比希拉里低2.1%, 特朗普也照样宣称自己取得了胜利。 尽管作弊行为已经被证实, 可投票脱欧保住了英国脱欧这块奖牌。 没有人被竞选, 投票脱欧的两位领导人鲍利斯、 约翰逊和迈克尔·戈夫均得以竞选英国首相。 政治阶层不把破坏我们民主体制的罪行看成真正的罪行。 他们中有许多人将这些违法行为等同于违章停车罚款。 虽然犯罪分子和敌对国因此对以轻易地破坏我们的公民制度, 在我们的社会里大搞选举恐怖主义, 给我们带来实质性的伤害。 当然了, 英美两国最有权势的人认为, 这些罪行根本没有发生过, 他们只是恶作剧, 是一位落败而愤愤不平的对手的把戏。 他们把事实和现实掏到脑后。 你可能以为, 蓄意黑进一位世界领导人的私人邮箱和病例, 贿赂过政府部长, 敲诈过目标对象, 用险恶恐怖的谋杀和威胁视频, 给选民洗脑的公司应当受到法律的制裁。 然而, 参与建桥分析非洲项目的人, 个个都安然无视。 建立司法管辖性, Jurisdictionality, 某个罪行是否有可观比例发生在英国, 因而可以在英国法庭起诉, 太难了。 建桥分析的服务器遍布世界各地, 会议地点在不同的国家, 黑客们常驻他国。 建桥分析旨在伦敦接收黑莱的材料, 却未曾要求黑客提供在英国黑莱的材料。 虽然有若干目击证人, 但建桥分析还是逃脱了。 事实上, 尼日利亚项目的一个经理, 后来当上了英国内阁外交项目的高官, 跻身英国政府最高层。 在美国, 建桥分析也安然无视。 该公司明知故犯, 任意践踏外国代理人登记法。 他展开行动压制非裔美国选民。 他欺骗脸书用户, 用令人作呕的内容恐吓他们。 他把美国公民的数一条私人记录泄露给敌对国。 然而, 建桥分析毫发无损, 因为他是专门为了司法套利。 在英国, AIQ也没有受到制裁。 在桑尼和我披露了投票脱欧蓄意违反法律规定, 利用AIQ超出竞选开支上限, 并将其用作建桥分析目标定位的隐秘代理的证据之后, 他就成了英国脱欧讨论中明明存在却被刻意回避的问题。 英国已经正式发出脱离欧盟的通知。 本来就是险胜的脱欧决定, 可能受到系统欺骗、数据泄漏和外国干预的影响, 但官方有意忽视这一点, 因为如果正视它的话, 波及面会广道无法想象。 如果同样的事情发生在肯尼亚或尼日利亚, 英国观察员早就敦促着重新投票了。 其他的英国制度也失败了。 英国广播公司的高管从卫报那里得到消息, 在卫报正式曝光剑桥分析几周前就拿到了所有证据, 但他们在卫报发表前几天决定放弃报道, 唯恐争议太大, 转而在第四频道的曝光播出前采访亚历山大, 尼克斯却没有在采访中收录任何来自吹哨人的评论。 后来我收邀在英国广播公司的王牌晚间新闻节目《新闻之夜》出镜。 主持人想方设法地打断我, 因为我说投票脱欧的违法行为, 包括利用违规资金并向传播几十亿条脸书广告, 只是我的众多指控之一。 但事实上, 英国选举委员会早已确认了此事。 我屡屡被打断, 沮丧不已, 困惑不解, 就同主持人争论什么是事实。 我还指出, 在英国法律机构已经公开裁决的情况下, 英国广播公司还不许我说投票脱欧违反法律, 也不许我说违法活动就在脸书的眼皮底下展开, 这实在是匪夷所思。 英国国家犯罪调查局突然中止了对俄罗斯干预英国脱欧公投的调查, 哪怕他已经收到了有关俄罗斯驻英大使馆和离开欧盟之间往来的证据。 后来, 英国首相拒绝否认他下令中止了对英国脱欧的调查。 英国议会没有对发生在英国脱欧公投期间的欺骗行为进行质询, 而且我在美国国会作证时, 回答英国脱欧相关问题的时间比在英国议会还长。 虽然英国议会没有进行质询, 但加拿大国会开始调查AIQ在英国脱欧过程中扮演的角色, 协助英国官方迫使AIQ回答问题。 AIQ是加拿大企业, 所以成功避开了英国司法的管辖。 结果证明, 欺骗是一种相当不错的制胜战略, 因为欺骗的代价非常小。 英国选举委员会后来承认, 即使是非法数据或违法资金造成了脱欧方取得公投胜利, 公投结果也仍然有效。 脸书拒绝交出英国脱欧期间发生在其平台上的活动细节, 也不肯透露非法竞选团队对多少选民, 何种类别的选民进行了画像和定向传播。 马克·扎克伯格三次拒绝去英国议会作证。 代表六大洲将近十亿人民的十五个国家的议会联合起来要求向扎克伯格发问, 电话作答都可以, 但他照样拒绝,还拒绝了两次。 看来扎克伯格的时间比代表将近七分之一人类的立法机关的时间还宝贵。 脸书发现,除了媒体充满怒气的抨击, 对世界各国的议会置之不理并无多少不良的后果, 这家公司认识到, 它的确可以表现得像个主权国家, 不用接受他人的审查。 最终,脸书派出首席技术官迈克·斯科洛普夫去接受英国议会的质询, 但根据委员会事后发表的声明, 他未能提供40个问题的完整答案。 然而,他的表现最能揭示的一点, 或许就是脸书这家公司并未悔悟。 有议员问斯科洛普夫, 脸书得知消息后的第一反应是发律失函, 威胁记者, 这种行为算不算霸凌? 这名首席技术官回答说, 据我的理解, 这是英国的惯例。 议员们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在他们的穷追猛打下, 斯科洛普夫勉强让步, 最终道歉, 说他很遗憾, 让记者们感到我们正在试图阻止真相大白于天下。 在这部传奇中, 许多人本应受到正式制裁, 不过令我伤心的是, 只有很少几个人接受了处罚, 其中就有投票脱欧团队的22岁实习生达伦·格兰姆斯。 虽然他身不由己, 但根据古老的立法, 他对选举违规负有责任。 英国选举委员会罚了他2万英镑, 并把他的案子移交给警方。 他后来上诉成功, 但选举委员会还可以反诉。 投票脱欧团队被罚了6万1千英镑, 部分原因是他们拒绝同监管机构合作。 投票脱欧放弃上诉, 所以至少这个制裁还在。 目睹格兰姆斯的遭遇让人心痛。 因为别人的蓄意谋划, 他的人生被撕毁。 我们曾经希望他能同桑尼、 盖特尔森和我一起站出来, 但格兰姆斯始终坚持 为别人想出的这个方案辩护。 每次桑尼提起这个话题, 他就会惊慌失措, 情绪失控, 不愿意接受他被自己信任的人利用了这一事实。 格兰姆斯从一开始就是被内定为替罪羊, 而参与其中的, 他真可谓是投票脱欧所需要的理想人选。 格兰姆斯之所以为老东家的行为辩护, 是因为他是被控制了的受害者。 他们以替格兰姆斯支付律师费为由, 把这个有天分, 有艺术气质的自由派学生, 改造成了另类右翼事业的托尔。 新闻曝光几周后, 沙米尔·桑尼供职的智库纳税人联盟, Taxpairs Alliance, 在保守党顾问向其施压后解雇了他。 该联盟后来向桑尼的律师承认, 他们违法解雇桑尼, 是为了报复他们所谓的桑尼的哲学信仰, 英国民主神圣不可侵犯。 虽然英国议会对帕金森在唐宁街10号任职仪式有过几次质疑, 但帕金森保住了这份工作, 没有为利用首相新闻办公室迫使他的前十齐声出柜仪式承担后果。 特雷莎没辞去首相职位之前, 把帕金森的名字放在代授勋者名单中, 举荐授予他贵族头衔, 让他进入上议院。 加入上议院后, 帕金森将有权投票表决法案, 并领取终身津贴。 向大西洋两岸的当局提供过证据的马克, 盖特尔森被迫离开他所供职的手机应用程序公司, 因为公司担心他的吹哨行为会影响声誉。 2018年3月, 就在剑桥分析员工得知公司即将垮台之前, 据称亚历山大, 尼克斯清空了公司的银行账户, 卷走600万英镑, 致使员工领不到遣散费。 他后来在议会失口否认这一点, 说取钱是为了支付已经提供给公司单位入账的服务, 还说他有意归还部分款项。 尼克斯许多出没于贝尔梅尔街那些私人俱乐部的前商业伙伴和同侪都回避他, 但他很有钱, 可以一如既往地住在伦敦荷兰公园的豪宅里靠遗产生活。 除了出席议会公开听证会的难堪, 他并没有受到太大影响。 在听证会上, 他把公司的垮台怪在了全球自由派媒体上。 在我站出来曝光剑桥分析后, 布里坦尼, 凯泽重塑自己的形象, 把自己包装成锥少人, 还雇用了一个公关经理为他安排采访。 在英国议会的一次听证会上, 他承认参与过尼日利亚项目, 说剑桥分析可能保留了脸书数据, 还概述了他和朱利安、阿桑奇的关系。 后来我们得知他曾经去厄瓜多尔驻英大使馆拜访过阿桑奇。 凯泽刚做完证, 尼克斯就发短信给他, 干得漂亮, 不理坦尼。 看上去很艰难, 但你干得不错。 第二天, 他飞往纽约, 在那里召开新闻发布会, 宣传他全新的数据项目, 启动了一个据称能给我们带来数据自由的叫做价值互联网总账本, Internet of Value Omnileader的东西。 剑桥分析的其他几个高管佟凯泽一样, 各自创建了他们自己的数据公司。 剑桥分析的前产品负责人马特·奥斯科斯基给他的公司起了一个拉丁文名字, Data Propria, 意为个人数据, 还请到了原剑桥分析的首席数据科学家戴维威尔金森与他共事。 这家公司表明将会重点研究动机性行为触发因素, 而且已经开始为唐纳德, 克朗普2020年的美国总统竞选团队工作。 剑桥分析前总经理马克·特恩布尔和公司的另一个前员工艾哈迈德·哈迪布 一起创立了鸟博者国际Osspex International, 声称这是一家遵守道德的小而经的地缘政治咨询公司。 最让我感到遗憾的是杰夫·希尔·维斯特。 得知他和AIQ做过的事, 我愤怒沮丧到无以言表。 我十几岁的时候, 他是我的导师, 还引我进入政界。 他支持过我, 鼓励过我, 培养过我, 我才对以成长。 我实在不明白他怎么会坚持为如此错误, 如此富有殖民主义色彩, 如此违法, 如此邪恶的事情, 工作这么久。 我试图劝说他, 让他向卫报敞开心扉, 但失败了。 他本来可以坦白的。 他本来可以同调查人员合作的。 他知道AIQ的所作所为是错误的。 他知道他的工作对一整个国家的未来, 和数以百万计的人民的权利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深厚友情和举报犯罪行为之间, 做选择是一种折磨, 因为无论你选了哪一个, 你都会深感后悔。 但我别无选择, 只能背叛他。 在卫报, 向所有即将在报道中受到指控的当事人 发出意见征询信的那一天, 我整天都痛苦不已, 焦虑不安地等待着最新消息。 希尔维斯特收到意见征询信后, 才得知我最终做出的选择, 开始意识到自己即将面临什么。 他最后发给我的短信只有一个字, 哇! 第一次步入议会听证会, 听到频繁暗响的快门声和大喊着说出的提问时, 我出乎意料地震惊。 艾伦坐在我后面, 偶尔递给我一张协有法律意见的纸条。 我们已经准备了很久, 一起检查过所有证据, 而且我还有议员特权的特别保护, 我在听证会上说的任何话都不会被用在民事或刑事诉讼上。 这次听证会引起了全世界立法界的关注。 英国数字、文化、媒体和体育委员会主席达米安, 克林斯开始安排15个国家议会的联合听证会。 下议院进行了若干次辩论, 各党派都支持对社交媒体进行监管。 有那么几个月, 英国似乎站在挑战硅谷权力的前列。 然而到了2018年10月, 在剑桥分析丑闻振动脸书7个月之后, 脸书宣布了一项重大任命, 从外界招聘了一个负责向世界各国政府道歉的高管。 这个全球公共关系顾问就是尼克·克莱格, 自由民主党前党魁, 英国前副首相, 也是当年我在自由民主党总部工作时的上司。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 克莱格曾经发誓他宁可坐牢, 也不愿意在一个试点性的全国公民身份数据库里注册。 不过, 这家伙担任英国副首相的那五年事实上就是接连不断地道歉的五年, 因为他违背了许多重要的承诺。 我想的越多, 就越觉得他和脸书是天作之和。 扎克·伯格和克莱格的成功事业都建立在违背原则的基础上, 这两人都因为忽视对用户或选民的诺言, 而在公信力方面遭受灾难性打击。 而且他们也都在2010年失去人格魅力。 克莱格的任命宣布后, 第四频道在镜头前采访我的感想, 我能想到的只有这是狗屎。 他们播出了我的评论, 不过用毕生盖住了我的脏话。 2019年5月24日, 首相特雷莎·梅宣布了辞职意向。 为了争夺党的领导权, 保守党内硝烟弥漫。 在英国, 如果首相任期未满就辞职, 按惯例, 不必进行大选, 而是由女王陛下直接任命执政党的新领袖为首相。 这就意味着党内的幕后人士, 金主和交纳党费的党员可以绕过选举, 在他们自己人中选出英国的领导人。 7月23日, 保守党决定英国新首相是前外交部部长, 无协议脱欧, 常被称作硬脱欧的主要鼓吹者鲍利斯约翰逊。 约翰逊组阁时, 任命他在投票脱欧的前同事多米尼克, 卡明斯为唐宁街10号新任高级顾问。 似乎无人在意这样一个事实, 卡明斯领导的投票脱欧通过舞弊, 影响了英国脱欧公投的结果。 而这个结果, 在约翰逊执政后, 成为英国几乎不惜任何代价都要脱离欧盟的民主制度的基础。 从内阁流出的文件披露, 约翰逊的顾问们在新政府成立之后, 立即开始计划暂停议会。 暂停之后, 议员们就无法彻查他们的脱欧方案了。 不过, 这种逃避民主审查的做法, 一点都不让人吃惊。 就在宣布卡明斯的任命前几个月, 他因为拒绝应照前往议会回答有关在脱欧公投期间 作弊和散布假新闻的问题而被判藐视议会。 虽然卡明斯是下议员历史上全票通过对其进行正式训诫的极少数对象之一, 但议会权威的有限性这次得以暴露。 卡明斯似乎没有受到多大影响, 甚至在任职高级顾问后还拿到了议会通行证。 除了卡明斯, 约翰逊政府还任命投票脱欧前首席执行官, 即纳税人联盟联合创始人马修, 埃利奥特为英国财政部特别顾问。 纳税人联盟就是那个在桑尼吹哨后为报复而解雇他的游说团体。 看起来, 投票脱欧接手了英国政府。 约翰逊首次赴下议院参加首相问答时, 反对党议员问他, 2016年12月, 身为外交部部长的他同剑桥分析首席执行官亚历山大尼克斯会晤时讨论了什么。 约翰逊只回答了一句话, 我不知道。 在剑桥分析任职期间, 我近距离地感受到了贪婪、权力、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 我看到亿万富翁试图把世界塑造成他们想要的样子。 我窥见了我们这个社会最离奇、最阴暗的角落。 身为吹哨人, 我目睹大企业为了保住利润所做的肮脏之事。 我看到有人为了维持与己方便的叙事掩盖他人的罪行,没有下线。 我看到挥舞、爱国大旗的人在对一代人来说最重要的宪法问题上无视违反法律的行为。 但我也看到还是有人在乎的, 他们在同这个失败的体系抗争。 我看到卫报、纽约时报和第四频道的记者奋力揭露剑桥分析所犯下的罪行和脸书的无能。 我看到我才华横溢的律师运用策略挫败每一个针对我的威胁。 我看到站出来支持我但不求回报的人的善意。 我看到作罗在威姆斯洛教区小镇的英国信息专员办公室不遗余力地挑战美国的技术巨头, 最终对脸书开出与数据泄露相关的法律所允许的最高金额的罚单。 我也看到有国会议员关注我们已经进入的这个美好的新世界, 急切地希望了解更多。 我同律师和桑尼在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做完证后从敏感信息隔离设施出来的时候, 委员们同我握手,亚当、西夫议员及其助理一路送我们到安检入口。 他们非常亲切,感谢我飞来美国帮助他们理解剑桥分析以及社交媒体平台对美国选举构成的新兴风险。 这是我在美国最后一次作证,但感觉一切都远未结束。 2019年7月24日,联邦贸易委员会对脸书开出创纪录的50亿美元的民事罚款。 同一天,证券交易委员会发出通知,追加1亿美元的罚款。 监管机构判定,脸书不仅未能保护用户的隐私,还发布不实声明, 在明明已经掌握不正当行为证据的时候声称没有证据,从而误导公众和记者。 这是美国政府历史上征收的最大金额的罚款之一。 事实上,这是美国企业因为侵犯消费者隐私权而被征收的最大金额的罚款, 比此前世界上最大金额的隐私或数据安全罚款高出20倍。 然而,投资者却认为这是好消息。 消息公布后,脸书的股价涨了3.6%。 市场默认,即便是法律也阻止不了这些技术巨头的增长。 如果我不承认,我现在比刚踏上这段旅程时更加愤世嫉俗,那我就是在撒谎,但是我并没有听天由命。 如果说有什么区别的话,那就是我比以前还要激进。 我曾经以为我们的社会体系基本运转良好。 我曾经以为有人制定过预案,万一发生了剑桥分析这样的问题,知道该怎么应对。 我错了。 我们的体系崩坏,我们的法律失灵,我们的监管机构软弱无能,我们的技术在篡夺我们的民主制度。 所以,我必须学着发声,让世人听到我的见闻。 我充满希望,因为我已经体会到发声的力量。 卫报推出系列报道时,许多记者认为,这不过是一连串的阴谋论而已。 硅谷的技术巨头对他们应当受审查的说法嗤之以鼻。 华盛顿和威斯敏斯特的政客说,这是小众,报道。 我能成功发声,多亏了负责卫报艺术和文化版面的女性团队和同意刊登这一轰动性报道的周日报纸,观察家报的坚持。 多亏了英国信息专员办公室和选举委员会负责调查的女性的关注。 多亏了一个女律师坚定不移地站在两名移民身份的同性恋吹哨者身后。 在具有奉献精神的女性、移民和同性恋者的引领下,这个新闻报道唤醒了公众, 向她们揭示了硅谷和硅谷巨头所创造的包围了我们的数字技术所悄悄推行的殖民主义的力量。 我们坚持发声,直到整个世界都彻底醒悟。 作为同性恋者,我们很早就认识到自己存在于常态之外。 我们密闭柜中默默无闻,隐瞒真相,直到有一天再也不能忍受。 密闭柜中的体验非常痛苦。 这是我们加诸自身的情感暴力,抑制自己,从而不让周围的人不安。 同性恋者对权力体系深有体会,而出柜是我们说出真相的变革性行为。 出柜让我们认识到,把我们的真相讲给那些不一定愿意听的人,非常有用。 我们拒绝他们的宽慰,我们让他们倾听。 为什么这么多同性恋者在骄傲大游行上吹口哨? 是为了引起你的注意,是为了公开宣布我们不再隐藏,是为了对抗强大的霸权。 而且,和许多在我之前出柜的同性恋者一样,我必须接受我自己的真相, 必须坦然面对我永远也符合不了社会对完美男人的期待这一事实。 我是一个同性恋追少人,而且这是我第二次出柜。 因为保密协议的束缚,我被迫带着那些令人不安、遭人反感的真相再次进柜。 这两年,由于强权企业的威压,我被迫过这不许问、不许说的生活。 只要我不想自食其果,我就不能向他人透露我是谁。 我是强权企业的小秘密。 但和其他出柜的同性恋者一样,我讲真话, 我决定不再捂住这些令人不安的真相, 不再三间其口,不再躲藏,不再当大公司的小秘密, 直面后果,向世界喊出这一切。 这个秘密贵不是字面意义上的空间, 它是我们同性恋人世内化并遵守的社会结构。 他人强行规定了这个容器的边界, 试图控制你的行为和你呈现给世人的面貌。 这个秘密贵看不见也摸不着, 作为默认模式,强加在你身上, 你毫无选择,听凭他人, 打造出一个更加赏息悦目的你, 为了他们的利益,而不是你的。 在密贵里长大,意味着逐步学会如何在社会上伪装自己, 了解哪些走路姿态,语调,表达方式, 视角或愿望的表达, 会违背强加在你身上的社会规范。 同性恋小孩慢慢学会了抑制自己的行为, 直到这种抑制差不多变成第二天性, 直到他们伪装成功。 这些改变可谓日积月累, 甚至有时候直到你决定出柜那一刻, 你才注意到自己的行为变化有多大。 出柜需要接受这样一个事实, 你的自我有很大一部分, 是在密贵里被冻构建出来的, 是在你不知不觉或未经你同意就强加给你的。 这种醒悟可能让你痛苦, 你在密贵里向社会求和来换取伪装。 然而,怒火也在密贵里燃烧, 社会设定的边界和限制逐渐让你窒息, 直到你再也忍受不了这个囚龙。 出柜就是为了摆脱他人强加给我们的定义, 自我定义是一种极其强大的能力。 不管威胁这种能力的是社交密贵还是算法密贵, 任何出于私利而寻求力量来对我们下定义或作分类的人或事, 我们都必须抵制。 硅谷在为每个人建造个性化空间的同时, 也冒着创建身份新霸权的风险。 这些个性化空间其实就是定义我们身份, 表达方式和行为的新密贵。 算法在采集并处理你的数据后决定, 怎么定义你, 把你分到哪一类, 应该让你注意到什么, 以及谁应该注意到你。 然而, 在一个为了更好的表达你的真我而对你进行界定的算法, 和一个为了创造自我实现的预言, 把你打造成他认为你应该成为的人, 而对你进行界定的算法之间, 只有一线之隔。 人们早已开始按照机器对他们的期许进行变形。 我们当中, 有一些人在社交媒体上精心策划自己的形象, 来增加他们粉丝的参与度, 以至于真我和网络上展现的我相互交杂, 无法分辨。 而有的粉丝看多了这些精心策划的身份后, 会憎恨自己的身份或样貌, 为了让身材符合流行新标准而不惜结实。 还有的粉丝点开算法推荐给他们的链接, 被那里的内容吸引, 在个性化的兔子洞里越坠越深, 连世界观都被不知不觉地改变。 如今, 我们在网上买的东西是某个外物根据我们的画像推荐给我们的。 我们求职, 买保险, 申请抵押贷款能否成功, 我们的个人信用分有多高, 都是某个外物根据我们的画像决定的。 我们看的电视节目, 觉得好听的音乐也是某个外物根据我们的画像预先筛选出来的。 随着物理世界和数字世界不可避免的融合, 我们的人生有越来越大的比例将不是我们自己的控制, 而是被某个外物界定。 所以, 如果我们想抵制由某个外物来界定我们未来的人生, 我们可能全部都得出柜, 否则某人或某物会把我们锁在柜中。 2019年5月23日, 我清晨6点就醒了, 这个时间对我来说有点早。 房间里亮堂堂的, 温度上升, 出声的阳光透过窗帘照了进来。 我讨厌早起, 所以盯着天花板躺了一会儿, 然后朝窗外看, 逐渐有了人气的街头。 跟我交往的一个人昨晚留宿了, 所以我得小心翼翼地下床, 这样才不会发出声音。 这天是英国的选举日, 或许是英国最后一次参加欧洲议会选举。 我的投票卡上, 写着投票将于早晨7点开始, 所以, 我想悄悄溜出去, 跑到我所在选区的社区中心去投票。 我迈着有点夸张的大步, 轻手轻脚地走到梳妆台旁边, 抓起在地上堆成一团的牛仔裤和T恤。 这件T恤是英国设计师凯瑟琳·哈姆内特送给我的。 柔软的黑色棉布上, 印着加粗的白色文字, 现在就进行第二次公投。 今天必须穿这件T恤, 我想, 我伸手从抽屉里拿出手机, 一有信号, 他就响个不停。 来了好多信息。 哦, 天哪, 我心想。 我转身去看有没有吵醒他。 他伸吟着, 把脸蒙进枕头里, 问我怎么这么早就起了。 我只说因为我想去投票。 他坐了起来, 一边傻笑, 一边转眼珠, 还问今天对我这样的人来说, 是不是就像圣诞节。 我告诉他不是的, 我想早点去, 在那些记录, 谁投了什么票的投票监督员, 抵达前把票给投了。 我不想再跟英国独立党, 或者脱欧分子做斗争。 我已经被叫做叛徒, 还有人把我推到车流里, 但我不愿意投票, 被人阻挠。 这天并不像圣诞节, 而且我一点也不兴奋。 这是悲伤的一天, 因为我从心底里知道, 我参加的不是真正的选举, 这只是英国按计划脱离欧盟前的最后一次演出的一部分。 虽然选举委员会判定投票脱欧违规, 国家犯罪调查局还在调查, 议会召开过听证会, 卫报也连续一周, 曝光了唐宁街内部的掩盖行为, 但英国政府仍然拿着欺骗得来的指令决议脱欧。 我的信箱里塞满了传单和小册子。 我还以为阿伦、班克斯或者离开欧盟会给我祭点荒谬的东西, 比如卷好塞进俄罗斯福特加酒瓶的英国脱欧传单什么的, 因为他们很喜欢挑衅我和卫报记者卡罗尔、卡德瓦拉德。 可是没有,信箱里都是普通的传单。 欲党的、自由民主党的、英国独立党的。 脱离党和工党处于某种原因没有分发传单。 我摊开自由民主党的传单, 想看看他们这次用了什么数据, 有没有向我定向传播什么信息, 结果没看出来。 这只是又一份瞎扯淡的传单。 我抬头看了看大唐上方正看着我的监控摄像机, 然后离开大楼。 我步行走过临近的几条街, 古旧的乔治市连排房屋中间夹洒着几栋公寓楼。 天气清好,阳光明媚。 清新的沉间空气让人精神一阵。 我拐进一条商业街, 除了一家咖啡馆, 别的商店都还没开门。 我走进咖啡馆, 要了一杯咖啡, 上面加一点豆奶。 等咖啡的时候, 我看了看其他顾客。 他们都站着看手机, 不断下拉屏幕, 查看内容, 并与其互动。 我就站在他们旁边, 可他们人在殿堂, 心却完全沉浸在数字世界中。 老师说, 被济用社交媒体前, 我也跟他们一样。 但自从没了社交媒体, 我发现自己下拉屏幕的次数少了, 发帖少了, 拍照也少了。 我还有一个推特账号, 不过很少用。 我不在一个人在人群中连续几小时的浏览屏幕。 我或许生活在这些数字世界之外, 可至少我在这个世界上的存在感更强了。 拿好咖啡, 我出了店门, 走向社区中心。 接到两边绿树成印, 树干上挂着白色的大标牌, 上面刷着黑色的投票站字样。 我在离投票站, 还有一定距离的地方停下脚步, 观察四周, 但还没有哪个党派的人, 在社区中心外面徘徊。 于是我走进社区中心, 跟着指示牌一路沿走廊, 来到一个朴实无华, 未经装饰的房间里。 那里面散落着一个个, 用硬纸板搭起来的投票间, 还有一些不带橡皮头的小铅笔。 投票站的书记员抬头看了看我, 问我叫什么名字。 他快速翻动纸质名单, 用铅笔把我的名字画掉。 就那么简单, 不用看身份证, 也没有电子设备。 他递给我一张看起来 有一米长的候选人名单, 让我选伦敦派往欧洲议会的代表。 选票只比报纸厚一点点, 但我拿着它, 想着投票这个举动看起来如此实在, 可为了让选民在薄薄的一张纸上 打个插这么一个简单的举动, 网上又有过多么复杂的活动。 我把选票投进投票箱, 希望这不会是最后一次。 后继, 对监管的思考治理法者。 如果要防范另一家箭桥分析攻击我们的公民制度, 我们必须改进孵化出这家公司的有缺陷的环境。 各国的国会和议会长期以来, 一直错误地认为法律跟不上技术。 而技术行业很喜欢附属这个观点, 因为这常常会让立法者自以为蠢笨脱节, 从而不会挑战他们的权利。 然而, 法律有能力跟上技术, 正如他之前驾驭了医药、 土木工程、 食品标准、 能源和无数其他技术性很强的领域那样。 立法者不必理解一款抗癌吸药理的同分益构体, 就能创建有效的药物审批流程, 不必知晓高压线里铜线的传导性, 也能制定有效的聚员安全标准。 我们不指望立法者掌握所有领域的专业的技术性知识, 因为我们把技术监督的责任移交给监管者。 监管之所以有效, 是因为我们信任专家, 相信作为公共安全守护人的他们能妥善调查相关产业及技术创新。 监管可能是最不迷人的词语之一。 一提起它, 人们就联想到一群毫无个性, 按部就班, 是核查清单为之宝的人, 而且我们总是觉得他们制定的规则不完美, 挑剔其中的细节, 但尽管如此, 安全标准总的来说是有用的。 你去杂货店买吃的, 去医生那里看病, 或者登上飞机, 飞向几千英尺的高空时, 觉得安全吗? 大多数人会说安全。 你觉得自己需要想想其中涉及的化学物质或者工程技术吗? 或许不需要。 技术企业不可毫无约束地追求快速行动, 破除陈规。 公路限速是为了降低行驶速度, 保障人身安全。 既然制药实验室或航空航天公司, 不得在通过安全和效力测试之前上市新发明, 那为什么数字系统不经审查就能上市? 为什么我们允许技术大公司进行大规模的人体实验, 结果意识到问题太大, 无法掌控? 我们已经看到, 激进化, 大规模枪击案, 种族清洗, 进食障碍, 睡眠习惯改变, 对民主的大规模攻击等, 都受到社交媒体的直接影响。 这些可能是看不见摸不着的生态系统, 但它们给受害者造成的伤害却是实实在在的。 规模就是房间里的大象, 人人都看得到, 可人人都避而不谈。 硅谷高管为自己找借口, 声称他们平台的规模实在太大, 所以很难防止有人在平台上传播大规模枪击事件, 也很难阻止有人在平台上煽动别人进行种族清洗。 这又不是借口, 他们间接承认了自己创造出来的东西, 大到他们自己都管不了。 然而, 这也间接表明了他们相信, 他们从这些系统中牟利的权利高于其他人承担的社会代价。 有人在脸书平台上直播发生在新西兰的大规模枪击事件, 脸书得知后说, 我们已经听到了反馈, 要求我们做更多。 其实我们应该问脸书这样的公司一个问题, 如果这些问题太大, 你们一时半会儿解决不了。 那为什么要允许你们在没有测试过产品, 尚未完全理解产品对社会的潜在影响之前就发布产品呢? 我们需要新规则来指导互联网形成类似减速带的良性摩擦, 确保人类在新技术和新生态系统下的安全。 我不是监管方面的专家也不敢宣称自己知道所有的答案, 所以别把我的这些话当作真理。 我们应当让更多的社群成员参与对话。 不过, 我想在此提供一些建议以供参考, 至少能引发一些思考。 我的某些建议可能有用, 有些可能不灵, 但我们总得找个解决这一艰巨问题的切入点。 技术很强大, 可以在很多方面促进人类的进步, 不过这种强大的力量必须聚焦在建设性的努力上。 接下来就是帮助你思考未来该怎么做的一些建议。 1.1部互联网的建筑法规 建筑法规的起源可以上述到公元64年。 当时罗马皇帝尼禄在罗马大火肆虐九天后, 限制了房屋高度、街道宽度和公共水攻击。 虽然1631年的一场大火促使波士顿 既用木制烟囱和茅草屋顶, 但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步, 现代建筑法规出台于1666年伤亡惨重的伦敦大火之后。 跟波士顿一样, 伦敦的房屋密集度高, 采用木结构和茅草屋顶, 导致大火四处蔓延, 整整烧了四天。 他毁掉了13200个家庭住宅、 84所教堂和全城大部分的政府建筑。 其后, 国王查理二世宣布, 所有人不得用砖块或食材以外的任何材料建造 或大或小的房屋或其他建筑。 他还宣布拓宽主干道, 防止火情从街道一侧扩散到另一侧。 19世纪又发生了一系列历史性的火灾, 于是许多城市纷纷效仿伦敦, 最后决定由公共检验员检验私人物业的建造, 以确保居民和公众的安全。 新规则不断涌现, 终于, 公共安全这一概念成为首要原则, 以此为由可以无视业主的诉求, 甚至居民的同意, 推翻不安全或未经检验的建筑。 像脸书这样的平台, 已经起火多年, 灾害频发, 建桥分析, 俄罗斯干预, 缅甸种族清洗, 新西兰大规模枪击案。 所以, 就像伦敦大火之后, 人们做的那样, 我们必须开始考虑, 制定政策, 并且思考, 危及我们社会和谐和公民幸福的根本性的架构问题。 互联网包含着无数不同类型的架构, 人们每天, 甚至每小时都在同它们互动。 随着数字世界和物理世界的融合, 这些数字架构对我们生活的影响将会越来越大。 隐私权是一项基本的人权, 理应得到尊重。 然而, 隐私权往往因为在一长串难以变读的条款和条件之下, 点击了接受而烟消云散。 正是因为这种强行灌输的同意, 大型技术平台才有了为自己的操控手段辩护的理由, 虚伪地称自己赋予了用户消费者选择权。 他们把我们的注意力从这些有缺陷的架构的设计, 以及设计师转移到用户的活动上, 但其实后者无济于事, 因为用户既不理解, 也无法控制系统的设计。 我们不让人选择进入接缩电线, 或者缺少安全出口的建筑物, 因为那样会不安全。 此外, 也没有什么踢在门上的条款和条件, 能让设计出有危险空间的建筑式免责。 同样的规定, 为什么不能适用于软件和网络平台的工程师和架构师呢? 从这个角度来看, 用户同意不应当是平台运行某个设计用户基本权利的特性的唯一基础。 加拿大和欧洲已经把隐私视为工程和设计问题, 一种叫做隐私设计的框架, 而我们应当拓展这一原则, 制定一部完整的工程法规, 一部互联网的建筑法规。 这一法规将包括除隐私以外的新原则, 如尊重终端用户的主观能动性和人格完整。 这样一部法规将创建一个新原则, 主观能动性设计, 以要求平台使用加强选择权的设计。 这一原则还将禁止暗黑模式设计, 极常见的通过故意迷惑、 欺骗或操控用户来让其同意, 使用某个产品特性或按某种规定形式的模式设计。 主观能动性设计还要求影响成比例, 即某种技术对用户的影响, 必须同该用户的使用目的和所获得的利益成比例。 换句话说, 应当禁止平台设计的不正当的影响力, 这些设计会产生长期且不成比例的影响, 例如令人上瘾或造成严重的精神健康问题。 同传统的建筑法规一样, 避免损害原则应当是这样一部数字建筑法规的中心特征。 这就要求各平台和应用程序在发布大规模部署一个产品或特性前进行可被滥用性审查和安全测试。 技术企业必须承担责任, 证明他们的产品在公众大规模使用时是安全的。 基于同样的逻辑, 必须禁止技术企业让公众使用产品未经测试的新特性进行大规模的现场试验, 必须禁止把公民当作小白鼠。 这样就能防止类似缅甸的事件发生。 缅甸事件证明, 脸书根本就没有提前考虑过自己产品的特性有可能在存在种族冲突的地区引发暴力行为。 二点一部软件工程师专用的伦理规范。 如果你的孩子迷失了, 需要帮助, 你希望他们向谁求助? 或许是医生, 或许是老师, 有没有考虑过加密货币交易员或者游戏软件开发者? 我们的社会尊重某些自带可信度的职业, 医生、律师、护士、教师、建筑师等等, 主要原因是他们在工作中必须遵守伦理规范和安全方面的法律。 这些职业在社会上的特殊地位, 意味着我们为这些职业的从业人员的专业行为和注意义务设定了较高的标准。 正因为如此, 许多国家的法定机构会对这些职业的伦理行为进行监管并强制执行。 为了保证社会的良好运转, 我们必须相信我们的医生和律师能够自始至终地维护我们的利益, 以及我们每天使用的桥梁和楼宇游圣任建筑工作的专业人士按法规建造。 在这些接受监管的职业里, 有被伦理的行为会给越界人士带来惨重的损失, 从罚款和公开羞辱到暂时吊销从业资格, 严重违规则甚至会被终身禁业。 如今,软件、人工智能和数字生态系统渗透了我们的生活。 然而,那些设计出我们每天都使用的电子设备和程序的人, 不受任何联邦法令或可执行的法典的制约, 不必充分考虑对用户或整个社会的伦理影响。 软件工程这个职业有一个严重的伦理问题需要解决。 技术企业不可能变魔术般的凭空创造出有问题或危险的平台, 企业内部有专人开发这些技术。 但这里有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 软件工程师和数据科学家跟使用他们开发出来的产品的用户没有任何利益纠葛。 如果某个工程师的雇主下令开发具有操控色彩和伦理问题, 草率应用且毫不顾忌用户安全的系统, 那他没有拒绝的义务。 目前,拒绝从事不道德行为的工程师可能会遭到报复或解辟。 即使事后发现某个不道德的设计违背了法规, 公司也会承担责任,缴纳罚金, 但开发出这一技术的工程师不必像严重违背职业伦理的医生或律师那样承担任何职业后果。 别的职业不存在这样一个有备常理的激励。 如果雇主叫一名律师或护士做不道德的事情, 他们有义务拒绝,否则自己会失去从业资格。 换句话说,他们同用户有利益纠葛,有理由质疑雇主。 如果作为软件工程师和数据科学家, 我们自认为对得起社会的尊重和高工资是值得信赖的专业人士, 那我们就必须承担起相应的伦理责任。 如果我们不把技术企业的员工的利益跟用户的利益绑定在一起, 对技术企业进行监管的效果就不会最好。 我们需要让工程师担责, 让他们开始关心自己创造的产品可能会带来什么影响。 花一个下午的时间组织员工讨论, 或者让员工学习一个学期的伦理课程, 完全不足以解决我们目前面临的新兴技术所带来的问题。 我们不能延续老路, 否则硅谷的技术家长是作风和排外的男性乌托邦, 会创造出一批毫不顾忌自己的工作所存在的潜在伤害的危险大事。 同生活在全世界多个司法管辖区的土木工程师和建筑师一样, 我们的软件工程师或数据科学家也需要一步受到法定机构支持的职业规范。 如果他们把才能和专业知识用在开发危险性技术、 操控性技术或其他有为伦理的技术上, 他们必须承担实实在在的后果。 这步规范不应采用不严谨的语言, 不应流于报复和愿景, 而应清晰、具体、毫不含糊的规定, 什么是可以接受的, 什么不可以接受。 这步规范应当要求软件工程师或数据科学家尊重用户的自主权、 识别和记录风险、 上交代码以供审查和评议。 这步规范还应当要求软件工程师或数据科学家考虑他们的工作对弱势群体的影响, 包括对不同种族、性别、能力、性取向或其他受保护群体的用户的不成比例的影响。 而且如果在充分考虑后发现雇主下令开发的产品特性有为伦理的话, 软件工程师或数据科学家负有拒绝义务和报告义务, 不拒绝、不报告者要承受严重的职业后果。 拒绝并报告的员工则应当受到法律保护, 以免雇主报复。 在所有可能类型的法规中, 一部软件工程师专用的规范或许可以在最大程度上防止伤害, 因为它会迫使开发者在公开发布任何产品前审慎考虑, 而非通过简单的遵照指令进行开发来推卸道德责任。 技术往往体现我们的价值观, 所以在我们这个社会越来越依赖软件工程师的创造的情况下, 我们必须灌输一种伦理文化, 这一点至关重要。 如果软件工程师担负起应当的责任, 那他们将成为我们防止技术滥用的最强防线。 此外,作为软件工程师, 我们都应该在为社会建设新架构的时候, 力求赢得公众对我们工作的信任。 三,互联网公用事业和公共利益。 传统上, 公用事业指那些受公共利益影响的物理网络, 它们在市场上属于独特的存在, 因为它们的基础设施对商业和社会的运转至关重要, 所以我们允许它们采用有别于普通企业的运营方式。 公用事业行业出现自然垄断往往不可避免。 在市场上, 势均力敌的竞争一般会催生创新, 提高产品质量, 为消费者降低购买价格。 但在某些行业里, 例如能源、水利或公路行业, 在相同路线上, 架设相互竞争的输电线, 铺设相互竞争的管道, 或建设相互竞争的地铁线路毫无意义, 这样做只会造成大量的冗余, 增加消费者承担的成本。 如果一项服务由一家供应商独家提供, 功效有所提高, 但有不正当的影响和权力滥用的风险, 无法转而使用, 新的输电线、管道或地铁线路的消费者, 可能会被不讲道德的企业要挟。 互联网上显然存在占有市场支配地位的企业。 谷歌占据所有网络搜索流量的90%以上, 将近70%活跃在社交媒体上的用户使用脸书, 不过这还不足以让这些产品变成通用基础设施。 跟断电相比, 技术平台出故障时, 我们还能活得更久, 停用也行, 但不能无限期停用。 谷歌搜索引擎偶尔是零食, 用户可以改用其他不太著名的搜索引擎, 直到谷歌修复。 互联网上走红的企业源源不断, 这在基础设施行业里可没有。 我的空间, MySpace, 曾经是出类拔萃的社交媒体平台, 后来被脸书打败了。 与此相比, 我们很少, 甚至从未见识到水利或电力行业霸主地位的更替。 即便如此, 在互联网上占据支配地位的企业和公用事业企业还是有共同之处的。 跟公用事业一样, 互联网架构往往是商业和社会的支柱, 它们在日常生活中的存在已被视为理所当然。 例如, 其他企业开始被动依赖谷歌的搜索引擎, 员工有什么问题就上谷歌查询。 这不是件坏事, 网络效应对搜索引擎和社交媒体有利。 所谓网络效应, 就是使用一种服务的人越多, 这种服务的价值就越高。 就像公用事业, 互联网平台的规模可以为消费者创造巨大的利益, 而我们无意阻挠这种公共利益。 然而, 正如其他的自然垄断。 所以, 充分认识到互联网基础设施, 同物理基础设施之间存在本质性差异后, 我接下来会用互联网公用事业来指代同传统公用事业既有相似之处又有差别的对象。 互联网公用事业是在互联网上占支配地位的一种服务, 一个应用程序或平台因其规模庞大而受到公共利益的影响。 对互联网公用事业的监管, 应当认识到他们在社会和商业中的特殊地位, 并强加给用户更高的注意义务标准。 这些监管应当体现为法定义务, 处罚应当童年利润挂钩, 而不是像目前一样, 企业违规后还能同监管机构讨价还价, 把处罚视作经营成本。 正如我们, 不会因为电力公司的规模太大而处罚它, 我们也不能因为互联网公用事业企业的规模太大就不由分说地加以制裁, 而是要看这种规模是否产生了对公众有益的网络效应。 换句话说, 监管的目的不是拆分规模过大的企业, 而是让企业担责。 不过, 作为保住规模的交换条件, 互联网公用事业企业应当采取积极的行动, 为最终形成的我们共同拥有的数字工地担任负责任的管理者。 他们一定要理解伴随规模而来的固有的公共利益, 以及在某些情况下, 公共利益必然会取代盈利这一私有利益。 同其他公用事业企业一样, 他们必须遵守针对软件应用程序的用户所制定的更高的安全标准, 以及新制定的数字消费者权益规办。 这些新拟定的数字消费者权益, 应当成为通用条款和条件的基础, 为技术企业一直未能妥善保护的互联网用户的利益保驾护航。 4.数字工地的公共管理 目前,互联网公用事业企业可以无节制地影响我们的公共话语、 社会团结和精神健康。 他们这样做要么是有意而为之, 要么是因为无能或者独职, 所以必须对他们公开问责, 必须建立一个新的数字监管机构, 赋予他制裁权, 由他负责这个新数字监管框架的执法工作。 特别重要的是, 这种数字监管机构里一定要有董行的调查官, 授予他们代表公众主动对平台进行技术审计的权利。 我们还应当利用基于市场的强化机制, 例如要求互联网公用事业企业为数字滥用造成的损害购买保险。 如果要求企业购买数据泄露保险, 而保额又同该数据的市场价值挂钩的话, 就可以形成纠正性的财务压力, 企业从而不得不更精心地保护数据。 我们已经看到个人数据的价值, 它为社交媒体公司创建了全新的商业模式, 收获了巨额利润。 脸书等平台坚称它们是免费的服务, 而且既然消费者不需要付费, 那么平台也不可能串通起来反对竞争。 然而, 这一论调要求我们接受这么一个前提, 用个人数据换得平台使用权不算价值交换。 这个前提显然不成立。 如今, 评估, 售卖和许可使用个人数据, 已经形成产业。 当下针对大型技术企业所采取的反垄断措施的缺点, 在于监管者尚未对消费者的数据进行恰当的估值。 如果我们真的考虑了消费者向平台提供的个人数据的价值, 我们就会得出结论, 消费者一直以来都遭到了这些平台的盘剥, 因为后者并未在个人数据的价值看涨的情况下, 相应地提高他们为消费者提供的价值。 就此而论, 消费者以数据形式向这些占支配地位的平台提供的价值高于平台回报给他们的利益。 在数据交换中, 消费者的成本比平台的成本高, 这一点或许可以援引美国目前的反垄断法寻求支持。 然而, 即便如此, 用这条标准来衡量消费者是否得到公平合理的待遇仍然过于狭隘。 但如果我们创建互联网公用事业这样一个新类别, 我们就可以用覆盖面更广的公共利益测试来评估这些企业的运营、发展和并购。 不过, 社交媒体和搜索引擎不像公用事业, 它们没有重要到不可替代的地步, 所以, 监管还要兼顾该行业的不断演变所带来的益处。 我们不希望因为监管而导致当下占支配地位的互联网公用事业企业的地位不可撼动, 更新更好的产品无法冒头, 但我们也需要摒弃这样一个理念, 那就是任何对巨头企业的监管总会这样或那样的妨碍到抑郁挑战它们的新生企业。 根据这个逻辑, 石油行业的安全和环境监管会抑制未来可再生能源的崛起。 这可不行。 如果我们担心市场演变会受到抑制, 那我们可以要求互联网公用事业企业开放它们占支配地位的基础设施, 与较小规模的竞争对手共享, 从而为消费者提供更好的选择。 占支配地位的电信企业已经这样做了, 它们允许小电信公司与它们共用通信基础设施。 为现有的大企业制定安全和行为标准与不断演进技术并不矛盾。 所以监管应当基于原则而非基于技术, 这样的话我们就会小心翼翼, 不把老旧的技术和过时的商业模式切入监管规范。 谢谢, 祝各位好运。 致谢, 吹哨者常常被定位为单枪匹马挑战巨人哥利亚的大位, 而我从来都不孤独。 这一切都是在许多人的通力合作下做到的, 从律师到记者, 从妹妹到出租车司机, 很多人为这个故事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我衷心感谢她们的建议, 任性, 耐心和不屈不挠的精神。 我要特别感谢这一路上支持过我的所有女性, 是女性让这个故事的报道成了可能。 律师们, 我首先要感谢我才华横溢的首席律师塔姆辛·艾伦, 谢谢你不畏艰险地为我辩护, 你是我遇到过的最酷的律师。 塔姆辛, 你在别人都还不知道我是谁, 不知道剑桥分析做过什么的时候就开始帮助我。 没有你, 我不可能挑战世界上某些最强大的人和企业。 赴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作证, 让我对你有了三点新了解。 第一, 你害怕飞行。 第二, 除此之外, 似乎真的没有什么能难倒你。 第三, 在岳阳飞行之后, 你忍着时差带来的不是陪我度过了长达五小时神经高度紧张的国会听证会, 而且听证会结束后的那天晚上, 你在时代杂志举办的全球最具影响力人物的庆典上跳舞跳得比詹尼弗·洛佩斯还出色。 许多杰出的律师在幕后不知疲倦的工作, 保护我, 为这本书宝嫁护航。 尤易斯·巴赫·考夫曼·米德尔米斯律师事务所, Lewis-Betch Kaufman Middlemess PLLC的亚当, 考夫曼·埃里克·尤易斯·塔拉·普洛考克基及我在美国的整个法律团队, 谢谢你们勇敢地接下我的案子, 毫不费力地处理跨多个司法管辖区的复杂性问题, 让我平安历劫。 你们的忠告可以让我在一片混乱中保持头脑清醒。 在英国, 我还得到了塔姆辛同样杰出的同事的支持。 他们是宾德曼斯律师事务所的迈克·施瓦茨和萨利马·布达尼, 还有一小队来自梅特里克斯律师事务所的出庭律师, 包括御用大律师加文、 米勒、 御用大律师克莱尔、 蒙哥玛丽、 御用大律师海伦、 芒特菲尔德、 本·希尔福斯通合御用大律师杰倩卡、 西蒙斯、 米勒尔黑德、 伯顿律师事务所、 Simon's Muirhead与Burton LLP的马丁、 索姆斯和埃利卡、 亨谢尔伍德还在我匿名同卫报合作时就给了我很大的帮助, 他们早期给出的法律意见为事件的后续发展打下了基础。 你们都是很棒的律师。 多亏了你们的努力, 我如今才能平安无事。 吹哨人们。 马克、盖特尔森和沙米尔、 桑尼, 谢谢你们两人做出的重大的个人牺牲, 谢谢你们一路与我共患难。 你们俩都受到了极其不公的报复, 但你们依然选择吹响井上。 马克, 从多年前和你第一次相遇到现在, 我没有见过几个人, 有你这般的雄辩、 幽默、 同理心和才智。 沙米尔, 谢谢你自始至终和我并肩吹哨, 不畏强权, 说出真相。 我们历经千辛万苦, 患难于共。 能和你们做朋友, 我十分自豪。 还有几个希望匿名的吹哨人, 谢谢你们的帮助。 即使世人不了解你们的贡献, 你们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记者们, 卡罗尔, 卡德巴拉德, 谢谢你相信我的故事, 谢谢你相信我。 第一次见到你, 我就知道你是少有的几个敢把这个故事公之于众, 且引起世人瞩目的人之一。 你唤醒了世界, 撼动了巨人。 虽然我把头发染成了粉色, 但你才是以比为枪的人。 你不顾另类右翼, 私人情报公司和硅谷技术巨头的无情谩骂和威胁, 毅然前行。 你带我同行, 原因只有一个, 那就是你愿意为上山献身。 对你的新闻工作的所有赞誉都是你应得的。 萨拉, 唐纳森和埃玛, 格雷厄姆, 哈里森, 谢谢你们在告知世界这个故事的过程中起到的关键性作用。 在很大程度上, 正是因为你们和卡罗尔并肩作战, 我才有信心宣称没有女性的支持就没有今天的我。 卫报和观察家报有你们这样的记者真是幸运。 当然了, 还有保罗, 维伯斯特, 约翰, 马尔霍兰和吉利恩, 菲利普斯, 谢谢你们坚定不移的在亿万富翁, 技术巨头, 愤怒的白宫官员, 情报机构和几乎每天都向你们涌来的威胁面前捍卫这个故事。 马修, 你们拍摄的视频用公司高管轻口说出的令人寒心的言辞向世人揭露了剑桥分析邪恶运作的真实深度。 议员们, 英国议员达米安, 爱人士以前从没想过自己会说这样的话, 但你让我觉得或许有的脱离党人真的还挺酷的。 无名英雄们, 感谢我的父母凯文和穷无条件的爱, 鼓励和智慧。 感谢我的两个妹妹杰米和劳伦在我毫无头绪的时候放下手头的一切来帮我, 缓解我的压力, 在我的冰箱里塞满食物。 还要感谢所有其他帮助我发现线索, 讲出故事的人。 我要特别感谢施特拉斯·布格尔勋爵, 他偷偷地在暗中帮助我, 价值无可估量, 彼得·朱克斯鼓励我, 并在新闻发布会上做了精彩主持马克·希尔福精彩的影片, 和长达几小时给我灵感的谈话, 杰斯·瑟琪明智的建议, 呵护我的兴趣向, 凯尔·泰勒充满激情的宣传, 伊丽莎白·德纳姆·麦克尔·麦克沃伊和英国信息专员办公室的全体成员, 让大家关注数据权利, 美国众议员亚当·西夫和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做了大量幕后工作, 格伦·辛普森和Fusion GPS, 精彩的调查工作, 肯·斯特拉斯玛激发我对数据的兴趣, 基斯·马丁博士培养我的独立精神, 杰夫·希尔维斯特我年少时的导师, 虽然后世南料汤姆·布鲁克斯自始至终的支持, 戴维·卡罗尔和保罗·奥利维尔, 德爱坚持捍卫我们的数据权利, 埃马·布莱安特博士揭露关键证据, 哈里·戴维斯·安·马洛和温迪·希格尔曼早期的调查工作, 我学术上的前导师卡罗林·梅尔·沈月这本书, 还教了我很多心理学、数据和文化方面的知识, 以及萧莎娜,祖伯夫教授她的监视资本主义, 研究帮我提炼了许多观点。 或许最重要的是, 我要感谢数十万转发这个故事, 打电话给他们的议员, 走上街头,游行示威, 举着标语牌, 给我发来鼓励信息的人, 这一路有这么多我从没见过的人热情高涨地支持我。 本书, 最后, 我要感谢本书的两名共同作者, 丽萨、狄基和加雷斯·库克, 我的编辑蓝灯书屋的马克, 沃伦, 我的文学经纪人威廉、 莫里斯奋进娱乐公司William Morris Endeavor的结衣, 曼德尔和珍妮福、鲁道夫、沃尔什, 为本书核查事实的凯尔西、库达克, 还有我的娱乐法律师贾里德、 我们下期课题所遭的声誤和详可选择下来。 请继续以外交易战场。